秋风萧瑟,月黑风高,少师府后山山顶,几个家丁打扮的人举着火把,摇曳的火光照在两个面目猙獰的女人脸上,颜西瑶被反手绑在树上 你一个连下人都不如的贱人,仗着你那下贱的娘亲救过蓉妃娘娘,与我爱慕的五皇子从小定下婚约,你早就该死了 你想干什么,我一直帮你当姐姐,你不能这么对付我 呸,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娘只生了我一个 我告诉你,五皇子喜欢的人是我,和你那贱人娘亲救过蓉妃娘娘,与你解除婚约,对她的名声影响太大 只有你死了,婚约就能解除,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张又黑又丑的脸,你配得上五皇子吗 就你这样的贱人,只配被穿烟中冷面煞神的九皇子,一脚踢飞 哈哈哈哈,若非不得已 杀你,只会脏了我的伤 啊 天小蝶说完,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划在颜西瑶的左脸上 接人,去死吧,你死后,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嫁给五皇子了 哈哈哈哈 严小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等你做了鬼再说 把她的尸体扔下山崖,今晚之事,谁敢透露半句,我定让她死无全尸 一声巨响,水花似箭,烫烫烫,烫死人了 颜西瑶醒来的时候,只感觉要被煮熟了,全身火辣辣的疼 眼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闭着眼睛扑腾了几下 突然,小手触碰到一片冰冷 她慌乱之中将身体靠近触碰到的冰冷 黑暗中,一双冷若冰霜的毛子,盯着眼前这个往她身上爬的女人 眉头紧紧皱起,武圣王朝皇上和皇后最宠爱的九皇子 除了皇后和皇太后,还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碰一下她的衣角 颜西瑶猛然感觉到不对劲,她摸到了不该摸的东西 这他们是个男人啊,还是个在这么堂人的水中都全身冰冷的男人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爱的呢,我不是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了吗 就在这时,脑袋突然疼得像是要炸开一般 一段不属于她的陌生记忆,如潮水一般涌入脑海 颜西瑶,武圣朝少师府嫡次女,现年十五岁 五年前,灵氏娘家遭奸臣陷害,家道中落 颜文中就开始冷落灵氏,将王室抬为了平妻 颜小蝶从庶女晋升为嫡长女 灵氏在怀着颜西瑶的时候,一次偶然救了五皇子的母妃 荣妃娘娘,荣妃娘娘便与灵氏立下约定 若灵氏腹中怀的是女儿,便与五皇子定下婚约 颜西瑶以此高烧之后,原本白嫩漂亮的小脸蛋 就莫名其妙的变得又黑又丑 等颜西瑶发现的时候,两人已经睡在了一起 五皇子便让颜小蝶大半夜的将人绑到 少师府后山的山顶,残忍杀死,抛尸山崖 当朝皇上韩天玲有九个儿子,三个女儿 面前这个男人,就是颜小蝶口中的冷面煞神 九皇子韩肖明 没有注意到烫人的水温,让她的血液循环加速,流血更多 脑袋一阵眩晕,失去了知觉,直接倒在男人的身上 一炷香的时间不大,东方露出鱼肚白,韩肖明能动了 她拎着颜西瑶飞山上岸,将颜西瑶如扔垃圾一般的扔到地上 颜西瑶疼得睁开眼睛,甩甩昏沉沉的脑袋 抬眼看去,眼前是一个只穿着裤衩 十八九岁上下,满脸怒容的男人 这个男人,长得是很帅,但全身散发出来的杀意,让颜西瑶全身的寒毛竖起 女人,看够了没有 看,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啊 还是个不怕死的主,说吧,你是何人 喂,你别这么冷冰冰的行不行啊 你也看到了,我全身是伤,很快就要死了 你能不能先救我一命,给我找点止血的药啊 这个女人从天而降,害得她差点走火入魔,还敢摸她的兄弟 现在居然还要求她救她一命,没杀她就不错了好吗 你先救我一命,我能接你身上的寒毒 韩肖明惊了,她身上的寒毒,除了她身边最为信任的人,没有人知道 正想质问颜西瑶,却发现颜西瑶已经昏迷了 次日京城郊外的一处别院里 行了,告诉本公,你是如何知道本公身中寒毒的 我是看出来的,你脸颊和嘴唇泛漆,全身病了 我若没有猜错,你身上中的就是寒毒 是吗,邵师傅的二小姐什么时候学会医术,本公怎么没听说 没错,连我爹娘都不知道我会医术 何况是你,我的医术是跟一个神秘人学的 几年前,她就开始,秘密教我医术了 哦,那个神秘人是谁啊 抱歉,我不能泄露她的名号,我曾对天发誓,我泄露她的名号,将死无全尸 你当真能解本公身上的寒毒 嗯,不确定,我得检查过才知道,毕竟我还不知道你体内寒毒的成分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诱骗本公 我诱骗你什么了,我说的事实时啊,没有把脉,没有检查,都不知道你体内寒毒的成分,怎么解啊 现在把脉检查 能解,但我需要药材 看在你是本公未来五皇嫂的份上,本公不与你计较,回你的少师府去吧 啊,什么玩意儿啊,未来五皇嫂,这个男人是什么身份啊 啊,这个男人自称本公,那么在皇宫能自称本公的人除了皇后太子 就只有最受宠的皇子可以自称本公了 难道这个男人是当今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九皇子,韩湘明 就是九皇子韩湘明和时公主韩湘云 却很少有人见过韩湘明的真容 难怪圆如的记忆里,没有关于韩湘明的容貌记忆 诶,等等,我真的能见你身上的寒毒 九殿下,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本公凭什么相信你能解毒 你可以去把你府上的府衣找来 我说药方,看看你府上的府衣是否赞同 乌臣,属下在 去把陈大夫和严君医醒来 是 一刻钟后,府衣陈大夫和严君医一起来到了韩湘明的面前 属下见过主子,属下见过主子 不必多礼,这位严二小姐说能解本公身上的寒毒 本公让你们来听听她说的药方 严二小姐,请吧 霍香,金线藏,如意藏,千年火灵芝 严西尧一口气把需要的药材都说了出来 府衣陈大夫和严君医听得是瞪大了双眼 这药方配的实在是太过精妙 他们还真想不出来 严二小姐,这个药方的确精妙 但想解九殿下身上的寒毒似乎还不够啊 没错,还得配合针灸,推拿,药欲排毒 有希望了,九殿下解毒有希望了 属下相信严二小姐能解九殿下身上的寒毒 别高兴得太早,咱们缺药材 千年火灵芝,整个京城都找不出一桌啊 严君医,你们出去吧 是,输家告退 严二小姐,叔叔,你要和本公做什么交易啊 我帮你解毒,但药材你自己准备 你帮我与五皇子结出婚约 而且现在,我不能回去上师府 你借我点银子,我去外面租个房子 你为何要与本公的五皇兄结出婚约 传言你可是对他一心一意,忠贞不渝啊 那是我以前眼瞎心眼瞎,我才十五岁,大好的青春,可不能浪费在一个渣男身上 行,本公答应你的条件,帮你与五皇兄结出婚约 名字不用紧,这个别人是本公的私人住所 你暂时就住在这里,本公会给你派两个丫鬟伺候你 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们即可 那就多谢九殿下,你尽快派人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最好是火山口的火灵芝 你体内的寒毒,顶多还能压制一年 韩小明点了点头,转身出了房间 靠,这脸怎么黑得跟包公似的呀 这是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洗过脸的节奏 好好好,俗话说一白遮三丑 这张脸这么黑,怎么能好看吗 现在又有一道张宁的伤疤 这跟鬼有什么区别啊 雷先想办法,先把脸上的伤治好 再想办法把脸弄白了 不然怎么出去见人呢 阎西瑶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曾经研究成功的驱八糕 效果出奇的好 突然感觉左手腕一阵冰凉 阎西瑶低头看去 手腕上的手镯散发着红光 韩玉血纹镯 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是我逃过来的那只韩玉血纹镯吗 阎西瑶伸手抚摸着手镯 眼睛却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部队卫生院 哇靠,这太力气了吧 阎西瑶以为自己流血过多出现了幻觉了 把手放开,卫生院消失 再次把手放在手镯上 脑子里想着卫生院 卫生院再次出现 阎西瑶脑子里想着驱八糕 尝试看能不能够取出来 下一秒 驱八糕出现在他的右手中 这个惊喜也太大了 要是这个卫生院 姑奶奶以后啊 都能在这武圣王朝横着走 都娘好身体 和那个狗屁武王子退了婚 就去替原主报仇 原主死得那么惨 那么不甘心 怎么说都占用了原主的身体 才活了过来 原主经历的痛 我都要一一替原主报复回去 奴婢见过二小姐 不必多礼 二小姐 奴婢们是酒店下派来伺候二小姐的 奴婢叫春兰 她叫夏竹 你有事尽管吩咐奴婢们 有来啦 春兰夏竹 是不是还有两个叫秋吉和东梅的 二小姐 您怎么知道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从你们的名字推荡出来的 春夏秋冬 梅兰竹吉 很容易就能猜到 二小姐 该用上了 多谢 颜希瑶坐下来 低头吃饭 两天后 颜希瑶发现了不对劲 她身上的伤都在愈合 唯独这脸上的伤 没有愈合的迹象 这就奇怪了 不至于是因为脸皮厚吧 颜希瑶对着镜子 仔仔细细的看了两遍 终于发现了端倪 我吵你 爷爷个辣子鸡的 谁他妈给姑奶奶 带了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什么辣子鸡人皮面具 这个颜二小姐 说话怎么怪怪的 二小姐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想吃辣子鸡了 辣子鸡是何鸡 就是辣椒炒鸡 二小姐 您现在身上有伤 不能吃心了 等您伤好了之后才能吃 我知道 只是有点嘴馋了 没事过几天再吃 你们俩先出去吧 不用刺好 是 等两个丫鬟都退了出去 颜希瑶开始撕扯脸上的人皮面具 一撕那就是钻心的疼 根本就撕不下来 哇塞 难道这骨带还能有万能教不成 还真让他把脸上那层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给撕了下来 对着镜子一看 忽略那道猙獰的伤疤 园主长相绝美呀 简直就是个标志的绝世美人啊 这张脸可是比颜小蝶漂亮无数呗 王室魔女 你们都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 我定让你们尝尝 身不如死的滋味 颜希瑶在自己的脸上涂上了曲巴膏 重新把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给戴上 这一幕 却恰好被春兰从门缝中看到 春兰震惊的同时捂住嘴巴 主子有情况 什么情况 今日颜二小姐从脸上撕下一张人皮面具 她的脸并非是又黑又丑 脸上有人皮面具 是 有点意思啊 本宫都要看看 她想玩什么花样 主子 颜二小姐似乎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有人皮面具 哦 怎么回事 春兰震严希瑶的那句 我吵你爷爷个辣子鸡的 谁他妈给姑奶奶戴了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跟韩潇明说了一遍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就更有意思了 继续监视 别让她看出端倪 另外 给她准备两套换洗衣服 是 属下告退 颜希瑶照样每天给自己涂抹换药 身体大好 颜希瑶坐不住了 今天一大早 天刚蒙蒙亮 就起床锻炼身体 在院子里跑了几圈 哎呀 哎呀 这圆主的身体啊 真是弱爆了 啊 院子不大 颜希瑶坚持跑了十五圈 便停下休息 春蓝和夏竹 伺候着她洗漱更衣 让她换上一套红色的锦衣长裙 你们这是干嘛 就我这张黑脸 没必要刻意梳妆打扮吧 二小姐 您今天必须梳妆打扮 用完早膳 酒店下要带您进京 进京也不用特意梳妆打扮啊 别弄了别弄了 就我这张黑脸 打不打扮有什么区别啊 春蓝和夏竹对视一眼 这颜二小姐 怎么和传言中的不一样呢 二小姐 今天必须要打扮 酒店下要带您去参加葬礼 啥 参加葬礼 谁的葬礼啊 二小姐请恕罪 奴婢不知 参加葬礼 你们让我穿红色 这不合适吧 让您穿红色 是酒店下交代的 能不能换个颜色 回二小姐 不能 酒店下交代 一定要让您穿红色 好吧 死就死了 春蓝 您给我找块面积 把我脸上的疤 遮起来就行了 不用坏妆 梳个头就行 是 带着她往别院门口走去 酒店下 咱们这是去参加谁的葬礼啊 韩小明看了颜欣羊一眼 也不说话 抬手指了指她 我 参加我的葬礼 没错 就是参加你的葬礼 等等 我回去换回 掉下山崖时 穿的那套衣服 为何要换回那套衣服 我吓死你了 某人 难不成这个颜二小姐 受伤掉下山崖了 跟某人有关 这个某人 她是她的家人 这个女人 经历了什么 没必要话 你穿这套衣服 一样能吓死某人 好吧 那就不换了 马车行了 约某一炷香的时间 便来到了 邵师府门口 主子 到了 颜文中和王室 在门口迎接 前来吊咽的宾客 酒殿下到 酒殿下 里面请 夫人请节哀 没想到颜大小姐 年纪轻轻的 就遭死意外 还真是可惜了 酒殿下误会了 不是大小姐 死的是二小姐 是吗 但为何不是 灵师出来迎接宾客 似乎灵师 才是二小姐的生母吧 酒殿下有所不知 灵师伤心过度 几次昏聚 下官才让王室 出来迎接 不知这二小姐 是怎么死的 回酒殿下 小女士 失足掉下悬崖 活活摔死的 面纱下 严心摇的嘴角 勾起了一抹冷笑 夫人如此伤心 本宫当然以为 是大小姐死 这二小姐死了 夫人不是应该开心吗 本夫人当然开心 我巴不得她早点死呢 酒殿下 说的是哪里话 二小姐 那可是老爷的轻生女儿 臣夫 怎能不伤心啊 本宫说的可是大实话 没想到这个酒殿下 还蛮腹黑的呀 严心摇一身的红衣 出现在邵师府 不少人 开始怯怯思语 天哪 人家办丧事呢 这一身红衣来调研 也不怕被主家红出去 红啥呀 人家都进来了 真不知道这个女人 和阎二小姐有何仇怨 居然穿红衣来调研 哎呀就是 难道就不怕晚上 这阎二小姐去找她呀 葬礼穿红衣 可是对死者打不 噓 你们都不想活了 没看到她身边的人 是酒殿下了 酒殿下 我想去看看我的母亲 嗯 去吧 本宫若没猜错 你的母亲应该在灵堂 跟你烧纸 哼 我还没死呢 灵师果然是在灵堂里头烧纸 双眼无神 仿佛一个木偶一般 只是机械地坐着 往盆里头放着明纸的动作 走到她的身边 蹲下 良心不必难过 女儿没死 女儿还活着呢 灵师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女儿的声音 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瞪大眼睛 扭头一看 烟熙摇将灵师拉起来 将灵师拉到不连背后 那摘下了脸上的面纱 灵师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惊恐地问 你 你真的是摇儿 那棺材里躺的尸体 是谁啊 娘亲 我是摇儿 棺材里的人 一定是严小蝶 找来的尸体 易容的 你最清楚女儿的声音 难道您听不出来吗 你的声音 是很像摇儿 你能让我看看 你的后腰吗 当然没问题 看到严心摇后腰的胎记 这个胎记不会有错 你是摇儿 摇儿 你真的没死 可你的脸 娘亲 别激动 女儿的脸没事 放心吧 女儿回来了 以后有女儿保护你 但现在咱们要演一场戏 我会让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 摇儿 娘亲 您听我说 您现在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您放心 一切有我 娘亲 您现在假装和我吵架 就以我穿红衣为由 把我推到外边去 我要让王氏母女 看到我没死 摇儿 你对付不了他们的 你还是悄悄离开少师府 娘亲找机会来寻你 娘亲 你就听我的 放心吧 女儿不会有事 酒店下会护着女儿的 听到严细摇说 酒店下会护着她 灵事自然就放心了 姚儿 是王氏母女害你的 是不是 娘亲 女儿以前瞎了眼 这一次 女儿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还有五皇子 女儿要光明正大的 与他解除婚约 可是 你与五皇子解除婚约后 该怎么办呀 女人一旦退了婚 以后还有谁敢娶你呀 娘亲 女儿就算是嫁个平民百姓 也不愿意嫁给一个人渣 女儿还年轻 一个处心积虑 想害死我的人 我怎么可能嫁给他 好 娘亲支持你 你想怎么做 棺材里的尸体是谁找来的 是严小蝶带人找回来的 很好 您以我穿红衣为由 向我推出去 然后扯掉我脸上的面纱 让门外的人一起进来开棺验尸 揭穿严小蝶 好 这一次 娘亲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保护好你 娘亲 您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您的 严细摇 对着灵事点了点头 灵事一秒变脸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一身红衣参加别人的葬礼 你安得什么心呀 你给我滚出去 少师傅 不欢迎你 我 我 韩肖明看着灵事母女 这个丫头进去那么久 这母女俩是串通演戏了 看来这个丫头还不笨 想解除婚约 得活着才行 躲在角落里 与五皇子韩肖奇打情骂俏的严小蝶 赶紧跑出来 看到一身红衣的严细摇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是什么人呀 今天可是我妹妹的葬礼 你怎么能穿一身红衣来参加葬礼呢 严小蝶上前 一把扯下了她脸上的面巾 鬼 五皇子韩肖奇 看清楚了严细摇的脸 也是吓得愣在了原地 你别过来 走开 走开呀 五皇子 救我 姐姐在害怕什么 你可是我的姐姐 你知道吗 我在那边好寂寞 好孤独 我得来带你过去陪我呀 不要 你别过来 爹爹救命啊 五皇子 救我 护女心切的严少师和王氏 几步跑到严细摇的面前 将严小蝶护在了身后 可当他们看清楚了严细摇的脸 王氏直接吓得跌倒在地 阎文中则是惨白着一张脸 惊恐地看着严细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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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摇儿 不然父亲以为是谁呢 不 你不是摇儿 摇儿的脸虽然黑了点 但没有疤痕 你到底是谁 我脸上怎么会有伤疤 你得问问你的宝贝大女儿 严小蝶啊 这可是他亲手画上去的 不仅脸上有 胸口还有 全身都有呢 父亲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伤人呢 本皇子不管你是谁 蝶儿那么善良 连一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 你想诬陷蝶儿 你问过本皇子了吗 五皇子 摇儿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护着颜小蝶 似乎不妥吧 正因为姚二是本皇子的未婚妻 姚二已经死了 本皇子当然要护着姚二的姐姐 是吗 五皇子还真是深情啊 就是不知道棺材里的尸体 到底是不是颜二小姐 本宫也很疑惑 这颜二小姐 可是本宫从邵师府后山的山崖下救回来的 这棺材里 难不成还躺着一个颜二小姐 这不应该啊 颜西瑶 怎么可能还活着 今日那么多人在此做见证 颜少师 你就不打算开棺验尸 查明真相 还是颜少师 想替别人送葬吗 老爷 瑶儿的声音 我能听出来 他才是瑶儿 我倒要看看 棺材里的尸体是谁 哎呀老爷 瑶儿啊 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可他也是颜家的二小姐呀 他还是个姑娘 尚未出阁 怎么能够让他死后受辱 不得安宁啊 王氏 你在害怕什么 瑶儿是我的女儿 我同意开棺验尸 你却不同意 难道你知道棺材里躺的是别人 开棺验尸 本宫都要看看棺材里躺的是谁 本宫救回来的人 就是谁 韩潇明的眉头皱了起来 看着颜小蝶那做作的模样 差点吐了 就在颜小蝶距离韩潇明 三尺不到的距离 韩潇明抬一脚 狠狠的一脚 将颜小蝶踹飞了出去 不愧是两面煞神九皇子嘛 干得漂亮 九弟 你太过分了 本宫过分 五皇兄难道不知道 本宫不让任何女人靠近吗 不看好自己的女人 反而来怪本宫过分 这适合道理 你 有谁愿意随本宫 进去开棺验尸的 下官陪九殿下进去 下官也陪九殿下进去也是 棺材盖打开 颜希瑶走上前 在尸体的脸上一阵摸索 众人还没有来得及感叹 颜希瑶的大胆 他就从那尸体的脸上 撕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一张陌生又满是伤痕的脸 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 还真不是颜二小姐 此人死亡时间是四天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并非摔死 从他手上的简材来判断 他是个长期干农活的姑娘 这位姑娘身材与我相似 就这样死于非命 下手之恩还真是狠心啊 颜文中狠狠地瞪了王室一眼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哼 滚到房间里面面壁思过 明日再收拾你 老爷 滚 王室只得让丫鬟扶着颜小蝶回屋 爹爹 你的大女儿想杀我 你就不打算给我的娘亲一个交代吗 你要我给什么交代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姐姐就是害你的凶手 要怪就怪你自己无能 自己愚蠢 你还真是天下好父亲的典范 我颜西瑶为你感到骄傲啊 颜少师 瑶儿也是你的女儿 没想到你偏心至此 既然你如此无情 我要与你合离 九殿下 可否请您带臣妇进宫 臣妇要奏请皇上 允许臣妇与颜少师合离 可以 夫人请起 随本宫进宫吧 多谢九殿下 颜文忠想要阻止却是又不敢 颜文忠颓废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此刻的他 不知道他这样护着颜小蝶是对还是错 颜文忠从地上爬起来 吩咐下人处理尸体 他则是换了巢服 和五皇子往皇宫赶去 韩肖明带着颜西遥和林氏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皇宫 而颜文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守宫门的人不敢拦五皇子 却是将颜文忠拦在了宫门外 韩肖明让颜西遥和林氏等在门外 大大咧咧地走进书房 儿臣参见父皇 父皇 儿臣来看您了 你这个臭小子 你还记得用朕这个父皇 你都多长时间没进宫了 父皇 儿臣这不是来了吗 你也知道儿臣有多忙呢 少跟朕来这一套 说吧 找朕何事啊 呦 父皇什么时候学会占卜算卦了 儿臣找你有事都能算到 朕是你的老子 养你那么多年 还能不知道你的性格啊 夫人 颜二小姐 你们进来吧 臣妇初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你二人进宫见朕 有何事啊 还有你 见朕为何蒙面啊 回皇上 臣女前几天毁容了 面貌丑陋争你 臣女怕吓着皇上 你毁容了 若朕没记错 你是老五的未婚妻 怎么会毁容呢 臣女是被姐姐 严小迪划伤的 胸口还被她刺了一刀 全身都被鞭子 抽得鲜血淋漓 足非九殿下相救 只怕早死于非命了 我 她是你的姐姐 她为何要这么做 她爱慕武皇子 想和武皇子 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杀了我 武皇子和少师府的婚约 就会落在她的头上 嗯 取下你脸上的面纱 让朕敲叫 臣女遵命 皇上看着 严戏摇脸上 那触目惊心的疤痕 下手还真够狠的 你此次进宫 是想让朕 为你讨回公道 不敢 臣女不奢望 讨回公道 臣女是想奏请皇上 允许臣女 与武皇子解除婚约 毕竟臣女现在已经毁容了 配不上武皇子了 严心摇的话 让皇上暗自吃惊 自己受了委屈 伤害 不想着又讨回公道 却是想着与老五解除婚约 只可惜这丫头毁容了 不然 她还真是舍不得 让这样的女子 不做她的儿媳妇 准奏 朕答应你与老五解除婚约 谢皇上恩典 启禀皇上 臣父奏请皇上 允许臣父与阎文忠合理 你为何要合理啊 皇上 您可知道阎文忠 将王室抬为平气 将臣父 软禁在后院杂物间五年 而现在臣父的女儿 被王室的女儿伤成这样 可他只管护着王室的女儿 不管臣父女儿的死活 他妄为人妇 妄为人妇 明儿 他说的可是事实 是 儿臣今日就在等着 儿臣都怀疑 阎二小姐不是他亲生的女儿 哪有父亲这样对自己女儿的 启禀皇上 严少师在宫门口请求入宫 朕还正想找他呢 让他进来 是 微臣参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儿臣参见父皇 老吴 你来得正好 朕已经同意延二小姐与你解除婚约 择日朕 朕重新为你赐婚 你先下去吧 父皇 下去 是 儿臣遵旨 严少师 你可知罪 皇上 微臣 何罪之有啊 何罪之有 朕问你 灵氏和王氏 谁是你的正妻 这 自然是灵氏 是吗 那为何灵氏被你软禁后院杂物间五年 王氏却成了平妻 谁给你的胆子 冲切灭妻的 悲臣知罪 请皇上恕罪 恕罪 五圣汪朝 怎么就除了你这么个败类 还是从一平大怨 灵氏 朕同意你们合离 谢皇上恩典 言文中 宠妾灭妻 暴毙凶手 仍看在你这几年还算安分的份上 官将三级 皇上 微臣知错了 求皇上收回成命 再给微臣一次改过自信的机会啊 行 你问问灵氏是否愿意给你机会啊 皇上 臣服信已经死了 只想合离 求皇上成全 听到了吧 不是朕不给你机会 是你的夫人不给你机会 明儿 朕累了 你来准备和离书和结出混约的诏书 严少师的家产 分给灵氏一本 是 儿臣遵旨 言文中一脸的死灰 心里头恨极了灵氏和严西阳 连带着韩潇明也给恨上了 小丫头 朕给你宣个御医看看能不能治好你脸上的疤痕 如何呀 多谢皇上好意 不必了 酒店下的府衣已经替臣女看过了 将和离书递给灵氏 灵氏满脸感激 也瞬间觉得轻松了一大截 明儿 你监督言文中 让他交出一半家产给灵氏 是 儿臣遵旨 谢皇上恩典 谢皇上恩典 都起来吧 谢皇上 严西遥心中暗喜 这个皇上还真是不错 居然想到分一半家产给娘亲 出了皇宫 韩潇明跟着他们 回了少师府 盘点言文中的家产 王氏和严小蝶的眼里满是狠毒和怨恨 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将灵氏和严西遥杀死 夺回那一半的家产来 皇宫中 皇上越想越是觉得不对劲 这还是他那个不尽女色的小儿子吗 皇上再也没有心思 看作折了 赶紧摆驾皇后的寝宫 皇上驾到 臣妾 恭迎皇上 免礼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您怎么有空过来了 臣来是想和你说说 明儿的事 明儿 怎么了 皇上把韩潇明 带着灵氏母女进宫的事情 跟皇后说了一遍 皇后 你说 明儿 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啊 为何会让一个毁容的丑女 靠近她呀 你说 那个严家的二丫头 和老五解除婚约了 是 朕已经同意了 严家那二丫头毁容了 嫁进皇家也不合适啊 既然解除婚约了 那明儿要是喜欢的话 就让他们定亲也行啊 皇上大吃一惊 以为出现了幻听呢 皇后 不会是疯了吧 皇后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唉 毁容怎么了 太医院那么多的太医 还治不好一道疤痕吗 只要是明儿喜欢 是个女人就行了 臣妾呀 已经是没有任何要求了 好不容易有个女人 能够靠近明儿 只要不是男人 是丑是美 那都不重要啊 这怎么行啊 皇上 难道你希望明儿是端休 这当然不希望 可这严家的二丫头 也实在太丑了 有多丑啊 非常非常丑 臣妾明日去明儿的别院看看 顺便问问抚衣 那丫头脸上的疤痕 还能不能够治好 唉 看看你就知道了 林夫人 你和二小姐 就站住这里吧 本宫的五皇兄和那个女人 绝不会善罢甘休 但还不敢带人到此处厮杀你吗 多谢九殿下 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来 我也好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就你 一点武功都不会 难不成你想使唤 本宫府上的侍卫 帮你报仇啊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 我研究点毒药 将他们全部毒翻不行吗 或者弄点陷阱 让他们有来无回不行吗 果然 最毒女人心意 多谢九殿下收留 明日 我们就去找房子 找到房子 我们就搬出去 林夫人不必着急 本宫已经说了 你们现在出去住不安全 先暂时留在别院吧 来人 带林夫人下去休息 好生伺候 是 林夫人 这边请 丫儿小姐 三日后 你陪本宫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不去 我说了 你自己负责找药材 我得想办法赚钱养家 现在我和我娘 都搬出了上师府 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只要你陪本宫 找到了千年火灵芝 治好本宫身上的寒毒 本宫付你十万两银子 作为酬劳 十万两 没错 再送你一所宅子 死话当真 绝无半句许言 好 我答应了 不过得白纸黑字写出来 万一你以后反悔 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没问题 本宫答应你 把你带在本宫的身边 本宫就不细腻不露出破绽 本宫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能见本宫身上的寒毒 哇塞 发财了 你们搞的 酒店下这么有诚意 本姑娘呢 也送你点小礼物 这颗药丸你吃了 那压制你一个月的寒毒 一个月后我再给你 韩潇明接过药丸 也不吃 转身离开 他当然知道 韩潇明还不相信他 哎 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怕死 就怕别人给他下毒 也不想一想 姑奶奶还在你府上 给你下毒 姑奶奶还没活够呢 大半夜 韩潇明的书房里 府衣和严军医都在 严军医手里拿着那颗黑褐色的药丸 伴赏之后 严军医和府衣同时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 却说不出话来 九殿下 这药丸 您从哪弄来的 还能从哪弄来的 严家二小姐给的 不得了呀 此人医术不得了 九殿下 您快把这药丸吃了 能压制您体内的寒毒 此话当真 严军医和府衣同时点头 这严二小姐的医术 属下甘拜下风 这药缝被我 实在是太过精妙又大胆 绝了 韩潇明半信半疑的 将药丸塞进嘴里 将药丸咽下去 一刻钟后 韩潇明原本冰冷的身体 开始缓缓地暖和了起来 这严家二小姐 真是传言中 那个一无是处的女人 言之扯淡 看来传言不属实啊 这个严西药 隐藏得真够深淡 韩潇明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这样的人才不留在自己的身边 为自己所用 那岂不是可惜了 你们下去吧 准备一下 三日后 随本宫出去找千年火灵 是 属下告退 这个严西药哪里来的药材 制作药丸 在遇到他的时候 他连止血的药材都没有 怎么才过了几天 就制出药丸来了 他没出去过来 难道是以前制作好 放在少师府 这次回去才取回了他 难道他有什么隐藏的身份 他从小没离开过京城 但不成 跟交代医术的神秘人有关 有可能那个神秘人 就是敌国奸细 只要密切监视 本宫就不信 那个神秘人不露面 想到此 韩潇明起身 出了书房 往严西药住的房间屋顶 推去 落在屋顶 轻轻地掀开瓦片 往屋里看去 这一看 韩潇明差点从屋顶上摔下去 屋里的严西药 正一丝不挂地泡在浴桶里 仰着头 闭着眼睛享受 露出的是他本来的面貌 韩潇明俊脸通红 心里暗道 心里暮事 眼睛却是不受控制的 看向严西药那张 白皙细嫩的小脸 他脸上的疤痕 已经淡了很多 只留下一条 肉红色的印子 严西药感觉到 有人在注视着他 猛地睁开眼睛 而此时 韩潇明刚好把瓦片 放回去 严西药 起身穿好衣服 戴上人皮面具 跑到院子里 仰头张望 却什么也没看到 主子也真是的 偷看人家姑娘沐浴 还被人家发现 要不是溜得快 还不得被这 严二小姐抓个正常啊 哎等等 主子不见 这女色 怎么会偷看 严二小姐洗澡 难道主子 转性了 严西药返回房间 四下看了一眼 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 夏竹看着严西药的动作 赶紧闭气 以免被严西药发现 而韩潇明 回到自己的房间 脑海里 全是严西药那张 白细细嫩的小脸 次日一大早 严西药照常起床锻炼 跑得汗流加倍 才停下来 又打了一套军体拳 春兰和夏竹 看的是目瞪口呆 二小姐 您会功夫 会三脚猫功夫 打个流氓可以 日上武林高手 分分钟跳辫子了 这太反常了 竹子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得赶紧请府衣来看看 一刻钟后 无尘带着府衣来到韩潇明的卧房外 主子 您起来了吗 谁 主子 是属下 您没事吧 本宫没事 何时找本宫 主子 现在都尘时了 属下看您一直没起来 怕您 本宫好得很 退去吧 是 无尘赶紧退下 洗漱完毕 刚准备用早膳 门外就传了一声 公鸭嗓通报 皇后娘娘驾到 韩潇明赶紧放下筷子 出去迎接 灵士和严西瑶也迎了出来 皇后进入别院 一声红色便装 贵气逼人 儿臣见过母后 母后 您怎么来了 本宫不能来看看你吗 你好不容易进宫一趟 都不去看看本宫就出宫了 一点也不孝顺 母后 儿臣不是有事吗 你有事 那就只能本宫来看你了 皇后说着 眼睛却是看向了 迎面而来的灵士和严西瑶 名妇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臣女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年礼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皇后上下打亮严西瑶 这身段不错 脸上红纱遮面 把面纱摘了 让本宫瞧瞧 皇后娘娘 臣女的脸毁容了 怕吓着你 本宫知道 本宫就是想看看你毁容成什么样子了 严西瑶大方的缓缓摘下面纱 这也太丑了吧 皇后仔细打亮着严西瑶 细心的她发现 严西瑶只是脸黑 脖子和手上的皮肤却是白皙细嫩 要是能治好 应该不会丑 宁儿啊 去把你府上的府衣叫 本宫有事要问 母后 你想问什么 你去找来便是了 好吧 古尘 去找府衣过来 是 属下遵命 母后 去屋里坐 您用早膳了吗 本宫刚起身就来了 还没用早膳呢 儿臣也刚拿起筷子 您就来了 正好 一起用早膳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臣妇告退 是 臣女告退 很快 吴臣带着府衣来到了皇后的面前 卑职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 免礼 起来说话 谢皇后娘娘 严家二小姐脸上的伤是你处理的 本宫问你 她的伤能够治好不留疤痕吗 回娘娘 卑职无能为力 但严二小姐的医术在卑职和严君医职上 卑职相信她自己应该能治好 什么 此话当真 卑职绝无板具虚言 明儿 这个严二小姐 真的会医术 韩肖明无奈的点头 这丫头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明儿 你去把她叫来 给本宫把把脉 本宫倒是想要看看 她的医术 有多高明 吩咐吴臣 去把严夕瑶带来 吴臣将严夕瑶带到皇后面前 行礼就免了吧 本宫听陈大夫说 你会医术 你来给本宫把把脉 看看本宫的身体 有无问题 是 臣女遵命 燕西瑶答应了一声 上前两步 手指搭上了皇后的脉搏 片刻之后 皇后娘娘 您有片头痛的小毛病 另外您最近半年 越是不太正常 调理一下即可 皇后心里暗自吃惊 这丫头都说对了 丫头 你实话告诉本宫 你脸上的伤疤 还能治好吗 能 臣女能治好 丫头 那你就给本宫 治疗一番吧 是 臣女遵命 皇后娘娘 请移步到房间里吧 服役大人 能借我一副银针吗 当然可以 我这就去拿 多谢 二小姐不必客气 母后 去儿臣的房间吧 嗯 走吧 来到韩潇明的房间 丫夕遥让皇后躺在床上 头朝外 她伸出小手 开始给皇后按摩头部 皇后舒服的 差点呻吟出声 服役拎着药箱 将银针送来了 一番专业的操作下来 韩潇明彻底相信了 丫夕遥会医术 施针结束 皇后觉得全身都轻松了不少 但丫夕遥按摩的手法 更加舒服 她又躺回到床上 头朝外 让丫夕遥继续给她按摩头部 丫夕遥没有推子 继续给她按摩 韩潇明和府衣陈大夫 则是悄悄地退了出去 直到皇后 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丫夕遥给皇后盖好了被子 才捏手捏脚地 离开韩潇明的房间 本宫的母后怎么样了 啊 啊 皇后娘娘睡着了 我去给皇后娘娘拿点药 给她调理身子 去吧 丫夕遥回到房间 四下打量一遍 这几天 她隐隐感觉 有人在监视她 虽然看不到 但还是小心为上 得弄个药箱才行 以后拿药 可以用药箱做掩护 丫夕遥回到正厅 韩潇明见她两手空空 疑惑地问 你不是去拿药了吗 药呢 没有 要进京城去买 这要买个药箱 九殿下 你能借我一辆马车吗 你需要什么药材 本宫让府衣去给你取来 不必出去买 丫夕遥无奈 只得说了一大堆药材 顺便说了 要一个药箱 让吴臣交给了府衣准备 丫夕遥出了正厅 往茅房走去 她还就不信了 她去茅房 还能够有人监视她不成 进了茅房 丫夕遥进入空间卫生院 找了一些乌鸡白凤丸 剪掉外包装 用一张白纸 将药丸包起来 又拿了一些 治疗头痛的正天丸 拆去外包装 用纸包起来 塞进袖子里 丫夕遥想要上楼去看看 却发现根本上不去 楼梯间仿佛有一道透明的墙挡着 从茅房出来 丫夕遥回了房间 半个时辰后 府衣将丫夕遥需要的药材和药箱送来 将府衣打发走 丫夕遥开始整理药箱 将乌鸡白凤丸和治疗头疼的正天丸 装进瓷瓶中 将需要熬的药材找出来 抓好药 拎着药材往厨房走去 今日不适合将药丸给皇后 先熬点药给她喝 来到厨房 先生火熬药 春兰 正在院子里头打扫的春兰 赶紧跑过来问 二小姐 你有何吩咐 你帮我生火 我要给皇后娘娘熬药 二小姐 熬药您吩咐奴婢即可 您去休息吧 有劳了 三碗水煎炒一碗 好的 您放心吧 丫夕遥也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门口 看着春兰如何生火 春兰 你这个火折子 能给我一个吗 二小姐 您要这个干嘛 以后奴婢会负责生火 您有需要分负奴婢即可 还把本姑娘 烧了你家主子的别远不成 丫夕遥转身回房 却在转身时 没注意脚下 身子往前栽 二小姐小心 春兰身形 如同鬼魅一般 瞬间就出现在了 丫夕遥的身边 将她扶住 丫夕遥瞪大眼睛 一脸震惊的道 哇 你教会武功 好厉害啊 春兰 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小姐 奴婢 算了 我不为难你了 你熬熬吧 丫夕遥坐在床边 双手拖着下巴 幻想着自己要是会轻功 能够飞檐走壁 那该有多威风啊 春兰悄悄的片头 看了丫夕遥一眼 跟丫夕遥相处 虽然才只有几天 但她真的感觉 丫夕遥很好相处 可教她武功 自己还真没那个胆 皇后这一觉 睡了一个多时辰 醒来时感觉浑身轻松 精神抖擞 母后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睡够了 你还真别说 丫家那二丫头 揉得可真舒服 明儿 你就把那丫头 留在你的别院 多住上一段时间 本宫有空呢 就来找那丫头 给本宫揉揉头 母后 你能不能别总想起 有的没的 再说了 儿身后天要出一趟远门 您来了也找不到 丫家那丫头啊 你要去哪啊 怎么又要出去啊 儿臣 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嗯 那本宫就把丫家那丫头 接进宫里去 正好啊 让她给本宫 调理调理身子 她也要和儿臣一起去 同行好啊 最好还能够日久生情 那好吧 既然那丫头 要跟你一起去 你可得照顾好她 本宫还等着她回来 给本宫调理身子呢 朱子 杨二小姐和春兰求见 让他们进来 颜西瑶和春兰行礼过后 颜西瑶端起药碗 递给了皇后 皇后娘娘 您把这碗药喝了 这是调理月氏的药 皇后看着这黑乎乎的药汁 眉头就皱了起来 皇后娘娘 您天天就喝这个 明日陈女把药 制成药丸就不难喝了 哦 制成药丸好啊 那明日本宫 可是要吃你制出来的药丸 不用喝这黑乎乎的药汁了 是 明日陈女给您送进宫去 明儿啊 你明日呢 亲自送颜丫头进宫 给本宫送药 保护好她 知道吗 母后 明日儿臣有事 皇后 白了韩潇明一眼 颜二小姐 你现在就去制作药丸 做好了 让本宫的母后 自己带回宫去 是 陈女这就去制作 皇后娘娘 陈女告退 春兰欲言又止 韩潇明叫住了她 春兰 你等一下 主子有何吩咐 你想说什么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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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属下暴露了武功 颜二小姐 让属下教她武功 韩潇明皱了皱眉头 一脸的不悦 你教她一点入门功夫 春兰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一脸不可置信的 瞪大了双眼 你先下去吧 记得 用心点教 是 属下告退 主子不会是喜欢上颜二小姐了吧 不然怎么会对颜二小姐如此特别呢 还有皇后娘娘 看颜二小姐的眼神 那就是婆婆看儿媳妇的眼神啊 看来以后 得对这个颜二小姐更加上心了 颜二小姐 奴婢给您生火吧 先不用 你先帮我把这些药材全部碾成粉末 然后生火熬药 是 春兰将药材抓在手心里 运起内力 将手里的药材捏成了粉末 颜希瑶看得目瞪口呆 颜礼满是羡慕极度恨 二小姐 晚上奴婢教您入门功夫 你说什么 晚上奴婢教您入门功夫 哎呀 春兰 你太好了 谢谢你啊 等药丸搓好 颜希瑶将药丸装进瓷瓶 送去给皇后娘娘 臣女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万福 免礼 快起来吧 以后见到本宫 可免贵礼 多谢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臣女给您送药来了 这个是治疗头疼的药 头疼的时候再吃 一次吃一百粒左右 平时不用吃 这个呢 是调理月室的药 一日三次 一次三十粒左右 皇后看着那小小的药丸 心里甚是感动 皇后看颜希瑶 那是越看越满意 母后 您要是无聊 可以抽空过来 让林夫人陪您聊聊天啊 或者派人 把她接进宫也行 你们这次出去 要去多久啊 不决定 有可能几个月 有可能一年半再 这么久 那本宫还是让林氏 跟本宫进宫去吧 她要是实在想回来 本宫再派人送她回来便是 如此甚好 儿臣担心颜文中 会找她的麻烦 跟在您身边 你让小姐姐能放心了 丫头啊 你放心吧 本宫不会让你母亲有事的 多谢皇后娘娘 这样也好 自己跟韩潇明出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短时间内肯定是回不来的 不必客气 去把你母亲找来 本宫啊 也差不多该回宫了 就把你母亲一起接进宫去 是 严夕瑶赶紧去找母亲 严夕瑶跟林氏说了 皇后要接她进宫的事 林氏说什么也不答应 娘亲 您还是跟皇后娘娘进宫 陪她几天 你想回来 就请皇后娘娘 派人送您回来 您跟皇后娘娘在一起 女儿也比较放心 女儿后天 要陪九皇子出远门 娘亲 你就别让女儿担心了好吗 你要陪九皇子出远门 你们要去哪啊 你们孤男寡女的出门 不太好吧 要去选找一位药材 能治好女儿脸的药材 还要抚衣他们同行 您就放心吧 林氏一听 松了一口气 她当然希望女儿恢复容貌 林氏刚想下跪 皇后阻止道 哎呀别跪了 这些俗礼啊就免了 林氏 你就随本宫进宫 陪本宫一段时间 你要是想回来了 本宫呢 再派人送你回来 是 您付尊命 多谢皇后娘娘太爱 明儿啊 本宫要回宫了 你可得照顾好 阎家二丫头 知道吗 母后 您就放心吧 你儿子的命还指望她呢 能不照顾好吗 皇后带着林氏 出了别院 在御灵军保护下 启程回宫 韩肖明和颜西瑶送到门口 春兰开始教颜西瑶入门功夫 二小姐 您全身放松 奴婢将内力运行路线 在您身体经脉中游走一遍 然后在您体内 留一点内力 您以后就按照这个内力运行路线来运工 好 谢谢 春兰开始输送内力到颜西瑶的体内 在她体内经脉之中游走了两遍 最后留了一丝内力在颜西瑶的体内 然后将一套简单的入门内功心法交给了她 颜西瑶学得非常认真 将入门内功心法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 继续盘膝坐在床上练功 春兰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一练功 颜西瑶就练了一整夜 除了吃饭方便的时间 颜西瑶都在努力练功 一日 一大早 春兰和夏竹伺候着颜西瑶洗漱用早扇 让颜西瑶换上了一套红色净装 看上去英姿飒爽 还有那密丝女侠风范 收拾好包袱 春兰和夏竹手里各拿着一柄长剑 和颜西瑶一起往别院门口走去别院门口 管家备了几匹高头大马 韩肖明已经是等在了门口 而她的身后 还有两个漂亮的女人 府一陈大夫和颜军一也跟在她的身后 那两个漂亮的女人 颜西瑶猜想这两个女人应该就是秋菊和东梅了 韩肖明见到颜西瑶 才一天不见这丫头身上居然隐隐有一丝魅力波动了 你们四个负责保护颜二小姐 是 属下遵命 那个 九殿下 可以让我坐马车吗 我不会骑马 管家 去备马车 是 管家小跑着去准备马车 很快 韩肖明的专属马车准备好了 颜西瑶上了马车 其余人则是骑着马 无尘驾车 一行人往西南的方向行去 一个时辰后 他开始昏昏欲睡 突然 马车杀停 马车前面 站着一个白胡子 白头发 却是红光满面的老人 最突出的 当属老人那通红的 九糟鼻和小眼睛了 小童崽子 出去玩 也不像让我老连家 真是一点药精都没有啊 师父 咱们哪都有你啊 徒儿是出去办事 就不是出去玩 你快回去吧 颜西瑶震惊地看着老人 这个老人居然是 韩肖明的师父 出去办事 我也要一起去啊 你几个师兄 都不带为师玩 为师都快发霉了 你要不带为师去 为师就不走了 老人说完 一屁股坐在马车前的地上 开始耍赖 颜西瑶的笑声 引起了老人的注意 老人看了一眼 红衣红纱遮面的颜西瑶 小眼睛瞬间发亮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老人家的小徒弟 居然带女人出门 哎呀 稀奇 稀奇 太稀奇了 老人说完 身子瞬间腾空而起 轻飘飘地落在马车上 一脸贼笑地看着颜西瑶 嘿嘿嘿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 和我那宝贝小徒弟 是什么关系啊 去车里坐着聊吧 别耽误时间 老人和韩肖明 钻进马车里 前辈我叫颜西瑶 和九殿下是债主关系 我请他一条命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命 是徒儿救回来的 你怎么还蒙着脸啊 晚辈毁容了 怕吓着别人 只好蒙着脸了 嗯 你这小丫头 还是个练武奇才 可你身上 怎么就只有 那么一丁点的 内力波动啊 前辈 我才学了一天的武功 丫头 你有师父吗 颜西瑶有些失落的摇头 哦 你可愿做老夫的关门弟子啊 颜西瑶和韩肖明 都是震惊的瞪大眼睛 师父 你就这样决定了 哎呀 你忘了我老人家会看相了 我老人家看上的人准没错 这丫头以后的成就 可不行 丫头 你倒是说话呀 你愿不愿意当老夫的关门弟子啊 我愿意 我不愿意 老夫没问题 你给老夫闭嘴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的小师妹 你给我好好保护的啊 他要是受一丁点伤 老夫为您试问 韩肖明无语 哎 丫头 为师告诉你啊 加上这个臭小子啊 你有四个师兄 等你呢 正是行拜师礼 为师再一一给你介绍 多谢前辈 哎呀 前辈呢 虽然没行拜师礼 但为师晚上就教你武功了 多谢师父 这还差不多 师父 我不同意你收他为徒 是老夫收徒 又不是你收徒 你俩有仇啊 老夫收徒管你何时啊 本宫不当他的师兄 不当师兄 嘿嘿嘿 你想当什么呀 当父亲啊 那更不可能 老夫又收他为关门弟子 你这个师兄 爱当不当 丫头 以后别叫他师兄 叫他 臭乎臭乖蛋 韩肖明气的发抖 飞身上了自己的马背 丫头丫头 别别管他 整天摆这张臭脸 好像全世界都千难一样 来来来 为师教你一套内功心法 晚上开始练 多谢师父 不过师父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您为何就要收我为徒啊 哎呀 为师不是说了吗 为师会看向 你将来的成就啊 会很大 为师当然愿意收你为徒啊 真的假的 您说的也太炫了吧 我现在才十五岁 将来什么样 谁知道呀 不管你将来准备 反正你也是真正的练武奇才 好好练武就行 好吧 师父 你有什么响亮的名号 没啥响亮的外号 认识的人都叫为师 婴老头 婴老头说完 就开始传授 闫羊瑶内功心法口诀 闫羊瑶学得非常认真 每一个字都深深的记在脑海里 哎呦 这以后多个小时妹子怎么回事 多个小时弟不好吗 真是 谁懂个女人 这以后和她怎么相处 要留她为己所用 现在却成了小师妹 以后签不得重 可咋这样 臭小子 咱们这是去何处啊 火灵山 那晚上在伏羲镇落脚 为师要在那里 举行拜师打理 随你便 去找老夫的徒儿们 告诉他们晚上务必赶到伏羲镇 好的 听老头将八哥从车窗边放了出去 师父 拜师礼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非常要必要 你是不知道呀 为师多想要个女弟子呀 可以前呀 为师看上一个被外面那个臭小子搅晃一个 为什么呀 还能为什么呀 他就是个断袖 不经女子 所以不让为师收女弟子 不是吧 反正呀 他就是不让任何女人接近他 除了他的家人 就只有外面那四个女人能靠近他三尺 也仅仅是三尺啊 多半尺都不行 你老头 你话太多了 再多话 晚上你的拜师礼就别想了 嘿 你个小兔崽子 以前你趁老夫不在 把老夫看上的女弟子都给吓走 今日老夫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你可以试试 嘿 仗着自己有个皇帝老子 就知道威胁我老人家 师父 您这么怕九殿下吗 怕呀 这个小兔崽子说到就能做到 他那皇帝老子最出爱的 只要他出面的事呀 解决起来就跟玩似的 以后呀 他就是你的四师兄 有啥解决不了的事啊 找他准能轻松解决 他那皇帝老子可以不给任何人面子 这个小兔崽子的面子呀 绝对会给 这一刻 燕西瑶才明白 原来他能够轻松的和五皇子解除婚约 母亲能够轻易的和那个便宜爹爹和离 都是他的功务 到了傍晚 他们到了福西镇 福西镇是个小镇 人流量不大 只有一家福西客栈 呦 几位客官 非常抱歉啊 小店今日被人包了 韩潇明皱起眉头 正想转身离开 一道调侃的声音响了起来 小师弟啊 房源百里就这一家客栈 你真要走吗 臭小子 没想到你还先到了 另外两个兔崽子到了没有啊 到了到了 正在安排饭菜呢 大叔 这是你大师兄 欧阳轩 大师兄好 师父 你确定要收他为徒 小师弟能同意吗 本宫当然不同意 可这巨老头非说不可 本宫也没办法啊 看完以后要多个小师妹 这一次估计是这个师弟没办法搅和了 小师妹 你好 大家快进来吧 客栈是我包下来的 踏进客栈 欧阳轩迫不及待的大喊 两位师弟 快出来 咱们有小师妹了 两个一起风发 长相同样英俊不凡的男人 如同一阵风一般 来到了众人面前 雅德 这是你二师兄 祝爽 这是你三师兄 唐少龙 三位师兄好 我叫严西瑶 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 原来师父他老人家 让我们来此 就是要收你为徒 举行拜师大礼 太好了 终于有小师妹了 是啊 终于有小师妹了 走 咱们赶快去准备相案 让小师妹 抓紧拜师 快快快 快去准备 先拜师 好吃饭 是 师父 你就不都考虑考虑啊 不考虑 马上行拜师理 否则还得被你搅晃 严二小姐 你确定要拜这个老变态为师 不考虑考虑 不考虑 我就讲拜师学艺 以后能保护娘亲 也能保护自己 不受伤害 是啊 如果她有能力保护自己 容处就不会被她的姐姐迫害 扔下山崖了 如今 她和她的娘亲 离开了少师府 她不但要保护自己 更要保护她的娘亲 我虽然不希望有小师妹 但她似乎很有必要 学点武功发身 我看中她那一身精湛的医术 而她又有能力保护自己 不是更好吗 丫头 你可得坚定信念 那个小兔子不管怎么说 你可千万不能动摇 师父 你就放心吧 我决定的事 没人能改变 好 师父相信你 房间里 三个师兄 正在准备相案 见韩肖明进来 三人都同时把相案 护在了身后 行了 赶快准备 本宫都饿 本宫负责泡茶 三个师兄 满脸惊叉的 看向韩肖明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因老头 带着严西遥 进了房间 等会儿跪下拜师 先递拜师帖 多谢四师兄 拜师不能戴面纱 最好连你脸上的人皮面具 也不要戴 严西遥震惊的张大嘴巴 这家伙 果然是派人监视他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连谁在你脸上 戴人皮面具 都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呀 有什么好好奇的 几年前我发了一次高烧 等我醒来 脸就莫名其妙的 变得又黑又丑了 现在知道是谁干的了吧 除了王室还能有谁啊 还不算笨 行拜师礼 必须真面目示人 师父和几个师兄 都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拜师结束再戴上 好 多谢四师兄 严西遥说完 抬手摘下面纱 缓缓地撕下 脸上的人皮面具 脸上的疤痕 又淡了一些 韩潇明又一次被震惊到了 呦丫头 是谁划伤你的脸呀 告诉卫师 卫师去帮你报仇 师父 报仇不着急 我会让伤害我的人 生不如死 先让他蹦到几天 丫头你记住啊 以后 有卫师护着你 有你四个师兄护着你 不要让自己受任何委屈 三个师兄也同时点头 看着严西遥那张 绝美的小脸上 那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恨不得马上去帮小师妹 报仇血恨 好了 先行拜师礼 待会儿边吃饭边聊 严西遥手捧拜师帖 跪在婴老头面前 将拜师帖 双手举过头顶 承上 托儿拜见师父 婴老头连连点头 表示满意 韩肖明将盖碗茶 递给严西遥 严西遥接过茶杯 双手举过头顶 师父 请喝茶 婴老头开始驯话 说了一些师门规矩 严西遥牢牢地记在心里 丫头 这是红灵龙经编 为师将它传给你 你好生保管 以后啊 就是你的随身武器 严西遥接过鞭子 多谢师父 你们四个臭小子 给老夫记住啊 丫头是老夫的关门弟子 也是唯一的女弟子 你们以后啊 多帮助她 好好保护她 师父您就放心吧 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您不交代 我们也会好好保护她的 欧阳轩说完 从怀里掏出了一把 精致的匕首 递给严西遥 小师妹 这是聂龙笔 大师兄送你的见面 多谢大师兄 其余人一脸震惊地 看着欧阳轩 这聂龙笔 可是他从来不离身的宝贝 别人碰一下都不行 这家伙居然舍得送给小师妹 小师妹 这是一本镇法秘籍 有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来问我 多谢二师兄 小师妹 这是唐门暗器 梨花飞针 遇到危险 按下这个按钮 就能发射毒针 多谢三师兄 大伙都很期待 韩肖明会送什么 本宫什么都没准备 等回京城补给你 众人一脸的不屑 谁不知道 这个师弟对男人一向大方 对女人一毛不拔 韩肖明也不在意 转身往楼下走去 小师妹 你别介意 他就这样 我没在意 其实刚才 他已经给过一定金元宝了 让我给师父红包 金元宝 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 不过一定金元宝 就像打发老夫的宝贝酒托家 门都没有 等回京了 你记得找他要留我 师父 礼物不重要 这样的是我有师父 有师兄 这就足够了 那咱们请 师兄送小师妹礼物 天经地义 等回京啊 我一时亲自去为你要 嘿嘿嘿 走走走 现在去吃饭 饭桌上 严西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并将自己那又黑又丑的人皮面具戴上 小师妹 你为何要戴一张这么丑的人皮面具啊 这是我的仇人 在几年前给我戴上的 现在还不是拿掉的时候 原来如此 你放心吧 我们几个师兄都不会泄露出去的 嘿嘿 没想到老夫的小徒弟居然是严家的二小姐 哎呀 只可惜啊 你爹 不配为人父 离开了也好 丫头 以后啊 师父和你的师兄 就是你的娘家人 看谁还敢欺负你 严西瑶感动的点头 心里甜滋滋的 来 庆祝师父收徒 咱们多了个小师妹 干杯 哎 干 干 来 吃完饭 大师兄 二师兄和三师兄 因为还有事 连夜离开福西镇 婴老头把严西瑶抓到屋顶 让他在屋顶上打坐练功 他静静的陪在一旁 天亮后 婴老头又开始在客栈后院 教严西瑶鞭法 看着师父掩饰了一遍 严西瑶信心满满 用力的将长鞭甩出去 却在收回长鞭时 那长鞭如同活物一般 缠上了他的脖子 差点把他给勒死 韩潇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开始给严西瑶做示范 并告诉严西瑶鞭子使用的技巧 该如何用巧机 在练一炷香的时间 该赶路了 看着韩潇明离开的背影 严西瑶啪啪嘴 有了韩潇明的提点 严西瑶很快便掌握了鞭子的使用技巧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严西瑶收鞭 打算去吃早餐 却没想到 韩潇明他们 已经是吃完在门口等着了 嘿小童仔大 我老人家还没吃早饭呢 你就那么着急啊 不能耽误我老人家吃早饭吗 前辈 主子已经给您和二小姐打包了 你们到马车上吃 这还差不多 严西瑶和鹰老头上了马车 打开纸包 纸包里是两包肉包子 师父啊 大清早的喝酒对身体不好 晚上睡觉前可以喝点 来天就不要喝了 鹰老头收起酒葫芦 我也是不喝啊 晚上再喝 这话要是让严西瑶的几个师兄听到 必定会惊掉下 鹰老头又开始让严西瑶 记心法口诀 中午时赶到一个小镇 一行人在小镇上闲逛着寻找饭馆 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带着两个丫鬟和几个家丁迎面而来 这个女人是小镇上首富的女儿 长相一般般 她一眼就看到 骑在马背上的韩肖明 女人一脸痴迷的看着韩肖明 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本小姐 走 今日本小姐要将这个男人拿下 带回家做夫君 见韩肖明一行人进入了饭馆 女人笑的是花枝乱颤 这个饭馆正是他家的产业 女人心生一计 得知了韩肖明他们点了哪些菜 女人让丫鬟找掌柜 掌柜的给了丫鬟一包迷药 女人将迷药放进韩肖明他们点的菜里 便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看着他们 菜刚上桌 阎西瑶皱了皱小鼻子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再将菜放回了盘子 菜里有毒 是迷药 婴老头震惊地看着颜西瑶 丫头你会医疏啊 颜西瑶点点头 他奶奶把凶手影出老夫倒要看看谁敢在老夫的菜里下毒 严军医和府医陈大夫也是发现了这菜里有毒 丫西瑶点点头 把手伸进袖子里 一着摸索 从空间里取出解毒丸 严军医拿着解毒丸 回到他们做的那一株 将解毒丸放进茶壶中 大伙先喝了一杯茶水 若无其事地拿起筷子 开始吃菜 躲在角落里的女人 看着几个人开始吃菜 心里窃喜不已 等饭菜吃得差不多了 几人才假装晕倒 趴在桌子上 女人带着丫鬟和家丁笑着走了出来 把他们给本小姐全部带走 今晚本小姐就要和她拜堂成亲 周围吃饭的人 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家丁丫鬟刚上前准备动手 春兰下烛 秋菊东梅和吴晨 顺踢起身 抽出长剑 架在了几人的脖子上 女人傻眼了 丁老头一脸坏笑的看着女人 将女人身上戴着的金银珠宝 全部都摘了 塞进怀里 臭小子 这个女人是冲着你来的 你看着办 韩晓明冷着脸站起身 吐出一口鲜血 昏死过去 这小姐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伤了我家大小姐 不等掌柜的说完 小师妹 这几个人留给你练手了 来人 给本宫换鞋 韩晓明说完 坐回桌子前 颜西瑶缓缓起身 扭动了一下脖子 对着几个家丁丫鬟冲了过去 几个家丁还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但颜西瑶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灵活的身体 穿梭在几个家丁之间 手脚并用 连踹带走 打得好不过意 虽然师父还没有教他拳法 但特种兵的军体拳 也够几个家丁喝一壶的了 韩晓明看着颜西瑶 那奇怪的拳 每一招都霸气十足 虽然是女人 气势 却是不输给男人 几个家丁和丫鬟 被颜西瑶狠狠地碰揍了一旦 还没打过瘾 颜西瑶又将目光 看向了在一旁 早已目瞪口呆的饭馆掌柜 颜西瑶一步一步靠近 颜西瑶一脸嫌弃的 抬脚狠狠地 一脚踹在掌柜的胸盘上 这一脚力道十足 掌柜的倒飞出去 虽然没有吐血 却也昏死了过去 春兰 给二小姐换鞋 夏竹 带二小姐去洗手 是 春兰赶紧转身 跑出去 给颜西瑶拿鞋子 夏竹则是拉着颜西瑶去洗手 我不用换鞋 她都被你吓得尿裤子了 你踹了她不换鞋 不嫌脏吗 我又没踹她裤裤 韩晓明抽了抽嘴角 必须换鞋 不换鞋 别上本宫的马车 我去 严重解脾症啊 踩她地上不脏 踹别人一脚就嫌脏 什么玩意儿啊 颜西瑶撇撇嘴 跟着夏竹去洗手 洗完了手 春兰伺候她换鞋 韩晓明起身就往外走 鞋子直接扔了 春兰 你家主子每踹一个人 就要换一双鞋子吗 是的 二小姐 主子每次踹一个人 就要换上一双鞋 那上次她踹颜小蝶 怎么没见她换鞋啊 换了 在您和您母亲上马车之前 就换了呢 我去 我怎么没看到啊 吴晨只是扯了扯嘴角 并没有再多说话 生怕韩晓明问罪于她 严重 你这个师兄就是这样啊 踹了男人还好 踹了女人啊 必须换鞋 她每次出门啊 都得戴好几双鞋子 否则根本不够她换啊 那要是哪个女人摸了一下她的手 她会不会把自己的手给剁了 不会 但她会把别人的手给剁了 严西尧瞬间毛骨悚然 抬起自己的手看了看 还好自己摸了她 还摸了她的兄弟 她没把自己的手给剁了 自己晕倒在她身上 她没把自己给大血八块 反而把自己揪上 妈呀 想想都害怕 还好自己会医术 太他妈幸运了 差点小命不保 丫头 你在想什么呀 啊 没什么 师父啊 四师兄 剁过女人的手吗 当然多过 上了马车 一行人继续赶路 严西尧则和婴老头在马车里低声八卦 八卦的对象自然是韩肖明 师徒俩八卦了好一会儿 婴老头从怀里掏出从那个女人身上搜刮来的首饰 全都塞给了严西尧 来来来来 严头 这些都给你 师父 您自己留着吧 托儿不喜欢这些东西 给你你就拿着 你要是不喜欢带呢 就拿去卖了 再买自己喜欢的就行了 师父 还是您自己留着吧 拿去啊 卖了换好酒喝也行啊 拿着 回事要喝酒 还需要卖这些破话样吗 别推辞了 你赶快睡一会儿 晚上你还得练功 那好吧 多谢师父 皇宫中 皇后让灵氏陪着她去逛御花园 灵氏小心翼翼的陪在皇后身边 有意走在皇后的身后 哎呀 灵夫人 本宫又不会吃人 让你陪着本宫逛个御花园 你搞得像个下人一样 本宫都不自在了 可是 娘娘 哎呀 没有可是 跟本宫定牌走 是 灵夫人 本宫让你进宫来呢 是让你来陪着本宫几点闷儿的 你又不是下人 不要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是 民妇都听您的 灵氏发自内心的笑 拉着皇后的手臂 像是一对姐妹一样 有说有笑 突然 刷的一声 皇后的裙摆 被御花园里的树枝刮破了 哎呀 这可是本宫最喜欢的一套衣裙了 就这样破了 太可惜了 灵氏蹲下身子 拉起皇后的裙摆 看了看 皇后娘娘 您要是信得过臣妇 臣妇帮您缝补一下吧 补了也不好看了 还算 一套衣裙而已 扔了就扔了吧 缝补一下试试 不好看 再扔不迟 这么好的料子 又是您最喜欢的 就这么扔了 怪可惜的 好吧 本宫听你的 补一下试试 两人回了皇后请宫 皇后将衣裙换下来 交给灵氏 吩咐贴身宫女 去绣衣房 取来丝线 灵氏挑出需要的丝线 开始给皇后缝补衣裙 速度非常快 皇后在一旁静静的看着 两个多时辰后 皇后惊讶的 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 只见灵氏在刮破的裙摆处 绣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凤凰 将整件衣裙衬托的 更加好看了 哎呦 林夫人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绣的也太逼真了 就跟活的一样 灵氏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哎 林夫人本宫有个想法 咱们合伙开上一家绣房 如何呀 本宫来出钱 你出绣品 赚的银子呢 咱们三七分 本宫三成 你七成 灵氏震惊的看着皇后 半晌说不出话了 她没听错吧 皇后居然要跟她合伙开绣房 哎呀二八也行 本宫两成 你八成 灵氏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很疼 不是换听 皇后娘娘 这怎么能行 哎呀好了 本宫占一成 你就给句通筷话 开不开 皇后娘娘 您听名副把话说完吗 开绣房 没问题 但必须对半开 咱们各占一半 还是四六吧 本宫四成 你六成 对半开 各占五成 您要是非得四六 那名副四成 您六成 哎呀对半就对半吧 您先休息一下 本宫出去一趟 灵氏笑着点了点头 皇后拿起衣裙 叫上贴身宫女 匆匆出门 往皇上的御书房走去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求见 让她进来 皇上 您快看呐 皇上放下手中奏折 抬起头来 一眼就看到皇后衣裙上的凤凰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是出自何人之手 这是灵氏帮臣妾缝补的 这绣宫啊 连宫中的顶级绣娘 都得甘拜下风 不错 没想到这灵氏 还有这方面的手艺啊 皇上 臣妾有一事相求 你是想把灵氏留在绣衣房 不 臣妾想与灵氏 合伙开上一间绣房 赚得银子平分 这事可行 朕支持你 明日朕便派人去找店铺 对了 你不是去明儿的别院 看灵氏的女儿了吗 回来怎么都不跟朕说说 皇上 咱们的明儿啊 可是捡到宝了 严家的二丫头 还是个神医呢 比严君医和明儿府上的 府衣医术还要高明呢 他亲口告诉臣妾 他的脸能治好 臣妾这两天 就趁那丫头 给臣妾治得要完呢 皇上看着皇后的脸色 发现皇后的气色比以前好了一些 一脸的不可思议 那丫头什么时候会医术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哎呀 管她什么时候会医术的 反正啊 明儿是捡到宝了 臣妾不管啊 那丫头是唯一一个能够靠近明儿的姑娘 你可不许为难那丫头 不为难 没想到燕文中不要的母女都是才女 你和灵氏合伙做生意 咱们尽量撮合明儿和那丫头 这灵氏啊 就是咱们的亲家母 以后啊 这两个才女都是咱们家的 真怎么可能为难她们呀 哎呀 幸好老五和严家的二丫头解除婚约了 否则啊 咱们呢 也没这福分 皇上 等到明儿回来 您也让那丫头给您啊 调理调理身子 说不定等他们回来 那丫头已经把脸给治好了呢 好 能治好最好不过 就算治不好 只要明儿喜欢 朕也不会阻拦 朕还真怕明儿这孩子 喜欢的是男人啊 可不是嘛 臣妾呀 都担心死了 哎呀 别瞎担心了 走 朕陪你啊 一起去见见灵氏 和她商量一下 开秀风的具体细节 好 多谢皇上 哎 都老夫老妻了 还说什么写不写的 走吧 来到皇后请宫 皇上不准下人通报 和皇后一起携手 走进房间 灵氏正拿着花银 绣着图案 皇上皇后逐渐靠近 她都没有发现 直到皇上皇后 停留在她的面前 她才猛然惊觉 灵氏起身 想要跪下行李 跪就免了 灵氏 朕想问你 言文中知道你会辞修吗 她还真不知道 她很少进名副的院子 不知道更好 让她呀 后回去吧 灵氏 朕支持你和皇后 合伙开店 好好干 多谢皇上 不必多礼 都坐下来 好好商量一下开店的细节 皇后拉着灵氏坐下 三人商量起了开店的细节来 燕西摇在马车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时已是接近晚膳时分 眼看着天色已晚 韩肖明吩咐的 胡晨找地方休息 是 主子 胡晨将马车继续往前赶了一段距离 找了一片空地停下 下了马车 嘿嘿嘿 压倒了 走 我也是带你去打令 哈 师徒二人往林中走去 韩肖明漫不经心地 跟在燕西摇和鹰老头的身后 今晚必定要在野外露营 需要的柴可不少呢 韩肖明跟了一段距离后 静止往另一边走去 没过多久 两人发现了一只 仓皇逃窜的小鹿 鹰老头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 当成暗器扔了出去 准确无误地打在了小鹿的头上 将小鹿打晕了 燕西摇兴奋地跑过去 将小鹿捡起来 一股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抬头看去 一群狼正向他扑了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狼群 燕西摇头皮发麻 鹰老头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了燕西摇的身边 这群狼给你练练变法 放心 有威士在 这群处生啊 杀不了你 燕西摇点点头 取下腰间的长鞭 做好攻击准 鹰老头飞身上了一旁的大树 啪的一声 燕西摇甩出长鞭 狠狠地抽在 离他最近的狼身上 燕西摇挥动着鞭子 一边又一边地 抽打在狼群身上 想要偷袭燕西摇的狼 惨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你这臭小子 别跟老夫说话了 还好你出手了 否则丫头就得受伤 是你要跟徒儿 炫耀你的女弟子 徒儿可没主动跟你说话啊 是吗 老夫记得 是你主动跟老夫说话的 你不跟老夫说话 你怎么会站在老夫的身边啊 韩潇明无语了 这老头还真会 给自己找理由开脱 此时的燕西摇 已经是汗如雨下 气喘吁吁 看着燕西摇累得快脱力了 你师妹体力不支了 你去帮他一把 把狼群赶走 韩潇明无动于衷 装作没听到 英老头狠狠地瞪了韩潇明一眼 想他三年之内成为武林高手 他就必须突破极限 再让他练一会儿 没倒下 不要去救他 英老头想了想 韩潇明说得对 燕西摇体力越来越差 眼看着燕西摇即将落入狼口 英老头和韩潇明同时动了 武陈也跟在两人身后 三个男人将燕西摇护在中间 呀呀呀 丫头 没事吧 没事 就是体力透支 累死我了 你休息一下 咱们再回去 天都黑了 练那么一块鞭子就累成这样 一本公看 你还是放弃练武吧 原本全身无力的燕西摇 被韩潇明这阴阳怪气的一次击 白了韩潇明一眼 从地上爬起来 拍拍屁股往回走 鹰老头赶紧拎着小鹿跟上 韩小鸣嘴角勾起一抹 若有似无的弧度 慢慢悠悠的跟在他们身后 乌尘 把狼皮和狼牙取了 是 手下遵命 回到空地 严西瑶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 正想爬到马车上去休息 还想去睡觉啊 还不抓紧时间练功 难不成你还真想放弃啊 你身上那么脏 别把本宫的马车弄脏了 我去 又来了 为了十万两银子和一所宅子 先忍忍吧 严西瑶搭拉着脑袋 走到一旁的树下 盘膝而坐 开始练功 鹰老头在他的旁边坐下 为他护法 韩小鸣则是飞身上树 躺在树丫上闭目养神 严西瑶没过多久 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半个时辰不到 阵阵烤肉的香味弥漫开来 鹰老头馋得是直咽口水 严西瑶却是纹丝未动 严西瑶还是没有动 春兰留了一只鹿腿给他 其他人则是大口的吃了起来 吃完肉 韩小鸣飞身上树 躺在树丫上睡觉 天快亮时 严西瑶睁开眼睛 欣喜地发现 内力增长了不少 严西瑶明白了 在内力消耗殆尽的时候 练功有助于他增长内力 这个死傲娇 直说不就完了吗 干嘛非得阴阳怪气的 惹人讨厌 二小姐 快过来洗把脸吃点东西吧 饿坏了吧 洗完脸 严西瑶抓着烤鹿腿 不顾形象的大口吃了起来 二小姐 你慢点吃 不够 等会儿还有狼肉呢 韩小鸣从树上下来 看着严西瑶的吃相 嘴角狂抽 这还是个女人吗 严西瑶刚想上马车 你身上那么脏 也好意思上马车吗 先跑二十里 再换衣服上马车 四师兄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耶 想让我这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小师妹 锻炼肉体强度 你直说不就好了吗 干嘛非得阴阳怪气的呢 你少自恋了 你跑不跑 不跑就肯去换衣服 跑 当然跑 四师兄也是一片好心 我怎么能让四师兄失望呢 你说是吧 严西瑶说完 扭头就跑 速度不快不慢 韩小鸣嘴角勾起 一抹不明显的弧度 和京城里的那些 雍之俗粉完全不一样 很有头脑 居然还能够猜透他的心思 看来以后可以和他和平相处 主子 属下陪着二小姐一起跑 属下也该锻炼锻炼了 嗯 去吧 快步追上了颜西瑶 主子 我们也该锻炼了 我们陪二小姐一起跑 三人说完 快步追上颜西瑶 陪着他一起跑步 臭小小子 看到没有啊 你的小师妹就是这么有魅力 你不是还欠你小师妹一份礼物吗 这四个丫头就是最好的礼物 你把这四个丫头送给他吧 你小师妹现在武功还太差 这四个丫头武功都不弱 可以保护你小师妹 原本突然还想等回京 带他去库房让他自己挑领 既然这四大暗影都不排斥他 那行吧 就把这四大暗影送给他了 丫头 你等一下 你四师兄要送你礼物 丫西瑶停住脚步 转身一脸疑惑地看着韩潇明 既然你成了本宫的小师妹 三个师兄都送了你礼物 本宫就将四大暗影 春兰 夏竹 秋菊和东梅送给你 丫西瑶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四大暗影和无尘也是同样的震惊 你们四个可愿意追随本宫的小师妹 春兰第一个跪下说道 属下愿意追随二小姐 其余三人对视一眼 也都跟着跪了下来 属下愿意追随二小姐 很好 从现在开始 本宫的小师妹就是你们的主子 你们务必保护好她 是 属下愿意见主子 我是在做梦吗 春兰 我是不是做梦了 小姐 您没有做梦 以后您就是属下的主子了 丫西瑶还是不敢相信 抬手在自己的脸上掐了一把 哎哟 哦 很疼 这不是做梦 韩湘明吃做药了 不过这个礼物我喜欢 嗯 都起来吧 以后你们跟着我 我绝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多谢主子 四师兄 你可不能反悔哦 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是我的人了 本宫没那么小气 送出去的礼物 岂有药回来的道理 耶 多谢四师兄 四师兄 你最好了 颜西瑶兴奋的跳了起来 看着颜西瑶这开心的样子 韩湘明心里头莫名的有一丝异样的情绪 哎 臭小子 丫头是个不错的姑娘 你可得好好把握啊 把握什么 要不是你开口 本宫才舍不得将四大暗影送给她呢 四丫四鹰 有人看着丫头 老夫倒要看看你 是不是还不动于衷 还能把握什么呀 当然是对丫头好点 别总是阴阳怪气的 本宫就这样 也不是不知道 本宫讨厌女人 你还非得说个女弟子 老夫愿意 嘿嘿 你讨厌女人又如何呀 她就是你小师妹 你就必须对她好 本宫对她还不够好吗 四大暗影都送给她了 臭小子 你实话告诉为师 你是不是喜欢男人啊 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宫喜欢男人了 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呀 本宫不喜欢男人 也不喜欢女人 有人太麻烦 就拿本宫父皇的后宫来说 那些女人为了上位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些女人能和你小师妹比吗 她要是喜欢权势 又怎会和你五皇兄解除婚约啊 韩潇明看着严细瑶的背影 希望她不是父皇后宫里的那一类女人 为了权势不择手段 或许是心情好 严细瑶坚持跑了接近三十里地 才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 停了下来 春兰拿着手帕给她擦汗 又休息了一会儿 才钻进马车里换了一套衣服 中午时赶到一个小镇 在小镇上用完午膳 没有多做停留 继续赶路 上了马车 严细瑶就抓紧时间休息 晚上还得继续练功呢 如此日复一日 转眼过了十来天 这天晚上 又是在野外露营 用完晚膳之后 阴老头开始传授严细瑶轻功 气沉丹田 将内力运到脚下 掌握好平衡啊 严细瑶按照阴老头传授的方法 将魅力运到脚下 身子往上跳跃 嗖地下 严细瑶飞到了半空中 救命 四大暗影 刚想飞身去救严细瑶呢 韩潇明的身影 却是快了一步 飞身来到了严细瑶的身边 大手准确无误地 抓住了严细瑶的腰带 严细瑶正暗自庆幸得救了 腰带散开了 韩潇明脸色一变 一把搂住了严细瑶的腰 抱着他 往远处飞育 避开所有人 韩潇明将严细瑶放下 转过身 往前走了几步 背对着严细瑶 你赶快把衣服整理好 严细瑶低头看着自己 外套散开 露出了红色的肚冻 赶紧把衣服拉好 他的腰带 还在韩潇明的手中呢 四师兄 你是不是应该先 把腰带还给我 韩潇明看了一眼 自己还抓在手上的腰带 俊脸瞬间就红到了耳朵根子 伞手将腰带递了过去 两人之间的距离 伸手够不到腰带 严细瑶只好往前走了几步 却在即将拿到腰带的时候 没注意脚下 右脚被杂草给绊了一下 身子往前栽去 严细瑶的鼻子和韩潇明的后背 来了个轻易接触 哎呀我去 四师兄 你后背是有铁板吗 只是感觉到严细瑶摔向他 他紧张得全身肌肉紧绷 顾不上鼻子 严细瑶一把夺过腰带 仰着头快速把腰带系上 看到严细瑶流鼻血 他赶紧掏出手帕 递给他 快擦擦吧 都流鼻血了 四师兄 你背上是不是有铁板啊 怎么那么硬啊 没有 回去吧 严细瑶一把抓住他 往他的背后摸去 韩潇明一正 身体瞬间紧绷 强忍着抬脚的冲动 心里不停地告诫着自己 他是小师妹 不能穿 不能穿 千万不能穿 真没铁板 四师兄 你那么紧张干嘛 放松点 难怪能把我鼻子撞得流血 妈呀 差点小命不保 哎呦 严细瑶 你个健忘的笨蛋 不是说了在打不过他之前 要离他远点的吗 还好今天没被穿 万一他没忍住 就BBQ了 韩潇明松了一口气 放松 慢慢地跟在严细瑶的身后 还好忍住了 一脚没踹出去 以后得离小师妹远点 小师妹 你鼻子没事吧 四师兄 下次你要是不想救我 你就别救 春莱他们会救我的 你看看 现在我鼻子都流血了 你说有什么没事啊 好好鼻梁我没做 否则我鼻子扁了 你负责啊 是你自己撞上本宫的 哎 你要是不撞我腰带 我腰带会散吗 我还会撞上你吗 抱歉 本宫不是故意的 看在你道歉的份上 原谅你了 你现在还达不到内力 收放子儒 刚开始练军功 并不是要将所有的内力 都用到脚下 而是飞起来以后 要迅速用到全身 一起来掌握平衡 严细瑶认真地 听着韩潇明的讲解 忍不住 再次运转内力至脚下 搜地下 严细瑶再次腾空而起 下一秒 身子还是不受控制的 往下掉 但这次并不是大头朝下 身体放松 借力再来 严细瑶放松身体 再次飞起来 如此反复几次 严细瑶找到了感觉 开始尝试着往前飞 却不会转弯 眼看着就要往树上撞去了 心里紧张的他 忘了收回内力下落 严细瑶吓得大喊 有装束了 救命啊 韩潇明脚尖一点 瞬间就追上了严细瑶 拉着他的小手 缓缓落地 笨蛋 你就不会接力转弯吗 再来 严细瑶眨眨眨眼睛 笑嘻嘻地继续练着轻弓 韩潇明 只得跟在他的身后 保护他 随时出声提醒他 下一步该怎么做 回到露营地 严细瑶体内的那点内力 再次消耗殆尽 一丝都不剩 疲惫感 蔓延至全身 不用韩潇明刺激 严细瑶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 开始练弓 今晚本宫守夜 你们该休息的休息 该练弓的练弓 韩潇明说完 飞身上了严细瑶身后的大树 山岁冷宁的目光 如同猫头鹰一般 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此日 除了严细瑶 所有人都已经从练弓之中醒来 大伙只好先吃了 吃完早餐 严细瑶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韩潇明无奈 只好继续停留 皇后和灵氏合伙开的绣房 今日正式开业 绣房取名为如意绣房 是皇后取的名 一大早 灵氏和皇后就带着下人到店里忙活 准备开业 皇上交代皇后 务必等他和太子韩潇雷下潮之后 赶到店里再开业 言文中带着王氏母女和家丁赶到了绣房 一眼就看到了 灵氏正和皇后有说有笑 赶紧停住脚步 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居然敢在京城里开绣房 老爷 一会儿他的店开业的时候 咱们就上前去捣乱 看他还怎么开 你想死你自己去 别连累我 你没看到皇后在他身边吗 什么 他旁边的女人居然是皇后 他算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小小的绣房开业 居然惊动了皇后娘娘 那个贱人旁边的 的确是皇后娘娘 今天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 等绣房开业后再想办法让那个贱人开不下去 言小谍话音刚落 皇上和太子在御林军的簇拥之下缓缓走来 这一幕让言文中惊叼了下巴 皇上和太子到来 皇后和灵氏笑着迎了上去 臣妾恭迎皇上 您赴恭迎皇上 免礼都准备好了吗 回皇上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您来接点开业呢 皇上点了点头 扭头看向了围观的老百姓们 一眼就看到了混在人群之中的言文中 言文中不敢与皇上对视 微臣参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太子殿下千岁千岁 千千岁 围观百姓一听 赶紧跟着跪下来请安 免礼都起来吧 谢皇上 这个秀坊是朕的小儿子九皇子的产业 聘请凌夫人为秀娘 今日九皇子有事外出 店铺开业 就由朕和太子出面主持大局 还请乡亲们往后多多管兆 百姓们一看到皇上 如此和颜悦色又亲民 对皇上的好感倍增啊 这店铺是冷面煞神九皇子的产业 他言文中纵使是有三头六臂 也不敢来找灵氏的茬 皇上若有所思的 看了言文中一眼 言文中 等你看到这灵氏的绣品 朕倒是要看看你会不会后悔 乡亲们 绣坊的样品都是灵夫人亲手绣的 若是有喜欢的样品 今日就可定制 现在朕宣布如意绣坊 正式开业 如意绣坊四个烫金的大字 霸气十足的呈现在众人面前 我的天啊 这绣工也太好了 跟真的一样 是啊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绣品图案呢 哎呀不行 我得定上几个图案 将来啊 给女儿做嫁衣用 我也要定 太好看了 简直就跟活的一样 言文中看到样品 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和灵氏做了十几年的夫妻 他居然不知道 灵氏居然有如此好的手艺 就是早知道这绣坊就是他严家的产业了 皇上看了言文中意 心里止不住的冷笑 灵氏的样品太过于出彩 绣坊的生意非常好 皇后笑的那叫一个得意 另一边 颜希瑶直到中午还是没有醒 依然是沉浸在练功之中 直到傍晚 英老头发现了他的异样 周围的能量 不停的往颜希瑶的身体里头钻 哎呀快 给丫头护法 他要突破了 全部都围在颜希瑶的身边 不让任何外界因素 影响了颜希瑶突破 颜希瑶眉头紧皱 魅力突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给我 一鼓作气 直接是越过人级 突破到了繁级 又过了半个时辰 颜希瑶才睁开眼睛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差点没把他给熏熏过去了 什么味道这么臭啊 主子 您快跟属下去洗澡 那边有条小溪 您刚突破 体内排出不少杂志 是您身上排出的杂志臭 颜希瑶闻言 拉起袖子来一看 自己的皮肤上 还真是有一层黑灰呢 快去洗澡 臭死了 我靠 真的太臭了 颜希瑶往小溪边跑去 春蓝抱着衣服 四大暗影跟在颜希瑶的身后 来到了小溪边 颜希瑶连衣服都没有脱 直接跳进了溪水里 妈呀 这溪水也太凉了 冻死个人 主子 现在可是深秋季节 山里流出来的溪水当然凉了 您先忍耐一下 把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属下给您洗干净 却确实是没有注意到 他身上的疤痕 已经是全部消失不见 皮肤细密光滑 快 快给我穿衣服 冻死我了 夏竹 秋菊和东梅 快速地给颜希瑶穿上衣服 终于换过来了 差点冻成冰棍 主子 您的脸还没洗 颜希瑶眨眨眨眼睛 猛然想起来 他脸上有人皮面具 面具下的脸还没洗 颜希瑶重新走到小溪边蹲下 撕下人皮面具 把脸清洗干净 将人皮面具也清洗干净 颜希瑶站起身 手里拿着人皮面具甩水呢 主子 您的脸完全恢复了 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而且现在皮肤比以前更好 就像刚包了壳的鸡蛋一样 主子 您实在是太美了 主子真的好美 比京城任何女人都漂亮 主子 这个人皮面具又黑又丑 您就别戴了 这样多好啊 我现在还不想恢复了吗 主子 您已经和五皇子解除婚约了 一属下看 您根本就没必要藏着掩着 这样子多好看呀 您放心 我们四个能保护好您的 是吗 没必要戴这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吗 当然没有必要戴 就算是五皇子 属下四姐妹 也能够把他做得满地找牙 说的也是 我都解除婚约了 这玩意儿 似乎也没必要戴了 不过呢 还是先留着 万一以后用的账 转身往回走 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手镯空间 解锁了二楼 他若是进入空间 可以上二楼了 主子恢复容貌真漂亮 以后 要是成为九皇子妃就好了 很有可能哦 皇后娘娘对主子很特别 也只有主子 才能够靠近九殿下 主子长得那么好看 也只有九殿下 才能够配得上他 回到露营地 因老头 韩潇明和吴晨 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看着颜西尧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特别是颜军医和府医 这两个默默无闻的大夫 差点没震惊的栽倒在地上 嘿丫头 你的脸会不了 太美了 没想到老夫的小徒弟 这么漂亮 嘿嘿嘿 你们几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赶快吃点东西 继续练功 你这一练功 就练一天一 还真是费钱 多谢四师兄关心 我会积极努力的 说完还不忘对着韩潇明 起眉弄眼的 样子可爱又调皮 韩潇明瞪了他一眼 转过身去 嘴角却是忍不住上扬 多个这样的小师妹 似乎也不错 她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 这个阳儿小姐实在太漂亮了 又是主子的小师妹 要是能长为主子的皇子妃 皇上皇后 不知道我要多开心 自从跟着主子 主子就很讨厌女人 但是这个阳儿小姐 是唯一一个靠近主子 没有被踹飞的人 应该有戏吧 阎西瑶走到火堆旁 抓起烤肉吃了起来 吃完烤肉 她又开始练功 次日天还未亮 阎西瑶就睁开了眼睛 主子您醒了 早上凉 快过来烤火暖暖身子 阎西瑶从地上爬起来 走到东梅的身边坐下 主子 这点小事属下来做就行 您还是去休息吧 没事一起坐 还是吃烤肉吗 还是吃烤肉 咱们出来没带多少东西 没有锅碗瓢盆的 想吃别的也做不了啊 没关系 出门在外 不饿肚子就行 阎西瑶说完 动手和东梅一起准备早餐 东梅看着阎西瑶 心里特别的感动 她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主子会帮着下人干活的 韩潇明不知何时 已经是睁开了眼睛 却没有出声 只是静静的看着阎西瑶 吃完早餐 继续赶路 阎西瑶像往常一样准备跑步 今天别跑了 学习马 好的 刚上马的阎西瑶 有些紧张 韩潇明的声音响起 两手抓住缰绳 双脚蹬进马凳 身体放松 跟随马的节奏 遥靠身体 掌握别好 阎西瑶按照韩潇明的提示 一一照做 马儿走起来 他也就不再紧张了 走了一段距离 开始加快速度 让马儿慢跑起来 阎西瑶越来越放松 已经是适应了 马儿慢跑的节奏 坐稳了 四师兄 你个蛋坏蛋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你就不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马公已经提醒你了 你提醒个毛蛋呢 都不等我做好准备 就打我的马 害得我差点摔下来 你得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这事突发情况 还会有人提醒你吗 严西瑶不说话了 他承认 韩潇明说的不无道理 中午时赶到一处小镇用午膳 用完午膳 众人骑马赶路 出了小镇后 走的都是临间小路 马车根本无法通行 严西瑶毕竟是刚学会骑马 没多久 他就觉得全身酸痛 韩潇明看着严西瑶怪异的姿势 有些于心不忍 刚想出声 让大伙原地休息 突然 眉头紧正 众人都感觉到了危险 包括严西瑶 严西瑶拉紧缰绳 让马儿停下 眼神警惕地打亮着前方 韩潇明的马紧跟在严西瑶身后 此时的他一点也不紧张 骑个小喽喽而已 正好给小师妹活动活动筋骨 四大暗影和无尘的随时准备出手 因老头的想法和韩潇明一样 有人送上门来给宝贝徒弟练练手 何乐而不为呢 严西瑶取下腰间的红灵龙金鞭 拿在手中 没想到今日还能遇到如此角色美人 后面那四个也不错呀 兄弟们 干活 把男的杀了 女的带回山寨 今晚老子要拜堂成亲 小师妹 几个小喽喽 给你练手了 去吧 好的 严西瑶长鞭一甩 啪的一声 女人 臭女人 居然敢打老子 我是你姑奶奶 居然敢在姑奶奶面前自称老子 是你自己着死我的别人 劫匪首领闪身躲避 另外几名劫匪也是冲向了严西瑶 严西瑶横甩长鞭 一鞭子甩飞了两个劫匪 长鞭再甩 卷起一名劫匪砸向了另一个 另一个劫匪是吓的 趴倒在地上了 劫匪首领腾空而起 大刀劈向了严西瑶的面门 他身体往侧面闪开 长鞭甩向了劫匪首领的脖子 严西瑶虎口发麻 鞭子都差点落地 严西瑶震惊地看着手里的长鞭 丫头 别小看了为师传给你的鞭子 这根鞭子 普通力气 根本杀不到他分好 哇塞 宝物啊 师妹小心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真的行不行啊 严西瑶回过神来 继续挥动着鞭子与劫匪缠斗 四大暗影从最开始的紧张担心 到后来心里是暗自窃喜 酒店下越来越在意主子了吗 严军一和府一看得是平平点头 终于有个女人能够靠近主子了 以后啊 马背上五人三下五除二的将劫匪解决干净 严西瑶因为太累 骑在马背上都没精神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只想打瞌睡 韩肖明让春兰和颜西瑶同城一起保护着颜西瑶不让他掉下来 傍晚一行人赶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几人决定在小山村借宿 春兰找了一户看上去还算是可以的人家 上前打招呼 大婶 我们路过此地 错过了吃饭住宿的地方 能在你们家接宿一晚吗 您放心 我们不是坏人 姑娘 大婶家地方小 住不下这么多人呀 大婶 您就放心吧 我们就借您家的锅灶做个晚饭 晚上坐上一宿就行 您放心 我们会付给您银子的 你们进来吧 我们这个村子 有银子都没地方花 靠打猎为生 想买东西呀 就是用瘦皮去换 解锅灶是没问题 这是没有余粮啊 多谢大叔 您就放心吧 我们能够自己打猎 只要你们不嫌弃 就进来吧 把马拴在院子里 进入院子 将马匹拴好了 韩潇明让春兰留下来 保护颜西瑶 其余的人 进山打猎 中年大婶 看颜西瑶疲惫不堪 便整理床铺 让她先休息一下 进入房间 看着满是补丁 却十分干净的被褥 颜西瑶有一些伤感 严均一一点头答应 主子 属下陪您去吧 不要 我自己去都行 去上茅房又不会有什么危险 难不成 您还怕我掉毛坑里 那好吧 您自己慢点 她一边走 脑子一边飞速的运转 看来以后啊 得多准备一点小瓷瓶 将一些有包装的常用药 装在瓷瓶里 随身带个药箱 不然每次拿药 就要往茅房跑 万一哪次不小心踩空 掉进了毛坑里 岂不是要移出万年了 装好药 回到了院子里洗完手 才返回屋里 严均一正在给男孩做着爱救 严西瑶拿出药 先拿几颗消食片 递给了男孩 又将剩下的药 递给了中年大婶 交代她用法以及用量 众人看着这些药片 满脸的问号 二小姐 这是什么药呀 怎么做的 这是治疗肠胃炎的药 是将我医术的神秘人留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他没告诉我 那这个药效果如何 有人试过吗 效果很好 我亲自试过 那个神秘人长什么样 我不能说 抱歉 你小师妹说了不能说 那就是不能说 你不要总是问子不停 怎么 你不相信你的小师妹 没有 徒儿只是好奇 那个神秘人居然有如此好的医术 为何徒儿都没有听说过 你听说过 那还叫神秘人吗 这不知道怎么说你 徒儿只是好奇而已 不问便是 嗯 这还差不多 为师啊 就这么一个女弟子 你必须护着她 严西尧心里窃喜 没想到这个师傅 能这样毫无底线地宠着她 护着她 韩潇明瞪了严西尧一眼 还不去练功 别明天又让所有人等你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讨厌 说完起身 找了个角落 盘膝而坐 开始练功 春兰守在她的旁边 四日一早 韩潇明拿出一些银两 递给中年大叔 这位大叔 这些银两 你收下 不不不 我不能收你的银子 我们这个村庄 拿着银子也没地方花的 大叔 银两你拿着 我们的这些马匹 还得请你帮我们 照顾一段时间 你拿着银两 起码去小镇上 买些细粮给孩子吃 给孩子调理调理身体 哎呀 你们帮我家孩子治病 帮你们照顾马匹 是应该的 怎么还能收你们的银子呢 大叔 你就收下吧 你家孩子脾胃虚弱 必须吃点容易消化的细粮 否则以后 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就别推辞了 照顾好我们的马匹就行了 用完早膳 韩潇明他们 轻装启程 步行上路 严西瑶暗自庆幸 这段时间 每天都有锻炼身体 否则以圆主的这副身体 估计走不了十里地 严西瑶才锻炼了半个多月 远远还不够呢 于是 带着四大暗影开始慢跑 无尘看了韩潇明一眼 见韩潇明没有多余的表情 也跟着慢跑起来 嘿嘿嘿 臭小子 你慢慢走啊 老夫要陪小徒弟锻炼身体了 主则 我们两个老家伙 年纪大了 更应该锻炼一下 你慢慢走 我们也去跑跑步 韩潇明抽了抽嘴角 这就把他一个人扔下了 长得漂亮 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韩潇明无奈 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慢慢走 只能跟着慢跑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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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血流汗不流泪 掉皮掉肉不掉队 叔子 这一二一是何一啊 喊节奏啊 一脉左脚 二脉右脚 跟着节奏跑 哦 属下明白了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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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新瑶继续喊着节奏 几个女人步调一致 最后连严军一 他们也都跟着节奏跑呢 潘风飘飘落叶 军队是一朵绿花 亲爱的战友 你不要想家 不要想妈妈 一首歌把自己唱得是眼眶湿润 哎 女人就是女人 才离开家一个月不到 就开始想家 啊 主子 您怎么样了 我挨脚了 严军一赶紧上前来 给严西瑶检查 幸好没伤着骨头 只是韧带轻度损伤 主子 二小姐现在不能走了 只能轮流背着她走 她的脚恢复 需要半个月左右 韩肖明皱了皱眉头 后面的路极其难走 连马都不能通行 只能步行 这个时候受伤 这不是添乱吗 春兰看了一眼韩肖明 多希望这个时候 韩肖明能够站出来 背着严西瑶走 可她注定想太多了 韩肖明无动于衷 主子 属下背你走 不用 你去给我做个拐杖 我自己能走 你就别逞强了 后面的路 你根本就走不了 要不是现在在这荒山野岭 你干脆留下别去了 你以为我愿意啊 有本事你就把我留在这里啊 我还不想去了呢 你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走路不行吗 非得鬼哭狼嚎的唱歌 你就是活该 哼 姑姑奶奶不去了 你自己去 不就是十万两银子吗 我不要了 十万两银子不要 宅子也不要了吗 春兰 背上他 赶紧赶路 我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不去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好了 你们师兄妹就别吵了 还是春兰背吧 韩肖明黑着脸 走到颜西瑶的身边 直接将他拎起来 放到春兰的背上 让春兰背着他走 再往前你背着他 可能上不去 春兰点点头 心中窃喜 原来酒店下不是不背主子 而是要在最难走的路段背 韩肖明走到颜西瑶的面前 半蹲着 等着颜西瑶爬上他的背 颜西瑶爬在他的背上 他更加的紧张了 心里不停的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够把他扔出去 韩肖明也不伸手 搂着他就起身往前走 他吓得双手死死的搂着 韩肖明的脖子 你就不能扶着本宫的肩膀吗 你想累死本宫吗 好吧 颜西瑶双脚紧紧的 盘在了韩肖明的腰上 两手死死的抓着他的肩膀 韩肖明无语 这丫头怎么像个八爪鱼一样 手不勒他脖子 就用脚抱他的腰呗 他已经快要忍不住 把他扔出去了 小师妹 你的腿能放开本宫的腰吗 哎呀 你不想背就算了 放我下来 你又想干嘛 哎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准我搂你的脖子 又不准我盘着你的腰 你不搂着我 我能趴在你背上吗 你当我是基础啊 韩肖明一愣 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这辈子没有背过任何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 背人还得搂着对方 韩肖明伸手僵硬的 搂着颜西瑶的双腿 来到一处悬崖峭壁下 韩肖明停住脚步 将颜西瑶放下来 接下来要从悬崖峭壁上爬上去 韩肖明眼睛看向了颜西瑶腰间的长边 顿时有了主意 把鞭子解下来 你想要鞭子干嘛 把你绑在我背上 不然这悬崖峭壁爬不上去 哦 颜西瑶赶紧解下鞭子 递给韩肖明 有鞭子绑着也好 不用担心他把自己扔了 颜西瑶抬头看了一眼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么陡峭的峭壁 就算自己不受伤也爬不上去啊 四师兄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非得往这爬上去啊 有 让路三百里还有一条道 比这条道好不了多少 拜托你可得抓稳点啊 我可不想陪着你一起死 本姑娘年纪还小 还有大口的青春 等着享受 得吸命 放心 要死也是你死 本宫背着你 你先落地 本宫死不了 不会给你机会 与本宫一起死的 我后悔了 我不要你的十万两银子 也不要什么宅子 你放我下来吧 我不去了 现在后悔啊 晚了 我叉叉你的大圈圈 你要是敢让本姑娘死 我娘换个力 天天缠着你 韩肖明拉了拉袖子 严新尧死死的抓住 他的肩膀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丫头 别害怕 为师会保护你的 别太紧张 相信你四师兄 这点悬崖峭壁 他还不放在眼里 韩肖明看准峭壁上的凸起 运起轻功 腾空而起 鹰老头等到韩肖明上去了 差不多一半 才运起轻功跟上 韩肖明背着严新尧 快到悬崖顶时 众人才稍微放松了一些 鹰老头借力往上飞 右手举过头顶 内力爆发 将这两人往上送 韩肖明又借了一次力 背着严新尧 成功的飞上崖顶 严新尧吓得双腿发软 双手还是紧紧的 搂着韩肖明的脖子 韩肖明解开鞭子 想将严新尧放下来 严新尧却还是紧紧的搂着她 像个五味熊一样挂在她的身上 只好反手搂着她 小师妹 没事了 咱们上来了 有师兄和师父在 不会让你死的 谁让你吓我的 我现在腿软了 我不管 你先让我缓一缓 好好好 你先缓一缓 雅底 鹰老头护着严军医 吴臣护着腐医 陈大夫 等所有人都上到了雅底 严新尧已经是趴在 韩肖明的背上 睡着了 几人面面相去 眼里满是笑意 这都上来了还背着 殿下 属下先抱着主子 您恢复一下消耗的内力 算了 刚才她吓得不轻 先让她睡一会儿 继续赶路 找个合适的地方 再休息不时 是 一行人继续赶路 韩肖明背着严西瑶 微微弯腰 让她睡得更舒服一些 几人看在眼里 洗在心上 酒店下终于开窍了 都知道心疼小师妹了 韩肖明背着严西瑶 又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感觉背上的严西瑶 体温不太正常 赶紧找到一处山洞 严西瑶小脸通红 怎么就发烧了 燕军医 你们俩快来给她看看 严军医给严西瑶把脉 严二小姐身体本来就弱 再加上受伤 又受到惊吓 才会发烧的 春兰呢 去弄湿毛巾 给严二小姐敷上 严军医取出了银针 开始给严西瑶施针 一炷香的时间后 严西瑶开始退烧 也是醒了过来 春兰 我想喝水 好的主子 属下去给您拿 春兰取来水壶 严西瑶才假装 从袖子里取出药 送进嘴里 喝了点水 把药咽下去 韩潇明亲眼看着 严西瑶自己吃这种 看上去奇奇怪怪的药 心里的疑惑 不减反增 这药服用方便 到底是怎么做 启程时 还是由春兰他们 轮流着背它 最难走的路段 都是由韩潇明来背 似乎越背越习惯了 只要严西瑶 趴在他的背上 他的双手就自然的 搂着他的双腿 身体也不再那么僵硬了 京城 皇宫中 五皇子韩潇琪 跪在皇上面前 请求皇上赐婚 父皇 儿臣喜欢严家嫡长女 严小蝶 求父皇成全赐婚 混账东西 你和严家二小姐 结出婚约才几天 你好意思让朕给你赐婚吗 你想让天下人 耻笑你吗 父皇 儿臣本就不喜欢 那严家的二小姐 儿臣中意的是严小蝶 求父皇成全 臣不答应 朕亲自派人调查过 那严小蝶得行有亏 做皇家的儿媳 他不配 父皇 蝶儿心地善良 连一只蚂蚁都不忍猜死 怎会得行有亏 你以为朕不知道 那严家二小姐 会容掉下山崖 是那严小蝶 亲自动的手吗 这样狠毒 连自己妹妹 都狠心杀害的人 如何被嫁入皇家 一定是严习要 这个贱人告诉父皇了 这个女生必须死 要不是他侥幸没死 说不定父皇 已经同意此婚了 这样狠毒的女生 别说成为你的正妃 就是做妻 朕也不答应 还有你 正天无所事实 等你九弟回来 朕就给你们兄弟 几个疯王 滚出皇宫去住 父皇 滚出去 朕看到你就心烦 儿臣告退 韩萧綦见到皇上发怒 只好告退 来到严府 严萧綦约严小蝶去茶楼喝茶 来到茶楼 要了一间贵兵间 严小蝶搂着韩萧綦的脖子 主动送上红唇 小妖精 想死本皇子了 腻歪了好一会儿之后 两个人相依相威 第二 咱们得想办法 把严习遥那个贱人弄死 今日本皇子去找父皇给咱们赐婚 父皇已经知道了是你害了他 说什么都不给咱们赐婚 都是那个小贱人害的 什么 皇上知道了 是 肯定是严习遥那个贱人说的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弄死他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找杀手 我听说江湖上 有一个叫血影楼的杀手组织 只认钱 拿钱就杀人 不会泄露雇主的身份 让他死在杀手的手里 没有人会怀疑到咱们身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杀手组织 要多少银子才肯杀人 杀手组织本皇子没有熟人 得先打听打听 不管对方要多少银子 本皇子都要严习遥死 等严习遥那个贱人一死 咱们就可以派人散播谣言 说他当初不知检点 和外面的野男人乱来 被我发现 他想杀我面口 自己却身足掉下悬崖 好主意 就怎么办 明日本皇子就派人去打听 血影楼的这个杀手组织 两人商量好之后 才走出茶楼 茶楼顶上的暗卫 冷冷一笑 闪身消失 另一边 严习遥趴在韩肖明的背上 一行人继续赶路 到了傍晚 一行人同样是找了个山洞休息 山洞不大 四大暗影留下春兰照顾着严习遥 其他人去找柴生火 春兰在洞口找了一些甘草 忙着准备生火 严习遥趁机从空间里头 取出云南白药喷雾 往受伤的脚腕上喷 然后自己按摩 又取出特制的特效药敷上 只需要三到五天 她的脚就能够完全恢复 春兰闻着药味 看到严习遥脚腕处敷着的药 主子 您哪里来的药啊 我随身带着点 之前和酒店下吵架 气糊涂了 没想起来 这个药效果更好 刚才想起来就敷上了 原来如此啊 您的脚还疼吗 严习遥轻轻地动了一下 手上握着的脚 还有一点疼 过几天就好了 最迟四五天就能走路了 严君毅不是说 要半个月才能恢复吗 不用 我这个药四五天就能恢复了 那就好 主子您休息 属下去准备吃的 去吧 吃了些东西过后 严习遥开始打坐练功 走进山洞 在严习遥的脚上 看了一眼 发现她的脚上敷了药 她便在旁边不远处坐下 运功恢复消耗的魅力 众人见韩肖明 主动进了山洞 很识趣地往洞口外 退了几步 三日后 一行人来到了火灵山山脚下 火灵山由于时常会火山喷发而得名 而且一年四季都无比炎热 整座火灵山几乎是寸草不生 胡臣几次想要悲言细遥 但是想到 她将来有可能是自己主子的皇子妃 画到嘴边又咽下去 严习遥的脚伤恢复 心情大好 欢快地走在前面 四大暗影说她感染 也是有说有笑 别的地方越是山顶越凉 但是火灵山不一样 越往上走越热 还没走到半山腰 已经是热得满头大汗 唯有身中寒毒的韩肖明和严习遥 像是没上人一样 众人疑惑 韩肖明因为身中寒毒 根本不怕热 为何严习遥也一点事都没有呢 实际上严习遥感觉不到热 是因为手腕上的寒玉血纹灼 连严习遥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手镯遇到高温天气 会自动散发出凉意 遇到寒冷呢 则是会自动吸收寒气 严头 你不热吗 为何你一点汗都没出啊 不热啊 感觉这温度刚刚好 很舒服啊 严二小姐 属下给你爸爸卖吧 不用了我没生病 你还是让严君一给你爸爸卖 别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 严习遥把手伸到严君一的面前来 我真没生病 不信你把卖试试 严君一手指搭上严习遥的脉搏 顿时感觉到一阵凉爽扑面而来 精神为之一阵 好奇怪的感觉 严二小姐的身体没有问题 不过属下觉得很奇怪 属下的手摸到严二小姐的脉搏 就感觉浑身凉爽 放开她的手 就没有这种感觉 属下试试啊 还真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啊 婴老头也是走过来尝试 感觉也是一样 这太奇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严西遥也想不明白 她主动去拉着春兰的手 春兰 你感觉如何 凉爽吗 主子 好凉快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清楚啊 真的好奇怪啊 哎 我有个想法 来 我们大伙手拉着手 试一下有没有这种效果 怎么样 凉吗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难不成我上辈子 是一台空调 主子 什么是空调啊 马爷 手漏嘴了 这张臭嘴 怎么能一激动 就把空调给整出来呢 空调就是可以降温的机器 我有次做梦梦的过 空调长什么样 嗯 我忘了 哎 小师妹 你的手镯怎么会发光啊 严西遥吓了一跳 妈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韩潇明上前 伸手触摸手镯 韩潇明如同触了电一般 往后推了两步 胸口一阵的翻腾 嘴里吐出一大口的黑血 所有人大惊 严君一和府一急忙跑过去 给韩潇明检查 本宫没事 吐出这口血 感觉好多了 严君一和府一仔细把脉 半晌之后 再次震惊地瞪大眼睛 这 这 严西遥疑惑 急性子的他 赶紧上前 给韩潇明把脉 四师兄 你的寒毒又得到压制了 我没给你吃药啊 你吃了什么呀 本宫什么也没吃啊 只是摸到你的手镯 就感觉你的手镯 把本宫体内的寒气吸收了不少 啊 我知道了 是我的手镯 我的手镯是寒玉 所以你们拉着我的手 才会感觉到凉快 而四师兄体内有寒毒 就被手镯吸收了一些 要不 本宫再试试 嗯 你可以试试 韩潇明再次触摸手镯 却是没有了刚才那么大的反应 虽然还是能够感觉到 手镯在吸收他体内的寒气 怎么样 什么感觉啊 你这手镯能吸收寒气 其实只能压制本宫体内的寒毒 达不到解毒的效果 哎呀 算了 没关系的 赶快找千年火灵芝 你放心 只要找到药材 我一定能帮你解毒 走吧 寻找火灵芝 阎西尧却只顾着低着头到处看 而且看得非常仔细 丫头 你在找什么呀 是什么东西掉了吗 没掉东西 我在寻宝 寻什么宝啊 火山口呢 会有一种红色 或者蓝色透明的石头 叫钢玉 那可是宝贝 还有黑药石这些 既然来了 能捡到一些就更好了 是这个吗 韩肖明手里拿着一块红色透明的石头 递给阎西尧问道 对 就是这种 你从哪儿捡的 在那儿 你运气真好 还给你 你喜欢就留着吧 本宫不需要这玩意儿 多谢四师兄 你不需要我需要 而且越多越好 韩肖明看着 阎西尧兴奋的 小财迷的模样 心情莫名的愉悦起来 也低着头 开始寻找宝石 丫头 看看这个 哇 这就是黑药石 为师帮你拿着 等下山再给你啊 多谢师傅 您自己留着呗 那为师也不需要这玩意儿 都给你 现在啊 给你拿着也是累赘 等下山全给你 师傅 您对图儿真好 谁让你是为师 最宝贝的小徒弟 唯一的女弟子呀 不对你好 对谁好啊 宝石找到不少 却始终没有找到 火灵芝的踪迹 就在这时 阎西尧突然看到 前方一块大石头下 有一些绿色 就跑了起来 众人赶紧跟上 阎君一和府一陈大夫 在看到那一点绿色的时候 震惊地无以复加 啊 这里居然长了石壶 好东西啊 这可是有救命仙草之称的火山石壶 不错 是火山石壶 珍贵无比 这一趟啊 来得真值 不知道是谁前几天说 不要十万两银子 也不要宅子 不来了 我为什么不来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还不是被你气的 就是 还不是被你这臭小子气的 你小师妹还小 你就应该啊 多让着他 一点也没有当师兄的绝物 本宫又做错了什么 这小丫头哪来的魅力 连本宫的属下都站在他那边 用这样的眼神看本宫 燕西瑶得意一笑 蹲下身子 开始小心翼翼地 采摘石壶 燕君一和陈大夫 也是蹲下来帮忙 小师妹快过来 这里也有石壶 来了 你们先踩摘这里的石壶 我过去看看 好的 二小姐 这么多啊 发财了发财了 燕西瑶激动地手舞足蹈 身子一纵 摟着韩潇明的脖子 像个五尾熊一样 挂在韩潇明身上 韩潇明身子一僵 差点条件反射地 把燕西瑶给扔出去 还好忍住了 见燕西瑶开心地 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 韩潇明缓缓地放松身体 鬼使神差地伸出双手 搂住燕西瑶 看到这一幕的吴臣 一头栽倒在地 主子居然主动伸手抱 杨二小姐 这太轻松了 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两个人认识 好像也才一个月左右啊 鹰老头和四大暗影 无嘴偷笑 这两个人啊 越来越亲密了 那个四师兄 非常抱歉啊 我太激动了 你别介意 我下次注意 韩潇明有一瞬间的失落感 赶快采摘吧 时辰不早了 燕西瑶点点头 蹲下身子 开始采摘 韩潇明勾了勾唇脚 也蹲下身子 一起采摘石壶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还有没有 这才像话嘛 老夫的两个小徒弟增进感情 怎么能被打扰呢 嘿嘿嘿 四大暗影和无尘 也是有意 离燕西瑶和韩潇明远上一些 喂喂喂 你们一边拉一个 我怎么吃东西啊 我也饿呀 臭小子 你不怕热 还不赶紧过来 为你小师妹吃点东西 我们快热死了 你小师妹啊 得给我们降温 于是 韩潇明拿出一块烤肉 亲自喂给颜西瑶吃 众人要么抬头看天 要么左顾右盼 到了傍晚 火灵芝还是没能找到 一行人留下无尘来守夜 其他人围成一个圈 开始练功 乌尘却是热的 快要蒸发了 只想祈求老天爷 赶紧下上一场大雪 四日一早 除了颜西瑶 所有人都睁开了眼睛 吃了 你留下看着他 其他人先去寻找 有什么问题 及时告诉本公 是 应老头凑近春兰 记住了啊 一定要告诉九殿下 晚辈记住了 还请前辈放心 殿下 主子好像要突破了 韩潇明扭头一看 立马露出一副 看怪物的表情来 其他人亦是如此 老夫到底是收了 个什么怪财啊 这才几天 又要突破了 无尘瞪大眼睛 变态啊 变态鬼才啊 果然是鬼才 先别着急 去找宝石和火灵芝了 所有人后退 给小师妹护法 连一只虫子 都不要放过去 是 是 半个时辰多后 颜西瑶成功地突破 而且是月级突破 直接从梵级一品 突破到了 五道宗师 黄级初七 这才停了下来 众人惊掉了下巴 太变态了吧 就算是很有天赋的 韩潇明 也没有这样的变态 阴老头兴奋的是 手舞足蹈 这个关门弟子 将来必定是他最大的骄傲 太臭了 春兰 我要洗澡 我快被自己给虚晕了 主子 属下给您拿衣服 您这次突破 体内再次排出了许多杂志 以后您就不会轻易生病了 快快快 快点要去洗澡 臭死了 可是主子 属下不知道这附近 哪里有水源 本宫知道 拿上衣服 本宫带你去 阎西尧一脸的不乐意 主子 您快去洗澡吧 等晚些时候 属下再去给您洗衣服 你现在陪我去 顺便把我的衣服洗了 可属下真的不知道 水源在哪里啊 四师兄 水源在哪啊 北边 离此地二十里地 我去 这么远 你到底要不要去 你现在是五道宗师皇级初起 二十里地远吗 不远 春兰 你也陪我一起去吧 你得给我搓背呢 春兰一脸的为难 春兰 你也一起去 是 直到找到了北边的水源 韩潇明才默默地转身离开 阎西尧实在是受不了自己身上的味道 脱了鞋子就往水里跳 我看 这TMD是冰水啊 寒冷刺骨 主子 现在是早上啊 又是吸水当然凉了 您可以运工 抵御寒冷 您快把衣服脱了 属下给您洗衣服 春兰 你也先来一起洗吧 那火鳞山那么热 我可不相信你不想洗澡 主子 等您洗好了 属下再洗 哎呀 别啰嗦了 快下来一起洗 我都快冻成冰块了 春兰只好脱衣服下水 走到颜西瑶身边 帮他一起脱衣服 主子 您这手镯不能够吸收水里的寒气吗 应该能 但是这水是流动的 手肘作用不大 属下先帮您洗 洗完了 您先上去运工去寒 哎 你不冷吗 别啰嗦了 赶快一起洗 别受凉了啊 好吧 主仆二人 以生平最快的速度 洗完了澡 赶紧爬到地上穿衣服 穿好衣服 两人运工去寒 小师妹 起好没有啊 可以回去了吧 可以了 马上就来 主仆二人 来到韩潇明的身边 四师兄 你洗了吗 你要不要洗一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宫洗过了 回去吧 好的 三人运起轻功 返回火灵山 与大伙会合 继续寻找宝石和火灵芝 一连找了三天 还是没有找到火灵芝的踪迹 今天已经是上山的第四天了 中午时已经是来到了火山口 温度更高 若今日还找不到 那就只能想别的办法 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 韩潇明有些失望 赶了差不多一个月 才来到火灵山 整整找了三天半 都没能找到 大伙是又热又饿 找了个地方坐下 拿出紧剩的一点水和食物 啃了起来 严西瑶接近火山口 往岩浆洞里头看去 火灵芝 严西瑶看着眼前的一块石头下 一株通体火红的火灵芝 眼睛放光 在哪儿火灵芝在哪儿啊 在那儿 严西瑶指着火灵芝激动不已 下一秒 他激动的转身 跳到了韩潇明的身上 搂着韩潇明的脖子 激动的道 四十九 我找到火灵芝了 你的毒能解了 我找到了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韩潇明也是激动不已 顺手搂着严西瑶 真的找到了 太好了 等到两人反应过来 激动过头了 四目相望 同时放开了对方 后退了两步 扭头看向众人 众人瞪大了眼睛盯着他们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众人忘记了炎热 兴奋的又叫又跳 臭小子 抱习惯了是吧 妖儿丫头可是唯是唯一的女弟子 你抱了她 就得负责 等回京城啊 赶紧让你那皇帝老子给你赐货 只剩先定期 师父啊 突然还想啊 您别乱点鸳鸯谱行不行啊 他是我的私师兄 我激动过头了 抱他一下 他就要对我负责 万一哪天 我抱了大师兄他们一下 您是不是也要他们对我负责啊 师父 是小师妹先抱的本购 严西瑶一正 懊恼的别过头去 转身去采摘火灵芝 哎呀 严西瑶 你激动毛线呢 又不是捡到钱 万一被扔出去 又还要脸见人吗 韩小明看着严西瑶的背影 眼底有一丝后悔 这些话 应该是让小师妹心里不舒服了 哎呀 还以为你终于开窍了 原来还是块烂木头 小木不可掉也 严西瑶将火灵芝采摘下来 直接扔给韩小明 大步往山下走去 严头啊 你别生气啊 那臭小子呀 就这德行 改天呀 为师帮你教训他 我没生气 他说的是事实 那你干嘛走那么快呀 我饿了 我想下山去找点吃的 这些肯露肝 嘴里都快起泡了 这丫丫丫头你慢点 别生气了啊 为师啊 这就去帮你教训他 师父我真没生气 快走吧 火灵芝被挖了 我怀疑火山会爆发 什么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师兄还没下山呢 严西瑶停下 扭头看去 韩小明 吴臣 严君一和陈大夫 果真是没有跟下来 我可 大意了 没提醒他们一声 四师兄 快跑 严西瑶运足了内力大喊 韩小明他们 确实没听清楚 不对劲 这怎么温度越来越高了 吴臣扭头看去 只见火山口的岩浆 已经快要溢出来了 快跑 那玩意儿要出来了 抓起严君一 往山下急速飞掠 吴臣反应也不慢 抓起陈大夫 使出吃奶的劲 追赶韩小明 就在严西瑶 想要再次大声呼喊 韩小明的时候 就见四人 急速的飞掠而来 快跑 火山爆发了 我去 真爆发了 快跑 这次是你先爆的 还有 我自己会进攻 速度太慢了 好吧 现在逃命要紧 得安全了再说 身后是通红的岩浆 滚滚而来 离开火灵山 到了安全的地方 累得气喘吁吁 我吵大爷爷个辣子鸡的 吓死宝宝了 丫头 你怎么知道挖了火灵芝会爆发火山 我不知道呀 刚才就告诉你了 不是怀疑会爆发火山 没想到真的爆发了 你为何会有此怀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第六感吧 女人的第六感有时候很准的 何为第六感 就是预感 你们有这个预感吗 四人同时摇头 臭小子 你以为谁都有你小师妹这么聪明啊 那岂不是全天下的人都是天才了 你咋想的 韩肖明一言 颜西遥的确是变态鬼才 目前见过的女人当中 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跟小师妹相提并论 大家抓紧运功调息 恢复一下消耗的内力 等会还得准备吃的 韩肖明说完 找了个地方坐下 开始运功调息 你们先运功调息 我来护法 还是我来护法 你们运功调息 毕竟我的消耗没你们的 纯兰 别争了 赶快运功调息 好吧 陈大夫护法 众人盘系而坐 开始运功调息 一个时辰后 韩肖明睁开眼睛 让陈大夫赶紧坐下来运功调息 他起身给大家护法 又过了半个时辰 严君一和四大暗影相继醒来 五人悄悄起身去准备吃的 小师妹 你来护法 本宫再调息一下 严西遥点点头 韩肖明往地上一坐 再次运功调息 严西遥眼睛四下打量 发现不远处 有一块青石 他眼睛一亮 这块青石可以做成石锅 一刻钟后 秋菊抱着干柴回来了 你去把那块青石拿远一些 把青石削成一口石锅 今晚咱们吃石锅炖肉 主子 这石头削成石锅炖肉 能行吗 绝对能行 小九快去吧 秋菊点头 走过去抱起了青石 往稍远的地方走去 秋菊 你抱石头做什么 快来帮忙 主子吩咐让我把青石削成石锅 今晚吃石锅炖肉 好 两人抱着青石走到稍远的地方 取出匕首 开始削石头 石锅还没削出来 出去打猎的严军医就回来了 师傅 您看着四师兄 我去看看石锅削好了没有 丫头 你削什么石锅呀 就是用石头削成一口石锅 今晚咱们吃石锅炖肉 这段时间都是吃烤肉 今晚换换口味 这想法不错 你去吧 今晚为时要尝尝这石锅炖肉 是何滋味 没问题 那徒儿去忙了 去吧 严西尧兴冲冲的跑到四大暗影身边 无尘也好奇的跟在身后 等石锅削好了 严西尧亲自动手清洗石锅 将石锅清洗干净 严西尧开始炖肉 移住香的时间过去 浓郁的肉香味开始弥漫开来 婴老头闻着香味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二小姐 属下还是再去打点令物来 这些恐怕不够吃 可以 去吧 韩小明睁开眼睛 瞬间被香味吸引 什么东西这么香 你小师妹做的石锅炖肉 怎么样 香吧 今晚为时要放开了吃 师父 您尽管吃 好大一棍呢 不过这在煮 无尘他们又去打猎了 好 还是丫头孝顺 为时没看作人 韩小明起身 走到石锅旁 小师妹 你是怎么想到 用石锅来炖肉的 吃腻了烤肉 想换换口味 清石呢 比较坚硬耐火 瘦热快 看到这块清石就想试试 没想到还真做出来了 原来如此 你是如何知道 青石坚硬耐火 瘦肉快的 严夕瑶愣住了 这让他如何回答 将我医术的神秘人告诉我的 韩小明心中暗道 这丫头的脑子是如何长的 居然能够想到 用石头做成石锅来炖肉 挺聪明的呀 怎么还会被他那个姐姐 害得差点没命 以后小师妹有自己 有师父 还有三个师兄保护着 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了 柱子 咱们要去哪儿啊 去砍竹子削筷子 不然等会儿啊 吃肉用手抓呀 哦 好 去砍竹子 主仆二人很快就砍了一颗竹子 拿回来 春兰和夏竹拿着匕首 开始削筷子 筷子削好 众人围着石锅开吃 尹老头先夹了一块肉 塞进嘴里 好吃 太好吃了 老夫啊 从来没吃过如此鲜香的眼味 严西瑶夹了一块 满脸的幸福 哇 好爽啊 韩肖明尝了一口 也是一脸的惊喜 这段时间吃烤肉 他也吃得快要吐了 虽然什么佐料都没有 只放了点盐和酒 但却是鲜香无比 主要还是因为 石锅加柴火的原因 我 不行了 老夫肚鼻都快撑破了 得去把腰带放松一点 我也好吧 儿春兰 你们四个要不要一起去散步小时 本宫陪你去吧 严西瑶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两人开始在林中漫步 只是怎么看怎么怪异 严西瑶走在前面 韩肖明跟在他的后面 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 小师妹 抱歉 今日本宫不该那样说 没关系 我不是小气之人 没生气 不光你说的也是事实 小师妹 这个石锅炖肉 味道真的很鲜美 不如等回了京城 本宫找店铺 你开个店如何 可以啊 你的意思是要合伙开吗 当时怎么投资 如何分成呢 本宫找店铺 出银子 赚的钱归你 但本宫想吃的时候 要随时能吃到 啊 四师兄 你没开玩笑吧 你看本宫像是在开玩笑吗 那我可以提个要求吗 嗯 说了听听 开店的话 做石锅药扇机 你当这个店的老板 这样就不敢有人来找茬了 不过赚的银子 咱们五五分成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分成就不必了 本宫不缺银子 等店铺开业 本宫出面承认是本宫的产业即可 你确定不要分成 确定 四师兄 我真不想占你便宜 开店要不少银子的吧 开一个店铺 要不了多少银子 就当本宫 向你赔礼道歉吧 那怎么行啊 你已经道歉了 你不要分成的话 你就帮我找店铺 我自己出银子开店 本宫不要分成 但可以随时去吃饭 行了 就这么定了 不许再推辞 这 好吧 哎呀 有钱就任性 多谢四师兄 不过 你之前答应的十万两银子和宅子 可不能反悔啊 你不是让本宫白纸黑字 给你写了条子 有这一账 还把本宫反悔啊 对啊 我有证据的 你要是反悔 我就找皇上告状去 你确定找皇上有用 他是本宫的父皇 不找皇上 你也得乖乖履行承诺 等回京呢 你先把银子和宅子给我 我再听解读 放心 一两银子都不会少给你 严西瑶一听 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柴米本色 净显无疑 这个小师妹 还真是有趣 两人散步一圈 回到原地 因老头守夜 其他人已经是进入练功状态 两人也找地方 盘戏而坐 抓紧时间练功 次日一早醒来 吃了点东西 准备启程 吴尘 把石锅带上 是 京城 如意绣房的生意 一如既往的好 王氏母女 怎么也想不明白 灵氏怎么就能够天天进宫呢 到底是谁给她的权利 爹儿 你说灵氏那个贱人 为何每天都有人接送她进出宫啊 会不会是荣妃娘娘 毕竟 灵氏那个贱人 救过荣妃娘娘的命嘛 娘亲 我也不知道 她应该不是荣妃娘娘 荣妃娘娘不喜欢颜西瑶那个贱人 秀房开业那天皇上皇后都来了 会不会是皇后娘娘 灵氏这个贱人和皇后娘娘到底是何关系啊 为何皇后会出现在秀房 秀房开业那天皇上不是说了吗 秀房是酒店下的产业 会不会是酒店下安排的 还真是有可能 没想到灵氏这对贱人母女离开了邵师府 还能攀上酒店下这棵大树 母女俩的谈话刚好被夏朝回来 走到门口的阎文忠听到 阎文忠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灵氏母女抱上了酒店下的大腿 当初决定保颜小蝶选错了 难道是因为姚儿 酒店下说是在守师傅后山悬崖下 将姚儿救回来的 酒店下不让任何女人靠近他三尺 姚儿却是能站在他的身边 现在姚儿和五皇子解除了婚约 姚儿以前那么喜欢五皇子 难道是因为酒店下 才和五皇子解除婚约的 一定是这样 错了 真的选错了呀 阎文忠换了衣服 急匆匆地往门口走去 哎 老爷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需要向你请示吗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呀 滚回去 别跟着我 爹爹 是女儿做错什么了吗 您说出来 女儿一定敢 求您不要生气 不要凶母亲 你没错 错的是我 阎文忠甩袖离开 直奔如意秀房 王氏母女对视一眼 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 阎文忠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才走进秀房 隐藏在暗处的暗位 眼睛是死死地盯着阎文忠 灵师 我想和你谈谈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别忘了 我们已经合理了 你我如今只是路人 你我夫妻十几年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现在就想心平气和地和你谈谈 难道你我之间 连这点恩情都没有了吗 恩情 你软禁我五年 你想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吗 姚儿毁容被伤害 你想过她是你的女儿吗 你跟我谈恩情 你配吗 灵师 我知错了 我后悔了 你原谅我一次好吗 就这一次以后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姚儿 姓炎的 你后悔是你的事 别再来打扰我 我从来都不后悔与你合理 灵师 你到底要如何才肯原谅我呀 姓炎的 你能把泼出去的水 一滴不胜地收回来 我就原谅你 若做不到 就请你离开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阎文中正正地看着地上的水渍 灵师变了 不似以前柔柔弱弱 能收回来吗 不能 就请你离开 别再来打扰我 阎文中将盆放在地上 一脸颓废地出了绣房 看着阎文中离开的背影 灵师面无表情 夫妻十几年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阎文中心中的真实想法 阎文中应该是看到了 每天都有人接送自己进出皇宫 不想错过升官发财的机会罢了 王氏母女满脸震惊与狠毒地盯着绣房 韩萧琪已经去找杀手了 阎西瑶很快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只要阎西瑶一死 那个该死的酒店下还会护着灵师吗 邵师傅只能是我的后盾 灵师母女 你们想回来 门都没有 丫头 你是不是着凉了 要多穿点衣服 我没着凉 一个喷嚏是响 两个喷嚏是骂 应该是有人在背后骂我 等回到京城 就该去报仇了 需要为师帮忙吗 不用 我自己的丑我自己办 那几个跳梁小丑啊 我还不放在营里 师傅 你放心吧 不是还有徒儿做小师妹的后盾吗 如此甚好 丫头啊 无论何时呢 别忘了你还有师傅 和四个师兄做你的坚强后盾 谁敢欺负你啊 第一时间告诉没事 大叔 大叔大婶 我们回来了 快进屋 我去菜园子里 摘点菜 给你们做饭 啊 谭小明他们知道中年大叔一家生活困难 将包袱放下 便进山去打猎 阎西瑶自然是跟着一起去 两人走了约莫一刻钟 什么小动物都没有遇到 奇怪 怎么什么小动物都没有啊 阎西瑶疑惑的嘀咕 小师妹 走慢点 本宫感觉 有些不对劲 阎西瑶皱了皱眉头 闭上眼睛 仔细的感受了一番 前方不远处 空气中有能量波动异常 突然 一头野猪硕大的脑袋 从杂草后面 缓缓地撸了出来 哇靠 野猪有这么大的吗 小师妹小心 这野猪多半是长筋了 这这长筋了 四师兄 你别吓我行不行啊 本宫吓你干嘛 反正小心一些 准备出招吧 阎西瑶文言 也是满脸的凝重 取下腰间的红玲珑金边 体内的内力 开始疯狂地运转 野猪大叫一声 冲向了两人 速度快如闪电 我里个娘里 体型这么大的野猪 居然速度如此之快 这不科学 阎西瑶惊呼出声 身形猛然拔高 迎向野猪 同时啪的一声 甩出了长鞭 韩潇明常见出窍 身形快如鬼魅 赶在阎西瑶之前 靠近野猪 攻向了野猪的眼睛 野猪体型庞大 却是出乎意料的灵活 往侧面一跳 避开了两个人的攻击 哇来个去 真成精了 却能轻松躲避开 咱们两个的攻击 四师兄 你攻击正面 我绕到后面去偷袭 好 你小心点 我吵你爷爷 个辣子鸡蛋 你个死畜生 干嘛总追着我跑 我比较好欺负是吧 阎西瑶绕不到野猪的身后 干脆不跑了 啪的一声 甩出长鞭 韩潇明趁机冲杀过去 长剑劈向野猪背部 一剑劈下去 韩潇明的虎口 被震得发麻 而野猪的背上 只出现一条细小的血痕 哎呀 师父他老人家去了哪里啊 关键时活不来救命 师父 救命啊 师父 救命啊 哎呀呀呀 他他他奶奶的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野猪啊 师父 快帮忙呀 四师兄快支持不住了 家头 把鞭子给维持 师父 这畜生皮后 鞭子打不动他 放心吧 那是因为你功力伤前 看为师 怎么收拾他 啪的 被长鞭抽在了野猪身上 野猪嚎叫一声 转身攻向的阴老头 韩潇明震惊的退后两步 这丫头 居然能够举起这么大的石头 快 去找大石头 越大越好 这畜生皮后 连本宫的剑都砍不动他 几人把超大的石头 从土里头挖出来 合力举起了大石头 走向野猪 我数一二三 大家一起用力扔 准备 一二三 扔 鹰老头和韩潇明 哎呀 他奶奶的 累死我老人家了 不过这地方能量特别出错 你们几个护法 我们师父三人要运功调戏 恢复一下了 骄傲的内力 鹰老头说完和韩潇明一起盘戏而坐 运功调戏 颜西瑶却是没有坐下 他想起曾经看过一本书 书中记载 有守护兽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天才地宝 想到此 颜西瑶开始感应着能量四处寻找 走到第一眼看到野猪的地方 颜西瑶惊奇的发现 杂草丛中有一棵叶子翠绿的小树 通体血红的果子 竹子 这是什么 别出声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天才地宝 我等着他成熟 四大暗影震惊的是无以复加 天才地宝他们不是没有听说过 只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五人盯着小树上的果子 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半个多时辰 嘿 终于成熟了 颜西瑶喜滋滋的 伸手摘一下三颗果子 竹子 这果子像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只是感觉是好东西 暂时就叫它能量果吧 等我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春兰 你给我找个小核子装起来 竹子您看 小树的叶子要枯萎了 颜西瑶点点头 也不知道这东西多久能够成熟一次 春兰 我想把这个小树移植回去 看看能不能成活 你们帮我把这个小树挖起来 连周围的土一起带回去 别伤到根了 是 竹子 竹子 您快去调戏一下 这里交给我们即可 颜西瑶点点头 转身走到吴晨的身边 说道 吴晨 你下山去一趟 让大叔召集人来把野猪抬回去 都够他们一整个村子的人吃了 好的 二小姐 属下接就去 吴晨说完 转身往山下飞掠 颜西瑶这才盘系而坐 运功调息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英老头和韩肖明前后睁开眼睛 师傅 这个包是怎么回事啊 回事也不是很清楚 看这个古包有些奇怪 想要劈开看看 还是徒儿来吧 你这么劈 还不得劈碎了 你行 你来 把这个包切开看看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费了好大的劲 韩肖明才将野猪头上的包切开 从里面滚出一颗带血的珠子 英老头捡起来 把血迹擦去 哎呀 是能量珠啊 哎呀 老夫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啊 这珠子里 蕴含了许许多多的能量 而且十分纯净啊 那应该是好东西 你收起来吧 哎 为事不需要 你拿着 等会儿呀 亲手送给你小师妹 他才最需要 你给他不一样吗 能能能一样吗 你你你就是个木头 哎呀 别废话了 快点拿着 你亲手送给他 好吧 韩肖明接过珠子 塞入怀中 师傅 帮忙把这两颗獠牙挖出来 徒儿打算做成两把匕首 送给小师妹一把 嘿嘿嘿 这主意不错 为师支持你啊 小师妹 这颗珠子 是从野猪脑袋上切出来的 里面蕴含许多的能量 你应该用得上 把它收好 哎 多谢四师兄 这能量珠里面 蕴含的能量非常纯净 的确是好东西 野猪应该是吃了天才地宝 有智慧了 才会有这颗能量珠 英老头和韩肖明 同时瞪大眼睛 一脸都不可思议 丫头 什么天才地宝啊 这是我刚才发现的 这头野猪 应该是这个果子的守护兽 它应该是以前 吃了这个果子 才会变得那么厉害 小师妹 这东西除了我们几个知道 不可告诉任何人 你师兄说的没错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为师活了这么大年纪 还是第一次 见到天才地宝 以前只是听说过 从未见过 这天才地宝 可是武林中人 梦寐以求的宝贝 若消息泄露出去 你会被武林中人 围追堵截的 师父 我知道 您是我的师父 我当然不能瞒着您了 等回京 咱们三人一人一刻 英老头满脸欣慰 就冲着这一点 这个徒弟啊 受的是真值 这可是天才地宝啊 小师妹居然眼睛 都不眨一下 就说要给自己一颗 这丫头是傻了吗 丫头啊 为师不要啊 你自己留着 等下次突破的时候吃 现在啊 就你武功最差 你留着 提升自己的实力 本宫也不需要 你自己留着吧 赶快提升实力 下次再遇到这么厉害的野猪 就不用喊救命了 你们真的不要啊 这可是增强功力的天才地宝 真的不要 你赶快提升才是关键 现在啊 就你武功最差了 你赶快收起来吧 对了 无尘呢 我让他下山去找大叔 召集村民来扛野猪 这头野猪啊 都够他们整个村子的人吃了 谁敢泄露小师妹身上的秘密 本宫不管他是谁 一律杀无赦 是 韩小明吩咐严君一和陈大夫留下来 等无尘 其他人继续去打猎 这棵树苗把我看好 别让任何人触碰 好的 二小姐 小师妹 这树苗是捡那三棵果子的树苗吗 嗯 没错 我想着此地临京城那么远 以后有可能不会来 就想着把树苗移植回去 看看能不能成活 这想法不错 以后还真有可能不会再来 四师兄 这棵小树苗就由你来种之如何 可以 师兄先帮你照看 你什么时候想要 随时可以拿走 多谢四师兄 几人在深山老林中又逛了接近半个时辰 收获颇风 便回去与严君一他们会合 吴臣带着中年大叔 已经开始用绳子绑住野猪的尸体 准备抬回去 四师兄 咱们今天可是大丰收啊 晚上和村民们一起热闹热闹如何 随你 走了约莫一个多时辰 大家伙才把野猪抬下山来 乡亲们 大家都赶快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等休息好了 就一起处理这条野猪 把全村人都叫来 一起吃肉喝酒 好好热闹热闹 咱们村靠东边 有一块空地 不如就把野猪抬到那边去 在那块空地上烧火炖肉 如何呀 没问题 村民们一听都不愿意休息了 赶紧抬起野猪往东边的空地上走去 放下野猪就各自跑回家 叫上全家老小全部赶往了空地上 大婶 你给我煮一锅青菜吧 我不想吃肉了 这段时间天天吃肉 我都吃腻了 好 要别的没有 青菜有的是 你不是要让全村村民热闹热闹吗 咱们就只想吃青菜了 这不冲突呀 我吃青菜 你们吃肉就行 反正我不吃那玩意儿 丫头 你为何不吃野猪肉啊 师父啊 那玩意儿都成精了 我才不吃呢 想想都恶心 再说了 野猪肉又不好吃了 那那那我也不吃了 本宫也要吃青菜 肉吃腻了 众人面面相去 韩潇明说完 吩咐吴臣去告诉中年大婶 让他多煮上一些青菜 吃完一锅爽口的青菜 大伙抓紧时间运功调息 恢复消耗的内力 英雄来了 砸死野猪的英雄来了 快请上座 肉很快就可以吃了 我们已经吃过了 就是过来凑个热闹 您吃 我们这段时间天天吃肉 都吃腻了 那怎么行啊 你们打的野猪 说分给我们就分给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如何感谢你们呢 怎么说也得吃点 我是吃不下了 你要是想感谢我们 等会儿多吃点就行 大家开心就行 就是啊 大家多吃点啊 等会儿啊 陪我老人家喝几口就行 喝酒没问题 划拳都可以 好 一言为定啊 等会儿陪老夫喝酒划拳 要不 现在来两拳 谁呀 谁怕谁呀 哥俩好啊 六黑手啊 六六六 亲啊 兄弟们 断起你们的酒碗 咱们一起敬英雄们 感谢英雄们 给我们送来这么大一头野猪 各位英雄 我们先干为敬 韩肖明他们接过酒碗 也是豪爽的一饮而尽 你不会喝酒 我还小 才十五岁呢 喝酒会影响我的身体发育的 拿来师兄替你喝 多谢四师兄 韩肖明微微汗手 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经过酒之后 村民们给韩肖明他们端了一些肉 放在桌子上 围着火堆开始大口吃肉 有两三个花季少女 手牵着手 低声议论 那个年轻的英雄 长得真英俊啊 要不去邀请他来 和我们一起跳舞 是很英俊 但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 要是能够和他一起跳舞 那就太幸福了 去邀请一下试试呗 人家要是不愿意 咱们也不勉强 人家可是打死野猪大英雄呢 小雅你去 连他旁边的女英雄 一起邀请 那个女英雄长得可真美啊 对对对 连女英雄一起邀请 好吧 我去邀请 脸上带着些许羞涩 笑意盈盈的走向韩肖明 小师妹 别让他靠近本宫 去把他赶走 四师兄 你别冲动 我来搞定 你千万要忍住啊 看着女孩越走越近 颜西瑶赶紧出声提醒 随后 一个剑步冲向了那女孩 把女孩挡在了距离韩肖明三尺之外 嘿嘿 小仙女啊 你不能再过去了 再过去我也保不住你了 女英雄 您叫我什么 小仙女啊 这是小美女的意思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女英雄 我是来邀请您 和那位英雄哥哥 一起去跳舞的 哦 他不会跳舞 我和你一起去跳 还有 你不能靠近他 他是危险分子 你靠近他 他会把你踹飞的 为什么呀 他有病啊 而且从小就有 叫女子恐惧综合症 除了他的家人 靠近他的女人 废死几残 嗯 啊 那不邀请他了 你和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没问题 多说漂亮的女人 都带刺 那长得帅的男人呢 带什么呢 这韩肖明长得帅 却是带刀 而且是脆了毒的刀 怎么还手拉手了 女人和女人之间 可以随便拉手的吗 男人手拉手 就说是龙羊之口 女人手拉手 是什么鬼啊 心不在焉的 抓起一块野猪肉 啃了起来 师傅 你尝一口 我不吃 要吃你自己吃 你就尝一口 有惊喜 什么惊喜啊 你尝了不就知道了吗 给你 婴老头一脸的莫名其妙 但还是小小的 咬了一口 嚼了几下 他那爱奶的 原来如此啊 这野猪肉里 居然有能量 你叫他们多吃点啊 能增强功力 普通人吃了 还能强身健体 为时就叫你小师妹 也来吃点 吴臣他们一听到这野猪肉里 暗含能量 就迫不及待的 大口吃了起来 丫头 别跳了 你过来 为时有话跟你说 师傅 什么事啊 丫头 这野猪肉里面啊 蕴含能量 你多吃点 能增强功力 对你身体也有好处 我不吃 要是你们自己吃 丫头 这么好的东西 你为何不吃啊 能强身健体 还能增强功力啊 我知道啊 这野猪吃过果子 身体里肯定有能量 可是这么大的野猪 您见过吗 反正我是不敢吃 我怕那野猪以前吃过人 众人闻言一愣 大伙儿愣住了好几秒 婴老头也被严西瑶 说得有些恶心 企图把咽下去的野猪肉 给吐出来 四大暗影和吴臣他们 亦是如此 却是识趣的 背对着村民们 丫头 你不厚道 为何不早说呀 我已经提醒你们了 你还要我怎么说嘛 是你们自己要吃的呀 臭小子 都怪你 是你非要让老服尝的 本宫怎么会吃的 走了走了 回去了 这热闹呀不错了 难受死老人家磨了 你们也不用这么大反应吧 我只是怀疑而已 说不定没吃过呢 丫头 我怀疑 你是故意的 我只是怀疑而已啊 你说不定你不是故意的 众人猛然点头 什么叫我是故意的 大婶煮这么多青菜 你们全都吃完了 还跑来这里吃肉 怪我了 严细瑶说完 转身努力的憋着笑 大步往回走 让嘴叉活该 丫头啊 你快帮卫士 把吃进去的野猪肉弄出来 卫士吐不出来呀 好吧 我帮你吹吐 严细瑶说完 问严君医要了一根银针来 严细瑶让鹰老头掀起衣服 将肚子露出来 右手持针向上刺 同时配合着左手按压 鹰老头成功的将吃进去的野猪肉 给吐了出来 韩潇明正犹豫着 要不要让严细瑶帮他催吐 四大暗影抢先一步 请严细瑶来帮忙 严君医和陈大夫学着严细瑶的手法 互相帮助 吴臣正想要请严细瑶帮忙呢 被韩潇明狠狠地瞪了一眼 小师妹 你也帮我催吐吧 严细瑶点了点头 韩潇明主动掀起衣服 闭上眼睛 一副即将奔赴刑场的表情 四师兄 你能不能放松点 我按不动 连银针都刺不进去 你让我怎么帮你 深呼吸 身体放松 韩潇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缓吐出 终于是将身体放松了 严细瑶看了韩潇明的右腿一眼 身体以闪电般的速度 向后跳远 四师兄 你还是让严君医他们帮你吧 我怕被你踹成半残废 臭小子 你别不是好胎 你要是敢踹老夫的小徒弟 老夫给你拼命 本宫不会踹小师妹 让严君医来帮你催吐吧 反正我是不干了 给你把脉你不紧张 碰一下你肚皮就紧张 我可不想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帮你催吐啊 二小姐 还是您帮主子催吐吧 主子醒知的时候 属下也不敢碰到主子的肚皮啊 啊 什么意思啊 属下和严君医都被踹过 主子清醒的情况下 唯独没踹过您 每次给主子治疗呀 都得把他弄晕 严细瑶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连男的都不能碰 师父 您要这串筷子 四季四师兄的咽喉和舌根处 也可以踹拖 为师不会 还是你来吧 为师安住他的双腿 保证不会踹到你 严心瑶转头看向严君医和陈大夫 两人同时摇头 故意表现出一脸的惊怒 本宫什么时候踹过你们了 属下刚追随您的第三天 您腿受伤 属下给您支腿的时候踹了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现在居然翻九丈 而且你摸的是本宫的大腿 属下第一次给您治疗腹痛的时候 被您踹了一脚 那时候还不熟好吗 用筷子压舌根而已 我难不成会吃人啊 四师兄 您要是敢踹我 我就不把你解毒了 小师妹放心 本宫保证不会踹你 行 那你张开嘴 韩肖明张嘴 严西瑶用筷子 刺激韩肖明的咽喉和舌根 弄了好一会儿 才将他吃下去的野猪肉 给吐出来 东梅赶紧将大伙吐出来的东西 清理干净 几位英雄 还真的回来了 大伙还到处找你们呢 大叔啊 你就告诉大家 我们今日打野猪太累了 想好好休息一下 明日还要赶路 就不去凑热闹了 大家玩得开心就行 我就是这样跟大家解释的 你们累了一天了 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去烧水 给你们洗漱休息啊 多谢大叔 你们去玩吧 不用管我们 我们自己动手即可 那怎么行呢 你们是客人 又是英雄 怎么能让你们动手 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邻居们还给我们家 留了一大块野猪肉呢 大叔不用客气 我们在你家借宿 你又帮我们照顾马匹 是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姐姐 你们明天就要走了吗 能不能在我家多住几天呀 小弟弟 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再来你家 或者等你长大了 就到京城去找我们好不好 姐姐 等我长大了 真的可以去京城找您吗 当然可以了 可是 我听爹爹说 此地离京城很远很远 我都不知道要走多久 才能够到达京城 哎呀 小家伙你为何要去京城找我们呢 你们都是好人 帮我治病 而且是大英雄 等我长大了 我也想当英雄 娘亲说了 你们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长大了要报答你们的 小弟弟 你不用报答我们 我们在你家借助 帮你治病 只是举手治劳 以后长大了 好好报答你的爹娘就够了 他们把你养大不容易 嗯 我会好好孝敬爹娘的 姐姐 你能教我医术吗 我想学习治病 学会了村里的人生病 或者是伤伤打猎受伤 也就不会死了 小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字吗 我叫牛小虎 字认识的不多 我跟村里的王伯伯学过 认识一些字 小家伙 这本医书我送给你 你有不认识的字啊 就去问你王伯伯 三年后 要是能看完这本医书 并理解里面的内容 你就来京城找我 我收你为徒 亲自教你医术 好 多谢英雄伯伯 三年之后 我一定来京城找你 好 我等着你 三年后 你到京城杏林百草堂 打听陈明顺大夫 就能找到我 多谢英雄伯伯 陈大夫笑着点点头 陈大夫 谢林百草堂是你的产业 不是 是主子的产业 属下有空就会去帮忙打理 丫头 你四师兄不仅有药房 还有其他产业 甚至还拥有江湖势力 幽明公也是你四师兄的势力 师傅 幽明公是什么组织 幽明公是江湖中的正道势力 是你四师兄啊 暗中培养的组织 她是幽明公公主 四师兄 原来你这么有钱有势啊 难怪这么大方 你很喜欢钱吗 当然喜欢啊 我又不是圣人 我是俗人 做不到是金钱为粪土 那等你的店开业 你好好经营 你也会有很多钱 那是必须的 我也要争取当个有钱人 俗人 赶紧去洗漱 然后去练功吧 目前提升实力才是最关键的 你说的有道理 听你的 总有一体 我要成为有钱有势的人 洗漱完毕 默默地走到角落里 盘膝而坐 开始练功 其他人洗漱过后 留下一人首页 也进入练功状态 次日一早 众人稍作收拾 韩潇明细心地 给中年大叔一家 留了一些银两 悄悄放在枕头下 又给他们留下了一匹骏马 告别中年大叔一家 启程回京 韩潇明和颜西尧 同城一起走了一段路程 颜西尧实在是受不了的 腰酸背痛 腿抽筋 两个人都是肌肉紧绷 能舒服才怪呢 四师兄 我还是去和春兰同城一起吧 我腰都快断了 你坚持一下 到镇上就可以乘坐马车了 身体放松 你那么紧张 可能放松才怪呢 本宫紧张了吗 你不紧张 那你还肌肉紧绷 本宫不紧张 韩潇明睁着眼睛说瞎话 颜西尧邪邪媚一笑 我让你死丫子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会不会把我扔出去 颜西尧的身体 故意往后靠 直接靠在了韩潇明的怀里 这样舒服多了 韩潇明一正 瞬间绷直身体 手脚都无处安放 身后的众人 瞪大了双眼 同时 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四师兄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把我扔下去 你就等着寒毒发作而死吧 不会 放心吧 颜西尧闭上眼睛 嘴角疯狂上扬 是你不让我做这件事情 我得让你尝尝 腰酸背痛 颜西尧的小脑袋 顶着韩潇明的下巴 几根发丝 调皮的 直往他的鼻子里头窜 韩潇明忍不住 打了个喷嚏 下巴重重的 碰上了颜西尧的头顶 四师兄 你打喷你不会转个方向吗 疼死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几根头发 老往我鼻子里钻 韩潇明揉了揉鼻子 伸手把颜西尧那几根 撩拨着他的头发 捋顺了 还顺手给颜西尧揉了揉 被他撞疼的头顶 丫头 你这头发 咋就这么懂事呢 再来几下就好了 慢慢的 韩潇明就适应了 颜西尧靠在他的怀里 也逐渐放松了身体 这才像话 傍晚 终于赶到寄存马车的小镇 一行人去寄存马车的饭馆里头 吃了晚饭 随后找了个客栈住下 虽然住客栈 但颜西尧还是坚持练功 次日一早 用完早膳 无尘驾好马车 颜西尧上了马车 见阴老头上了自己的马 韩潇明只好上了马车 这家伙怎么就跑来坐马车了 危险呢 这家伙在马车上 我好在肆乎鸡蛋的睡觉了嘛 无尘 等会记得去买个花盆 把小树苗栽好再走 是 无尘赶着马车 开始一路寻找卖花盆的地方 买完花盆将小树苗栽好 一行人继续启程 马车上 颜西尧昏昏欲睡 韩潇明看着他的小脑袋 点来点去的 心里挣扎了很久 才挪动屁股 坐在颜西尧的身边 让他的小脑袋 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七日后 由于一路上没有耽搁 终于是赶到了 离京城较近的梁东城 一行人刚进了城 街道旁的一则告示 吸引了许多人围观 挡住了大伙的去路 梁东四公子至薛公子 突染疾病 四处求一具无果 梁东四公子情同手足 甚及又无计 时日张榜寻衣 若能去及康复 梁东四公子 任期差遣或赏金百万两 旗带接榜 薛家黎原警候 张榜人 梁东四公子 哎呀 这好事啊 得赶紧告诉毛贝小徒 要是他不治好 就能将梁东四公子 收尾起用 老夫也能跟着 赶赶紧 梁东四公子啊 江湖中人谁不知道 梁东四公子 个个那都是随便跺跺脚 梁东城都得颤上三颤的人物 楚浩天 杀手组织血影楼的楼主 拥有十几家赌房 裴震天 天下第一大帮 盖帮少帮主 帮众遍布天下 薛中华 精明能干的生意人 武圣王朝的首富 富可敌国 段凌峰 神偷世家的传人 劫富济贫的侠士 在这江湖之上 拥有一定的势力 丫头 好机会 你的好机会来了 师父 什么好机会啊 梁东四公子 中了薛公子病了 张榜寻衣 若能治好 赏金万两 或者四公子任其差遣 你能解你四师兄身上的寒毒 治疗薛公子 应该不是问题 去试试 说不定了 你还真能把梁东四公子 设为己用 梁东四公子 很厉害吗 很厉害 你要是能将那梁东四公子 收服 你的势力 不比本宫小 严西尧震惊地 瞪大了双眼 既然梁东四公子 如此厉害 那本姑娘 得去试试 韩潇明的眼里 闪归一丝赞赏 试试的仪式 孤晨 去接吧 是 竹子 孤晨直接运起了轻功 飞到告示上方 伸手将告示 撕了下来 又飞回到马车上 将告示 递给了韩潇明 一名管家模样的人 等到人群散的都差不多了 牵着一匹马 走到马车边 公子寄人接绑 请随在下 前往薛家梨园 前面带路 管家模样的人 也不废话 带着一行人 赶往薛家梨园 你们之中谁是大夫 再次排队候诊 其余人 随在下到偏厅引查等候 严西尧 陈大夫和严军一 留下来排队 韩潇明等人 则是跟随着管家 前往偏厅 看着排队候诊的大夫们 和一脸失望 摇头叹气走出来的大夫 陈大夫和严军一的心里头 直打鼓 等了约莫半个时辰 终于是轮到 排在前面的陈大夫 陈大夫刚想进去 我们一起来的 就一起进去吧 严军一和陈大夫点头 三人一起进入了政厅 政厅中放着一张软榻 薛中华躺在软榻上 旁边坐着其他的三位公子 三人皆是一脸的交集 陈大夫 你先看看 是 二小姐 在下是来自京城的陈明顺大夫 薛中华有气无力的点点头 伸出了手臂 陈大夫给薛中华把脉 眉头是越皱越紧 薛公子病在肝脏上 应该是肝脏结结 术在下无能为力 四公子一脸的失望 严大夫 你试试 是 二小姐 在下姓严 明尚德 也来自京城 薛中华点头 严军一开始把脉 在下的诊断 和陈大夫一样 但也无能为力 我来看看吧 小女子姓严 明熙遥 来自京城 严熙遥话音刚落 楚浩天就是一证 严熙遥 自己没听错吧 三天前 有属下来报告 说是有人花钱 买严熙遥的命 但据来人描述 要杀的人年仅十五岁 又黑又丑 左脸上还有一道疤痕 名字也叫严熙遥 可是眼前的这个严熙遥 长得是倾国倾城 除了这个年龄相仿 没有一处是相符的 严熙遥纤细的手指 搭上薛中华的脉搏 闭上眼睛 仔细的感应着脉搏跳动 再看薛中华的脸色 你是否口干 口苦 右边斜肋疼痛 薛中华点头 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你的病确实是在肝脏上 初步怀疑 是湿热 剧毒型肝癌中期 也就是肝脏节节 让薛中华掀起衣服 再次仔细检查一遍 已经确定了 就是肝脏节节 治是能治 但是有点麻烦 也需要一段时间 严熙遥的话 让梁东四公子 如遇平地惊雷 反观严军一和陈大夫 一脸的兴奋 只要颜二小姐说能治 那就一定能够治 姑娘 梁东四公子的玩笑 不是你能开得起的 你确定你能治疗 我确定能治 但想要治疗 薛公子必须随我前往京城 我说过 她的病三两天治不好的 我家二小姐说能治 就一定能治 在下敢用性命担保 在下也敢用性命担保 我家二小姐的医术 我和严大夫都望尘莫及呀 说说你的条件 要黄金还是要什么 若我治不好 分文不取 若治好你 我要你们四公子 做我的左膀右臂 同闯天下 不是下人 当然不是 是左膀右臂 更是兄弟 梁东四公子相互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头 姑娘 在下有一事 不知当不当家 你请说 有事但说无妨 在下是血影楼楼主 楚浩天 三日前 有人出五千两银子 买一个叫 严西瑶的女孩的命 只是根据来人的描述 他要杀的人 又黑又丑 左脸上还有一道疤痕 听说是京城邵师府的二小姐 不知 您是否听说此人 严君一和陈大夫 大惊失色 若我说 我认识此人 也知道他在何处 那你是否要去杀他 不去 我血影楼虽是杀手组织 却不是什么人都杀 血影楼 只杀贪官以及大奸大恶之人 严西瑶点了点头 把手伸进了袖子里 从空间里 取出了那张 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戴在了脸上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丑的 严西瑶 痛苦 没想到严小姐 如此胆大爽快 不拘小姐 只要你能治好薛老弟 在下四人 愿意誓死追随 同闯天下 金子一言 四马难追 外加九个香炉 严西瑶一脸的懵逼 陪震北笑着解释 就是一言九鼎的意思 严小姐不必在意 这小子就这样 他爹让他去读书 他要去做贼 大字不认识几个 说话呀 颠三倒四 原来如此啊 我说的不对吗 九个鼎 不就是九个香炉吗 还意思一样 我师父和我师兄 还在偏听候着 薛公子 你收拾行李 又没一起前往京城 到京城后 我便开始给你治疗 此事不及 今晚在零园休息一晚 我们四兄弟 得安排一下 琐碎杂事 明日一早动身不迟 管家 去偏听 请严小姐的师父师兄 来正听 吩咐厨房 准备晚宴 是 严小姐 快请上座 薛公子 你家茅房在何处啊 我想去方便一下 薛中华立刻派丫鬟 带着严希瑶去了茅房 严希瑶去了茅房 取出饱肝护肝的 消除黄胆的药 去除外包装 将药塞进了袖子里 这才走出了茅房 正听中 鹰老头他们 正在与四公子谈笑风生呢 梁东四公子 本就是对鹰老头 极其崇拜的 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韩肖明 梁东四公子脸色惊变 虽然从未见过韩肖明 但是韩肖明的大名 如雷贯耳 草明 拜见九殿下 免礼 多起了吧 在外人面前 不可泄露本宫的真实身份 是 草明遵命 见严希瑶回来 楚浩天笑着问 严小姐就不问问 是谁想雇佣杀生杀您 不用问我也知道是谁 严小姐若是愿意 薛影楼可以派人帮您解决麻烦 不用 我并不想他们死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好吧 在下尊重您的决定 有需要 尽管吩咐 严希瑶点了点头 从袖子里 驱出为薛中华准备的药 让他服下 严小姐 这 真的是药吗 为何如此奇特 这是饱干护干的药 你不觉得做成这样很方便吗 不用喝那又黑又苦的药汁 严小姐言之有理 在下相信严小姐的医术 这是 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药 有些疑惑罢了 药做成什么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药的效果 这个药呢 你直接用水吞服即可 还方便携带 薛中华喝了一口水 将药吞下 感受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不适 晚宴准备的极其丰盛 酒自然是少不了的 薛公子 不可饮酒 饮酒会加速你的病情恶化 从现在开始 你的饮食必须清淡 既辛辣 油腻 既酒 没问题 您是大夫 您说了算 吃完晚饭 薛中华感觉身体上轻松了不少 这应该是药起作用了 薛中华欣喜不已 次日一早 在黎原用完早膳 梁东四公子跟随着韩潇明他们 启程赶往京城 三日后 顺利地回到了韩潇明 京城郊外的别院 主子这是从何处弄来一个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啊 难道主子不讨厌女人了 不过这身形和颜二小姐实在太像了 她就是颜二小姐 只是恢复了容貌 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本宫的小师妹 以后她有任何需求 你们必须尽全力满足 是 管家 大人准备房间 梁东四公子暂住别院 是 老奴这就去准备 等等 管家 请问我母亲在吗 二小姐 你母亲不在别院 自从皇后娘娘把她接进宫 就没回来过 不过 你母亲和皇后娘娘 在京城开了一家如意绣房 这个时辰 你母亲应该在绣房中 好 我知道了 多谢 母后居然和林氏合伙开绣房 四师兄 我想去看看我的母亲 对了 你不是答应给我一所宅子吗 能不能 给我在京城里的宅子 这样我母亲回来也方便些 没问题 就给你京城内的宅子 不过这别院比较清静 缺公子治病 就在别院吧 她可不想让梁东四公子 去自己送给小师妹的宅子里头居住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了 你再帮我准备一个房间 要干燥通风 作为治疗室 可以 还需要什么 你只管吩咐管家去准备 好 多谢四师兄 见你马车一用 我去绣房 看看我母亲 不必着急 先去换身衣服 本宫陪你去 老夫也要去 老夫也要去 老夫也得去 见见丫头的母亲 师父 你就别去了 再次陪陪梁东四公子 晚些时候 托儿把林氏接回来即可 那就没问题 你们去吧 老夫去和四位公子聊聊 韩肖明和严西瑶换了身衣服 坐上马车 由吴臣赶车往京城赶去 四师兄 那十万两银子和宅子 你什么时候给我 怎么 你还怕师兄赖账不着 放心吧 说了给你就可以 今日先去看看绣房的位置 再决定给你哪一所宅子 明日本宫就派人 去把宅子打扫出来 你想什么时候搬过去都可以 多谢四师兄 现在药材已经准备妥到 你什么时候 给本宫解毒啊 明天给你解毒都可以 不过我还怕你不配合我 又怕你踹我 解毒呢 得给你施针推拿 得触碰你全身的皮肤 你确定你能配合我吗 韩肖明沉默了 触碰全身的皮肤 韩肖明还真怕自己忍不住 把小师妹大谢八块 那现在可怎么办 当然是每天训练你了 直到我能触碰你全身 我才敢给你解毒 韩肖明的脸 瞬间黑得跟锅底似的 解个毒还非得触碰全身 马车来到如意绣房门口停下 无尘跳下马车 主子到了 韩肖明和颜西瑶下了马车 一起走进绣房 这一幕 恰好被前来寻找机会 收拾灵世的王室母女看到 那不是九殿下吗 他身边的女人是谁啊 九殿下不是不让女人接近吗 这女人的身段 倒是和颜西瑶那个小贱皮子很像 不知道是不是他 哎呀 先看看再说吧 姚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很像 可那张脸 不是颜西瑶那个贱人啊 她的脸又黑又丑 何况我在她脸上 划的那一刀 可是很深的 根本不可能治好 王室脸上闪过一抹恶毒 她知道 九殿下身边的女人 八成就是颜西瑶 韩肖明和颜西瑶进入绣房 灵世赶紧过来招呼 娘亲我回来了 我的脸痴好了 恢复容貌了 听到颜西瑶那熟悉的声音 灵世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姚儿 真的是你 你的脸真的好了 哎呀 我的女儿真好看 快让娘亲好好看看 太好了 我的女儿 终于恢复容貌了 颜西瑶一把抱住灵世 娘亲 以后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娘俩 好 这一次 娘就是拼了命 也要护你周全 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娘亲 以后女儿会保护您的 女儿拜了师父学了武功 女儿有能力保护您了 好 我的女儿 终于长大了 灵世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韩肖明的面前 韩肖明吓了一跳 想要伸手去扶灵世 却是又怕控制不住自己 伤了灵世 只好往侧面让开了 林夫人这是何意啊 九殿下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请受明父一拜 林夫人快快请起 本宫受不进你这一拜 你女儿的脸 是她自己治好的 与本宫无关 娘亲 是我自己治好的 我会医术 从五岁开始 就有一个神秘人 每天晚上来教女儿医术 女儿怕您担心 更怕被王室和阎文忠发现 就一直没告诉您 娘亲 对不起啊 我也不想骗您的 可没办法 您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 您会承受不住的 我只能说谎了 更何况 韩肖明还在身边呢 傻孩子 娘亲还能出卖你不成 不过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你是该瞒着 林夫人 今日就早些随我们回去吧 家师还在府中 等着与您见面呢 林氏有些懵 韩肖明的师父要见自己 娘亲 九殿下现在 是女儿的四师兄 我们是同一个师父 女儿有幸成为师父 她老人家的关门弟子 好好好 这是大好事 大喜事 娘亲这就随你们回去 王氏母女 眼睁睁的看着林氏 上了韩肖明的马车 极度的要抓狂了 却是又无计可施 严小蝶的眼里 满是恶毒 转身就走 她要去找五皇子 让五皇子通知杀手 早点杀了林氏母女 杨儿 你现在容貌恢复了 抽个时间 咱们去看看你外祖父 外祖母 这些年 娘亲没保护好你 又被软禁 都没能回去见他们 好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情 就去看看他们 杨儿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忙 娘亲 我现在有个病人需要治疗 不过不要紧 等我控制好她的病情 就陪您去看外祖父他们 杨儿 就算你五岁开始学医 你的医术恐怕也不是很好 你有把握吗 不能耽误了人家呀 娘亲放心吧 女儿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林夫人 您去放心吧 小师妹的医术很高明 连宫中的寓衣 都没办法与小师妹相提并论 何况 她要治疗的那个人 本是不小 本宫不在小师妹身边的时候 这个人能护小师妹周全 韩肖明的话 再次让灵氏震惊不已 她实在是不敢相信 自己的女儿竟是如此有出息 好 这事不急 你专心给人治病 去你外祖父家 什么时候都可以 现在时辰还早 不如就现在去一趟 晚膳前回别院警察 多谢四师兄 安心 咱们现在就去 等有空了 再多去陪陪外祖父 外祖母 好 乌臣去陵府 是 乌臣驾着马车 改道 去了陵府 负责接送陵氏 进出皇宫的侍卫 见陵氏被九殿下接走 侍卫只好回宫 向皇后禀报 你们怎么就回来了呀 陵夫人呢 启禀皇后娘娘 陵夫人被九殿下 和严小姐接回去了 明儿回来了 行 本宫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皇后娘娘 奴才还有一事禀报 那严二小姐恢复容貌了 长得美若天仙 比严家的大小姐 漂亮无数倍 什么 恢复了 而且还长得美若天仙 是 奴才亲眼看见的 你先下去吧 是 奴才告退 侍卫退了出去 皇后笑得特别的开心 风风火火的 赶往皇上的御书房 跑到御书房门口 也不等到太监通报 皇后就冒冒失失的 冲进了书房里 皇上正在批阅奏折呢 皇后 你都多大人了 以前也不见你如此 怎么最近总是冒冒失失的 你的温婉端庄呢 皇上 明儿回来了 而且 严家的二丫头 恢复了容貌 侍卫说 那丫头呀 长得可漂亮了 是吗 这个臭小子 回来也不先进宫 看看朕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皇上 严家的二丫头 恢复了容貌 依着臣妾看 您应该 给明儿和那个丫头赐婚 让他们呢 先把这亲事定下来 此事不急 还是先问问明儿的意思 万一这臭小子发飙 真可压不住他呀 可是臣妾担心别人 接足先登啊 就那丫头 能够接紧明儿 难道 您就不担心 咱们家明儿 打一辈子的光棍呢 朕是他老子 朕能不担心吗 哎 走走走走 现在就去明儿的别院 问问他的意思 顺便 看看那丫头 恢复的如何了 臣妾也是正有此意 吴公公 准备叫您 朕要出宫 是 奴才遵旨 皇上皇后 火急火燎的 赶到韩潇明的别院门口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嘿 快快快 去迎接那臭小子的父皇母后 别院下人和梁东四公子 跪了一地 婴老头只是弯腰行礼 唯独不见韩潇明和灵氏母女 明儿呢 灵氏母女呢 他们还没有回来吗 回皇上 殿下和延二小姐去绣房了 说是要接林夫人回来 应该是有事耽搁了 都起来吧 给朕倒茶 朕在此等着 婴老头 你也来了 这四位是 嘿嘿 喂皇上 这四位是梁东四公子 此次前来 是找姚儿那丫头治病的 梁东四公子 嗯 朕略有耳闻 原来是这样啊 那伤得严重嘛 快让外祖母看看 已经没事了 钱都好了 连一点疤痕都没有留下 好 好了就好啊 你爹因为你的脸又黑又丑 才冷落了你们娘儿俩 以后啊 他应该会好好地待你们娘儿俩的 爹 娘 回屋说吧 爹 娘 女儿已经跟延文忠和离了 什么 芙蓉啊 你真的和延文忠和离了 你怎的这般糊涂啊 你这和离了以后 日子可要怎么过呀 哎呀 芙蓉 你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做的决定吗 爹 女儿是考虑清楚后 才做的决定 随后 林氏将这五年来的 所有经历的一切 都跟林老爷子说了一遍 好 和离了也好 林家高攀不起的延文忠 哎 林老爷子此言诧异 是他延文忠高攀不起本宫的小师妹 呃 这 本宫的小师妹 是要人才有人才 要能力有能力 要势力有势力 其实他一个小小的延文忠 能高攀得起的 甚至包括你们林家 他延文忠也高攀不起 有本宫的小师妹在 你们林家崛起 指日可待 当年林家遭奸臣陷害的事情 韩潇明是略有所闻 林家人听到韩潇明如此说 欣慰的同时也是震惊不已 好 好啊 姚儿终于有出息了 老夫就是死了 也明目了 老婆子 快 快让人准备晚饭 林老爷子 不必麻烦了 我们马上要走 府上还有贵客等着呢 改日再来讨扰 哎呦 那怎么能行啊 来了连饭都不吃一口就走了 外祖母啊 今日真有事 改日我和娘亲 再来多陪陪您和外祖父 芙蓉 姚儿 那你们现在住何处 可有地方落桥啊 没地方住就搬回来吧 大舅您放心 我和娘亲有地方住 等外生女搬进新宅子 进来请你们坐坐 那就好 既然你们有事要忙 就早些回去 别耽误了正事 好 那女儿改日再来看你们 回去吧 以后啊 常回来看看就行了 告别林家人 一行人往韩肖明的别院赶去 此时别院中 婴老头唾沫横飞 天油加醋的说着 韩肖明和颜西瑶 去火灵山时的精彩故事 哎呀皇上 咱们哪 得赶紧抓紧时间 把俩孩子的婚事啊 给他定下来 万一 颜丫头被人 结束仙灯了 那咱们家明儿 可是要打一辈子的光棍了 嗯 这事是得抓紧 等灵夫人回来 你去找灵夫人谈谈 把青事定下来 是 臣妾遵旨 哎 皇上 您找什么呢 哎呀 真的应喜呀 居然没带出来 朕想现在 就你赐婚照说 皇上不必着急 您明日下指赐婚也不吃 反正 颜小姐跑不了 嗯 有道理 朕今晚回去就拟址 得先下手为枪 这是一个 堂堂皇上说出来的话 谁他们敢跟皇家 抢二媳妇啊 还先下手为枪呢 您咋不直接抢您宫里 去养着去呀 就在这时 韩肖明他们回来了 皇上和皇后 听到动静 迫不及待地跑出来 想要看看 颜西瑶的容颜 免了 又不是在宫里 在外面随意就好 谢皇上 严丫头 抬起头来 让朕瞧瞧 颜西瑶缓缓缓地抬起头来 这一看 皇上和皇后 同时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这严家二丫头 也生得太美了吧 哎哟 本宫咋就那么有福呢 这丫头和老五的婚约 解除得好啊 哈哈哈 严丫头 你去给皇上 请个平安脉 你的医术 本宫可是亲身体会过的 朕好好的 把什么脉啊 您不是让臣妾找 灵夫人谈谈吗 哦 对对对 严丫头 来替朕 请个平安脉吧 是 臣女遵旨 严西瑶跟着皇上进屋 皇后则是拉着灵士 往别的房间走去 皇上坐在椅子上 将左手伸到严西瑶的面前来 严西瑶手指搭上皇上的脉搏 严丫头 朕身体没问题吧 皇上 臣女给您请慢 您激动什么呀 应该是臣女紧张才是呀 哎 怎么 朕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朕不能激动 不能紧张吗 当然不是 皇上当然能激动 可您一激动 脉搏跳得太快 根本看不出来 您还是缓一缓 再重新把脉吧 朕的名儿 不是断讯 能让你接近 朕能不激动吗 林夫人 本宫对着严丫头 很是满意 你看两个孩子相处的 也十分融洽 要不 咱们把两个孩子的亲事 定下来如何呀 临时震惊的 瞪大了眼睛 好半生 说不出话了 林氏 左思右想 也不知道 女儿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皇后娘娘 书民妇 不能答应你 民妇想征求 芽儿的意见 让她自己选择 她想要的未来 哎呀 林夫人呢 这自古婚姻之事都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你就答应吧 本宫啊 一定会像对待轻生女儿一样的对待严丫头的 再说了 严丫头要是与明儿定了亲 以后还有谁敢欺负你们娘俩呀 就是老五那个混账东西 想欺负丫头 那也得掂量掂量不是吗 皇后最后这句话 让灵氏有一些动摇了 林夫人呢 就明儿的性格 除了严丫头 她不让任何女人靠近她三尺之内 你以后啊 都不必担心明儿会骂妾 给严丫头心里头添堵 有本宫与皇上 给严丫头撑着腰呢 明儿绝对不能够让严丫头受委屈 林氏一听 不必担心韩肖明骂妾 归在皇后面前 皇后娘娘 只要瑶儿不受委屈 瑶儿自己同意 明妇就答应这桩婚事 哎呀 快起来快起来 林夫人呢 你就放心吧 本宫绝对不会让严丫头受委屈的 明妇相信皇后娘娘 可明妇担心 瑶儿不同意 让皇上下旨 她还敢抗旨不成 反正啊 本宫就是认准了这个儿媳妇了 那 好吧 这才对嘛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门不当户不对了 明日啊 本宫就让皇上封你一个一品告命夫人 这不就门当户对了吗 多谢皇后娘娘 明妇何德何能 能当这一品告命夫人 哎 本宫说你能当 你就能当 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女儿 给本宫来当儿媳妇 功劳不小呢 皇后娘娘过奖了 好了 走吧 出去用晚上 明日本宫还派人接你进宫 到时候啊 你再与本宫好好地聊聊 是 皇上 您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睡眠不太好 得多注意休息 等明日臣女给您弄点安神补脑的药 好 哥 朕不愿意喝那黑乎乎的药汁 你给朕做成药丸 像皇后吃的那种 皇上 您的药不一定做成药丸 但臣女保证 不难吃 准了 只要不是南河有黑乎乎的药汁 做成什么样都行 丫头啊 为师还未正式与你母亲认识 你是不是得给为师引药引药呀 啊 好 给您引药一下 皇上 适配一下 去吧 燕西瑶和婴老头走向灵神 皇上 依臣妾看 您还是不要问明儿的意见了 直接呀 下旨赐婚 皇后 何出此言啊 唉 林夫人担心炎丫头不同意 明儿的性格您知道啊 咱们就以她抱了丫丫头为由 让她负责 她应该会答应的 但丫丫头知道明儿不让人靠近 应该会反对 只能下旨 她应该也不敢抗旨才是啊 有道理 那就直接下旨赐婚 明儿这臭小子还真让人操心啊 还有啊 林夫人与严文中合理 那她就是个平民的身份了 丫丫头和明儿可就门不当户不对了 你得先给林夫人一个封号 再给丫丫头一个封号 理由呢 就以丫丫头给臣妾和明治病立功为由 可封 这个朕已经想到了 这样 让他们母女俩明日进宫 朕让他们等着文武百官的面守风 老五他们也该封王了 让他们滚出皇宫居住 皇上英明 唉 明儿呢 这孩子 不会是又躲在书房里头 看书去了吧 没有 朕把他给支开了 让他带梁东四公子去逛别院了 嗯 时辰也不早了 咱们用完膳也该回宫了 那行 朕派人啊去把他叫回来 另一边 灵氏对着英老头千恩万谢 感谢他收颜西瑶为徒 传授女儿本身 两人先来先去的 颜西瑶是听得直翻白眼 师父 娘亲 你们能不能不先来先去的呀 该吃晚饭了 你们不饿吗 林夫人 非常抱紧啊 瞧我这一高兴 聊得都忘了时辰 咱们去吃饭吧 殷先生说的哪里话 该说抱歉的是我 瑶儿能拜您为师 是我太高兴了 忘了时辰 又来了 谢完了又开始道歉 没完没了的 殷前辈 林夫人 严小姐 殿下让你们去正厅用膳 走走走 去吃饭 吃完饭再继续聊 啊 申先生 您先请 林夫人请 你们慢慢互相牵扰 我先去了 饿死了 用完了晚膳 皇上交代韩肖明 明日早上 一定要带着 灵氏母女进宫来 便和皇后 回了皇宫 入院 严西瑶回到房间里 换了一身夜行衣 戴上那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竹子 您这身装扮 是要去往何处啊 去报仇 竹子 属下飞行 请您去 好呀 那你们快去换衣服吧 是 竹子请稍等 快去吧 王室 严小蝶 今日便是你们噩梦的开始 小师妹打算如何做 师兄可是帮你准备了好东西 门口就传来了韩肖明 愉悦的声音 严西瑶扭头看去 只见韩肖明也是一身的黑色长袍 手里拎着个布袋子走了进来 他疑惑的问 什么好东西啊 送给王室母女的见面礼 本宫好不容易去一趟少师府 总不能空手而去吧 韩肖明说完 抖了抖手里的黑布袋子 袋子里的东西不停的蠕动着 还吱吱的叫了起来 好家伙 这玩意我喜欢 多谢四师兄准备的大礼 这可是本宫和梁东四公子下午时为你准备的 你喜欢就好 走吧 本宫陪你走一趟 等春兰他们一起 有本宫在 春兰他们就不用去了 四大暗影刚换好衣服 赶到门口 听到韩肖明的话 四人赶紧悄悄的退了回去 那好吧 咱们走 本宫知道 你舍不得用大师兄送你的那把匕首 那把匕首可是罕见的保护 你收好 这把给你 多谢四师兄 燕西遥接过匕首 师兄妹二人往别院门口走去 吴晨已经是备好了马 等着韩肖明 韩肖明抱着燕西遥 飞身上马 一刻钟后 两人来到了城门口 伙计 自己找地方休息一下 等着本宫回来 马儿低声嘶鸣 迈着欢快的步子 转身引入了路边的丛林之中 两人运气轻功 越过城墙 往邵师府的方向飞掠 韩肖明和燕西遥来到邵师府 燕西遥熟门熟路的 带着韩肖明 把燕府的暗卫 全部放到 两个人大摇大摆的 往燕小蝶的房间走去 小师妹 你自己的手自己抱 本宫不进女人的房间 好 那我自己进去了 燕西遥出手快如闪电 点了丫鬟的睡觉 燕小蝶似乎是感觉到了危险靠近 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 你 你是人 是鬼啊 你说呢 你觉得我应该是人还是鬼啊 你 你别过来 把你的匕首拿开 我可是你的姐姐 姐姐 你配吗 我娘亲只生了我一个 我何来的姐姐啊 我记得这话你也说过 你娘只生了你一个 你也没有妹妹啊 妹妹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放过你 好呀 反正我不会要你的命 我只是有仇报仇而已 今日呢 姑奶奶答应饶你不死 你不是喜欢给我毁容吗 不知道你自己毁容 你能不能接受啊 妹妹 妹妹 我错了 求你 求你放过我 我不能毁容 闭嘴 谢谢你妹妹 你划我脸的时候 可有想过放过我呢 没关系 我这个人呢 很好说话 今天不会杀你 但你给我的伤害 我只会加倍还给 接下来好好享受 这匕首 滑下去的快感吧 救命啊 娘亲救我 爹爹救我 严心尧的匕首 刺进了严小蝶的脸上 慢慢的 一点点的往上拉 而门口 听到了严小蝶的惨叫声 赶来到王室和严文中 被韩潇明拦在了门口 二位起烧到 本宫的小师妹正在屋里办事 还请二位不要进去打扰 否则 别怪本宫不客气 严细尧照样 一点点的将严小蝶的另一边脸划开 鲜血流的到处都是 这两刀呢 是抱你划伤我脸的 胸口的那一刀 全身的鞭伤和抛尸杀牙的伤 等你把脸上的伤痒痒 姑奶奶再来找你一点点清算 韩潇明听到了严细尧的话 抬脚 王室砍叫着 如同炮弹一般 飞进了严小蝶的房间里 多谢四师兄 腾的一声 这房门关上 严文中 瘫倒在地 四师兄 严细尧 卷叫韩潇明四师兄 错了 大错特错呀 当初不该保严小蝶呀 现在后悔 不觉得太晚了吗 等明日朝堂之上 临时和小师妹受风 那时候才是你真正后悔的时候 啊 王室看到严小蝶脸上 那触目惊心的两道血口子 眼前一黑就要晕死过去 王室 五年前是你给我戴上的人皮面具对吧 啊 不 不 不是我 我不知道你脸上 有什么人皮面具 想清楚再回答我 我再给你一字机 敢说半句 我割了你的舌头 是 是我给你戴上的 我娘的陪嫁丫鬟是怎么死的 说 是 是我 把他退下井里淹死的 你为何要杀他 因为 因为他看到了我 拿严甫的珠宝给我的哥哥 他要去告诉老爷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杀了他 他将我拿走的珠宝 家伙在他的身上 林家遭奸臣陷害 是你搞的鬼吧 快说 是我 是我让蝶儿的舅舅伪造 我伪造的 这真的只是证据 哎呀呀 姚儿 你 你别杀我 我 我知道错了 杀你想得太美好 我当然不会杀你了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这些你 你家住在我娘和我身上的伤害 我会一点点 慢慢的欢迎 现在杀你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嗯 若我没记错的话 你在你娘家 只是个不受待见的庶女 为了翻身 为了成为严家的当家主母 自打你进严府这些年 你花了不少心思吧 你拿了多少严家的财产 孝敬你娘家 你那所谓的哥哥 才帮你伪造证据的吧 啊 你你你你你你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啊不 啊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啊不不 不是这样的 门口的韩潇明 勾了勾成脚 这丫头还真是聪明 林家被陷害的事 她都能想到王室身上 都不用本宫去调查了 小师妹这手动还不错 随便下一下就全招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真正蛇系心肠的女人 是王室母女 是我 是我的错 手放任王室母女 伤害了林室母女啊 言文中老泪纵横 自言自语 仿佛一瞬间 苍老了十岁 王室 今晚只是开始 先享受享受我为你准备的开胃菜 严戏熬说完 手里的匕首 缓缓地刺进了王室的左脸 严戏熬斜思一笑 拿起韩宵明给她的黑布袋 这是菜后甜点 你们慢慢享受 严戏熬说完 将黑布袋打开 半袋子的老鼠 全部都倒在了王室母女俩身上 转身走出房门 老鼠 母女俩吓得 发出了鬼哭狼嚎 惨绝人寰的惨叫声 韩宵明也不等严文忠反应过来 拉着严戏熬的手 运气轻功 急速飞略 很快消失在了严文忠的面前 听着屋里头 王室母女的惨叫声 起身 打开房门 瞬间被屋里的一幕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奋力地驱赶着 王室母女身上的老鼠 严文忠看着王室母女 鲜血淋漓的脸 更是悔不当初 完了 特地完了 韩宵明心情愉悦地 拉着严戏遥一路飞掠 很快出了京城 韩宵明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 马儿思明着回应 迈着欢快的步子 飞奔到韩宵明的身边 过去咱们回家 驾 马儿撒腿狂奔 往别院赶去 韩宵明和严戏遥回到了别院 四十九晚 明天见啦 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 学本宫进宫 好的 严戏遥转身 蹦蹦跳跳地 往自己居住的院子走去 回到院子 四大暗影伺候着严戏遥洗漱完毕 便退了出去 如今四大暗影乃是严戏遥的人 不可能再监视他 严戏遥盘膝坐在床上 想起那颗从野猪身上得来的能量猪 还放在空间里头 严戏遥大方地从空间里头 取出能量猪 正想仔细研究一下 脑海里头传来了一道 小仙女主婴 你能不能不要拿走能量猪 严戏遥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紧张地四处查看 却什么也看不到 卧槽 谁 谁的说坏 小仙女主婴 你不要害怕啦 还是你手上那个手镯的精灵宝宝 还在你的空间里 你想对宝宝说什么 只要你在脑海里头想着 宝宝就能够知道 啊 精灵宝宝 你什么鬼啊 严戏遥按照精灵宝宝说的 在脑子里头想着想问的问题 你手上那个手镯 是万年韩玉制作而成的 俺是韩玉孕育出来的精灵宝宝 最近你把那颗能量猪放进空间里 宝宝吸收了能量猪里面的能量 已经能够通过精神力跟你说坏了 要是你没有练武 没有那颗能量猪 可能还得过个百八十年的 宝宝才能够与你沟通呢 卧槽 这太离奇了 你说你在我的空间里 我进来看看你长什么样啊 你进来也没有用 你现在还看不到宝宝的 除非你有精神力 可以用精神力看到宝宝 因为现在宝宝还是透明的 什么是精神力啊 精神力说白了就是意念呗 等你学会了用意念控制物体 你就能够用精神力看到 你家可爱的精灵宝宝了 那又怎么样才能有精神力呢 你自己练啊 看在能量猪的份儿上宝宝教你入门 你先找一枚铜钱拴起来挂在墙上 然后眼睛盯着铜钱 尝试用意念力让铜钱晃动 等你能够用精神力控制一串铜钱 漂浮在空中 你就能够见到宝宝了 我不练 就为了见你一面 我还得练精神力 有那时间 我还不如好好练功呢 小仙女主爷 你别小看精神力好不好 精神力练到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用精神力攻击敌人大脑 还能牵使敌人 追踪敌人呢 就跟扫描仪一样 我去精神力这么牛 那我得好好练练啊 你好好练啊 有机会多给宝宝弄上几颗能量珠 对你有好处的 有何好处啊 对了 我和我空间卫生月 我上不了四楼啊 你现在能上到三楼了 四楼还没解锁呢 得等到你的实力 再突破到一个层次 至于好处嘛 宝宝吸收了能量珠里面的能量 会实力大涨 能够凝聚出实体 还能够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哦 那你现在能帮我做事吗 当然能了 你以为你空间里面的药房 为何整齐又干净啊 那都是宝宝在帮你整理的 可以啊 行 有机会我就给你弄能量珠 你现在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送一些小次品进来 你帮我把安神补脑液 拆一些装进小瓷瓶里 一个瓷瓶里装多少补脑液 到时候你告诉我 没问题啦 那你现在可以把能量珠给宝宝了吧 可以可以 现在就给你 对了 你有名字吗 我怎么称呼你啊 你还没有给宝宝取名字 宝宝哪有什么名字嘛 嗯 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宝宝有小叽叽哦 那我就叫你小豆芽吧 小豆芽宝宝 小精灵宝宝一愣 翻了个白眼 不满的吼道 你 俺可是个可爱的小帅哥 你给宝宝叫个小豆芽 你又没有搞错啊 难听我死了 你个取名废 嗯 那你自己想一个吧 想好了告诉我 我真不会取名字 哎 我把小次品给你 记得把我装好哦 精灵宝宝气呼呼的 不再说话了 烟细窑打开药箱 将小次品送到了几个空间里 找了一枚铜钱 按照精灵宝宝教的 找一根线拴起来 挂在墙上 开始盯着铜钱 练精神力 精灵宝宝生气归生气 见到严西遥 送进空间里面的小瓷瓶 拿了几盒 安神补脑液 一边想着自己的名字 一边往小瓷瓶里头 倒着药液 一夜 严西遥眼前的铜钱 愣是没动一下 严西遥 才眨了眨 酸胀的眼睛 主子 该起床了 用完早膳 您还得和酒店一下 一起进宫呢 进来吧 我没睡觉 春兰推门走了进来 主子 您这眼睛是怎么回事 这么红的 跟兔子眼睛一样 没事 看铜钱看了一夜 去给我打点水 我洗漱一下 要不 属下还是请严军医 来给您看看吧 真不用 我自己就是大夫 我有药 你去打水吧 是 严西遥从空间里头 取了一瓶眼药水 滴了一下 安神不闹 夜已经给你装好了 一个小瓷瓶里装了六瓶 好 谢谢小精灵宝宝 严西遥趁着春兰 还没有打水回来 赶紧把小瓷瓶 从空间里面取出来 装进了药箱里 严西遥换了神衣服 拎着药箱去了正厅 韩肖明 阴老头和灵士 已经是等在正厅里了 三人见到严西遥 眼睛通红 全都大吃一惊 丫头 你的眼睛怎么了 怎么红成这样 师傅 我的眼睛没事 就昨晚掉前眼里了 看童前看了一夜 这是答应给你的十万两银票 不够用就跟师兄说 灵士震惊的 瞪大了眼睛 十万两呀 不够用 才跟他说 女儿这是想干嘛呀 十万两还不够用 严西遥先是一愣 谢谢四师兄啊 姚儿 你怎么能要酒店下的银票 你持住都在殿下的别院 怎么还能要殿下的钱呢 我 林夫人 这是本宫答应给小师妹的 何况本宫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她要点零花钱 本宫还供得起 林夫人 你就别操心姚儿丫头的事了 姚儿丫头做事有分寸 再说了 明儿这臭小子 说的也没错 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她是得好好宠着 不仅她宠 老夫也宠 她另外三个师妹也得宠 这样会把她宠得无法无天的 放心吧 老夫看上的关门弟子 可不是那样的人 严西遥都被这个婴老头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用完早膳 严西遥把薛中华要吃的药交给婴老头 并交代用法和用量之后 韩潇明带着林氏和严西遥入宫 婴老头则是留下来 和梁东四公子喝茶聊天 进宫之前 韩潇明还专门去了一趟林府 接上了严西遥的舅舅林长生 四个人磨磨蹭蹭的进宫时 皇上都快要下潮了 但还是在想办法拖延时间 等着韩潇明 这个臭小子 居然敢让老子等他 四人来到了乾坤殿 一直等在门口的小太监 扯着嗓子通报 酒殿下到 宣 宣 酒殿下进殿 本宫先进去 你们先在此稍等 啪 韩潇明大步进入了朝堂 走在最前面 恭身行礼 儿臣 参见父皇 儿臣来迟了 请父皇恕罪 免礼 你的边缘 离皇宫较远 迟一点没关系 周围爱亲 身的几个儿子 除了老九 其他都已经过了弱冠之年 走开封王了 朕今日啊 让几个皇子 全都上朝堂 便是要给几个皇子 封王 赐福底 并昭告天下 皇上英明 吴公公 宣读生旨 是 奴才遵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五皇子 韩潇齐 六皇子 韩潇阳 七皇子 韩潇晨 八皇子 韩潇景 接集冠 着急册封 韩潇齐为瑞王 次居瑞王府 韩潇阳为康王 次居康王府 韩潇晨为贤王 次居贤王府 韩潇景为端王 次居端王府 签词 谢父皇恩典 都起来吧 你们各自的王府 朕会派人 带你们过去 以后没有召见 不得私自入宫 是 是 儿臣遵旨 几位皇子 面面相去 都奇怪 为何没有策封 韩潇明 宣 林芙蓬 颜希瑶 进店 可当林氏和颜 颜希瑶出现在 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时 她差点惊的 跳了起来 那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 是颜希瑶 她不是又黑又丑 还温柔了吗 脸是她疤痕呢 韩潇淇 不但是暗自庆幸 更是自以为是的认为 颜希瑶一定是来求皇上重新赐婚的 不仅韩潇淇惊 所有人都是震惊无比 颜希瑶何时变得如此漂亮了 最为震惊的当属是颜文忠了 她已经是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名妇参见皇上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以后灵夫人和姚二丫头见朕 可免行贵礼 谢皇上 轰的一声 皇上的这句话 如同惊雷一般 在文武百官的脑海之中乍响 文武百官 窃窃私语 且全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都给朕安静 吴公公 宣读册封圣旨 是 奴才遵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颜希瑶 医术超群 替朕治好了失眠之症 替皇后治好了头痛顽疾 功不可没 着急册封颜希瑶 为正一品 安平长郡主 林芙蓉教女友方 心地善良 着急册封林芙蓉 为一品告命夫人 亲子 谢皇上恩典 又是轰的一声 吴公公宣读的圣旨 更是如同平地惊雷一般 在整个朝堂乍响 更是在言文中的心头炸开 炸得他四分五裂 后悔的让他一口老血直往上涌 韩潇琪心里头暗自窃喜 以前的颜希瑶对他一心一意 虽然解除了婚约 一定还会对他念念不忘的 韩潇琪正想向皇上请求赐婚呢 皇上却是再次让吴公公宣读圣旨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朕之皇子韩潇明 人品贵重 行效有佳 文武并重 竟已过树发 即将若冠 今有一品告命夫人 林芙蓉之女 颜希瑶 执及姬之年 品貌端庄 秀外惠中 故朕下旨 亲定为旧皇子 韩潇明之正妃 择日大婚 签此 所有人都呆住了 包括韩潇明和颜希瑶 韩潇琪的脑子嗡的一声响 差点站立不稳 一脸的不敢相信 言文中更是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脑子嗡嗡作响 一切的荣誉都与他无关 吴公公看着震惊的韩潇明和颜希瑶 就殿下 安平长郡主 还不快领旨谢恩呢 韩潇明嘴角微微上扬 躬身道 谢父皇龙恩 皇上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还好名而不反对 颜希瑶仍然是处于震惊之中 皇上这才发现 颜希瑶双眼通红 惊得差点从龙椅上跳起来 灵氏赶紧拉了拉 颜希瑶的手臂 将他从震惊之中拉了回来 皇上 春月可以抗止吗 颜希瑶此话一出 韩潇琪的眼里 闪过一丝心形 果然 自己猜的没错 颜希瑶啊 果然还是对自己 念念不忘 可以 公然抗旨 诛灭九族 你可以试试 啊 这么严重啊 你觉得呢 安平长郡主啊 你不要命了 公然抗旨 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呀 可是四师兄就是个仙人球 谁捧扎实 春女怕被扎成马蜂窝 他敢 他要是敢扎你啊 朕拔了他的刺 启禀父皇 姚儿曾经是儿臣的未婚妻 解除婚约并非是儿臣医院 还请父皇收回成命 重新给儿臣和姚儿赐婚 老五出面要求赐婚 演丫头 你还抗吃播 你是愿意嫁老五 还是愿意嫁嫌仙人球呢 嘿嘿 真倒要看看你如何选择 小师妹 你摸了本宫 难道不该对本宫负责吗 啥 负责 我那是帮你治病好吗 小师妹 在邵师府后山崖底的温泉池 你似乎不是给本宫治病吧 严心尤 他竟然无言以对 严丫头 朕 朕也不是不通情达理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嫁给老九呀 那朕就重新给你和老五赐婚 皇上 臣女哪敢真的抗旨呀 臣女最喜欢四师兄了 谢皇上恩典 韩潇琪彻底的慌了 扑通一声跪在了皇上的面前 祈求道 父皇 求父皇收回成命 成全儿臣与瑶尔 瑶尔喜欢的是儿臣啊 成全你和严丫头 严丫头要是真的喜欢你 为何他会来找朕要求与你解除婚约 父皇 这都是儿臣的错 儿臣和瑶尔的姐姐走得有些近 让瑶尔误会了儿臣 是瑶尔的姐姐 是他故意勾引儿臣的 儿臣的心里只有瑶尔一个人 哎呀 对呀 五皇兄对本宫的小师妹还真的是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到恨不得本宫的小师妹死 你说对吗 五皇兄 酒店何出此言 本宫说错了吗 五皇兄可是不辞辛劳地跑到梁东城 花五千两银子 雇佣血影楼的杀手 刺杀本宫的小师妹 这难道不是情有独钟到恨不得本宫的小师妹死吗 酒店 你少在此胡说八道 你有何证据啊 本宫当然有证据 父皇可还记得 住在儿臣别院的梁东四公子 朕当然记得 其中楚公子便是血影楼楼主 楚浩天 五皇兄雇佣血影楼杀手刺杀小师妹的事 就是楚公子亲口说的 韩潇琪眼中的惊慌之色 一闪即逝 转念一下 当时和自己街头交易的人 并非是血影楼楼主 只要自己敌死不认 韩潇明又能奈我何呢 血影楼 敢显露本王的身份的本王当着 老吴 可有此事啊 父皇 绝无此事 儿臣从未离开京城 姚二曾经是儿臣的未婚妻 儿臣又怎么可能要置他于死地呢 儿臣心里只有姚二 一定是九弟担心儿臣抢了姚二 污蔑儿臣 好让儿臣痴难而退 是吗 那要不要臣弟请血影楼楼主楚浩天前来对质啊 九弟 血影楼楼主如今住在你的别院 当人向着你说话 这样的证词怎能服受 这个韩潇琪还真能狡辩 我倒看看你会不会去血影楼退银子 我还真就不信抓不到你的把笔 皇上臣女并未脏到追杀 应该只是误会 此时就算了吧 皇上点了点头 事已无公公宣布退朝 众位大臣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父皇 儿臣有事起奏 这小子该不会是又想反悔吧 何事起奏啊 父皇 昨晚儿臣与小师妹去了一趟少师府 轻而听到王室承认 五年前邻家之事 是王室的哥哥伪造证据 孤灭陷害邻家 邻家乃是邻氏的娘家 如今邻氏和皇室结了亲 你说什么 警谣此事 明儿你给朕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小明将昨晚上王室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 皇上听得是怒不可遏 他是真没想到 五年前 邻家邻长生真的是被冤枉的 王大夫 你有何话说 皇上 微臣冤枉呀 微臣的庶妹与王家几乎没有来往 微臣又怎会伪造证据陷害邻家 父皇昨晚严少师也在场 您不妨问问严少师是否听到 袁爱卿 昨晚王室说了什么 启禀皇上 微臣确实听到 王室拿严府的财产 讨好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王大夫 才会伪造证据陷害邻家 为的 只为成为严府的当家主母 严大人 你休要血口喷人 韩小明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本账本 呈给了皇上 父皇这是昨晚 儿臣在王家找到的证据 真正贪污受贿的人是王大夫 五年前林长生被污蔑贪污的银两 这账本上都有记录 王大夫看到那账本 惊得瞪大了眼睛 不可能 账本一定是假的 我明明放在创办阁层里 怎么可能被韩小明找到 四师兄 你什么时候去找的账本啊 昨晚你回房间后 本宫找段灵峰那小子 陪本宫去找来的 你还别说 那小子不会是做贼的 找东西真有一手 原来如此 人家可不是普通的贼 神偷 没点本事 敢称神偷吗 说的也是 王大夫 你好大的勾当 这还真是小看你了 来人 两名侍卫走进朝堂里 拱了拱手 奴才在 摘了王大夫的乌纱帽 将他打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皇上 皇上开恩啊 罪臣知错了 求皇上开恩 再给罪臣一次改过自行的机会 拖下去 是 拖死狗一般 将他拖出了朝堂 太子 此事真交给你彻查 相关之人 一个都不要放过 是 儿臣遵旨 父皇 儿臣他把林家的林长生给带来了 在殿外 等候父皇召见 宣 宣 林长生进殿 殿外的林长生赶紧整理衣冠 大步进入了朝堂 草民参见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 平身 谢皇上 林长生啊 这些年 由于朕的疏忽 让你林家受委屈了 皇上 这不是您的错 当年草民找到了一些证据 想要呈给皇上 可总有人暗中搞鬼 草民始终无法将证据送到您的手上 原来如此 当年的证据 你可还留着 草民一直留着 很好 你叫你找到的证据 交给太子 让太子彻查此事 是 草民遵旨 林长生听旨 即日起 林长生 担任大理寺清之旨 官居正二平 即刻上任 不得有误 林长生双眼通红 一个头深深的磕在了地上 谢皇上隆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即刻上任 不得让朕失望 微臣遵旨 林长生转身跪在韩肖明的面前 多谢旧殿下替林家平反 下官感激不尽 不必多礼 去上任吧 记得把证据交给本宫的大皇兄 是 下官记住了 退朝 攻速皇上 皇上起身走了两步 扭头对颜希瑶说道 严头 等会儿到朕的御书房一趟 是 臣女遵旨 皇上一走 韩肖雷大步地走到韩肖明的面前 恭喜九弟啊 贺喜九弟啊 终于有女人能靠近你小子了 皇兄替你高兴啊 未来九弟妹 倾城决策 你小子 有福啊 多谢皇兄 今晚去臣弟的别院一句如何 本宫求之不得 四皇子韩肖瑞 也就是齐王 和七皇子贤王韩肖臣 也是笑着上前来 恭喜韩肖明 几个兄弟之中 太子韩肖雷 齐王韩肖瑞 贤王韩肖臣 与韩肖明的关系要好 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 言文中才慢慢地走到 颜西瑶的面前来 姚儿 是爹爹错了 你原谅爹爹这一次吧 跟爹爹回家 好吗 爹爹 哼 这五年来 你有把我当女儿看待吗 哪怕是我的尸体摆在你的面前 你也觉得我死不足惜 爹爹这两个字啊 太过沉重 这个身份代表的是什么 你明白吗 你不配为人父 姚儿 是爹爹对不起你 爹爹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爹爹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让我原谅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你去向皇上请辞 告老还乡 辞官归隐 离开京城 你的吃穿用度我会负责 但我不会养你后院的那些姨娘 你可愿意 姚儿 爹爹爹再超为官 也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你为何要让爹爹 辞官归隐呢 给我更好的生活 你觉得有必要吗 想让我原谅你 必须辞官归隐 我还会叫你一声父亲 但是你想利用我继续往上爬 那你就打错算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好好考虑 考虑清楚了 就去向皇上请辞 我会安排你离开京城 闫西遥说完 拉着灵士 走出了朝堂 韩潇明看了阎文忠一眼 跟着闫西遥一起往外走 出了朝堂 闫西遥返回马车上 取药箱 拎着药箱和韩潇明 灵士一起去了皇上的御书房 皇上 臣妾还真是没想到 明儿这孩子居然没有拒绝 真是太出乎臣妾的预料了 朕也没想到 不过这是好事 至少证明了 明儿不是断绣 那皇上打算 什么时候给他们完婚呢 此时不及 严丫头还有些抗拒 得等严丫头能彻底接受明儿 朕可不像这么好的儿媳妇受委屈 更希望明儿幸福 好不容易有个媳妇 别把严丫头给吓跑了 说的也是这样吧 婚期让严丫头自己来选择 毕竟咱们的儿子 确实是不太好相处 咱们多给他们一点时间 磨合磨合 朕也是这样想 严丫头能靠近明儿 朕相信她将来能和明儿和睦相互 严丫头说明儿就是个闲人球 谁碰扎谁 朕相信严丫头能将明儿的刺给磨平了 唉 除了她恐怕也不会有人能将明儿的刺磨平 皇上 酒殿下 长郡主和林夫人来了 快让他们进来 进入御书房 严西遥笑着说道 皇上 臣女给您送药来了 这么快 那是必须的 臣女可是连夜赶制出来的 你昨晚不是看了一夜的铜钱吗 是啊 我就不能把药制好再看铜钱吗 能 我可是一边制药一边看铜钱 严丫头 原来你的眼睛是看铜钱看红的呀 你缺钱吗 要不朕先给你拿点 多谢皇上 臣女有钱 四师兄刚给了臣女十万两的银票呢 严丫头 这是本宫给你的见面礼 你收着 多谢皇后娘娘 哎呀 你这傻丫头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也不必谢来谢去的 严西遥看着手上那橙色绝佳的翡翠手镯 双眼冒光 不分场合的露出了小柴米本色 皇后看在眼里 洗在心上 严丫头喜欢首饰 得让明儿给严丫头多准备上一些 严丫头 你不是给朕送药来了吗 臣看看 皇上 这个药一瓶可以吃三天 一次喝一小口 一日两次 用上后一个时辰再服用 那现在正好 可以喝一小口 朕先尝尝是什么味道 嗯 气味风香 味甜戴心 的确不难喝 严丫头啊 你先暂时住在明儿的边院 郡主府啊 等朕派人收拾好 你再搬过去住 好 谢皇上 行啊 宁夫人今晚留在宫里陪陪皇后 你们去忙你们的事吧 是 臣妮告退 两人出了皇上的御书房 严夕阳狗独自面对韩潇明 突然感觉有一些不自在 孙世兄 等我帮你解了寒毒 你找皇上解除婚约好不好 为何要解除婚约 你就这么讨厌本宫吗 我没有讨厌你 我就是怕没办法和你和平相处 毕竟你讨厌女人 可本宫不讨厌你 你摸了本宫就必须对本宫负责 哎呀 四师兄你无赖 你才无赖 摸了就想一走了之啊 本宫长这么大 还没被任何女人摸过 不行 你必须对本宫负责 行 你说的要我负责 你要是敢揣我一下 我就弄点毒药 把你毒的半身不随 放心 本宫绝不会揣 你的毒药 留给别人享用去吧 谢谢大家